蒙老夫人的葬礼结束后,蒙家就闭门守校,不与外界来往。 林初九同样在萧王府休养,任何人的帖子都不接,说是要在府里为蒙老夫人守三个月的校。 南诺瑶收到消息,气得在凌云院大发脾气。 林初九给她诊断过后,答应第二天去为她医治,可因为蒙老夫人的死,医治的时间不得不推后。 发生这样的事毕竟是意外,南诺瑶即使生气也不好上门找林初九的麻烦。 更何况,她那个时候还收到了皇上的警告,更是让南诺瑶不敢轻举妄动。 要不是南诺离平安的消息传来,南诺瑶恐怕会悄悄地离开东闻。 好不容易等到蒙老夫人的葬礼结束,南诺瑶本想让林初九尽快为她医治, 不想林初九直接说三个月后再治,然后就不接她的帖子,闭门不出。 南诺瑶快气疯了,虽说她的病等上三个月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林初九知道了她的病,要是不尽快治好,她根本无法安心。 要知道,那种病一传出去,她就不用做人了。 南诺瑶气得在凌云院大发脾气,要不是她现在被东闻皇上盯得死死的,她肯定会把林初九绑来给她医治。 事实上,南诺瑶想多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林初九闭门守孝并不是针对她,而是病了。 林初九的身体本就因毒素而比常人差,蒙老夫人的死又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等到蒙老夫人的葬礼一结束,她就病倒了,虽然不严重,却也要卧床休养。 除了南诺瑶的手术外,就连孟修远的术后恢复,林初九都没有精力今次去查看, 而是交代大夫给孟修远换药,有什么事情在找她。 孟家以师叔礼仪传家,在体贴人方面比南诺瑶强多了。 知晓林初九的情况后,孟家人很体贴地让林初九好好休息,不要操心, 有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去找她。 人和人就是比出来的,林初九本来就对南诺瑶没有好感, 现在更是厌恶了三分。 要不是医生系统将南诺瑶列为病人,林初九真的不想医治的。 养病在家的林初九听着管家说南诺瑶又派人送来帖子,直接吩咐道。 把帖子送给皇后。 当初要不是皇后插手,她根本不会去陵云院, 现在就让皇后解决此事好了。 小人遵命。 管家没有问这么做合不合理, 反正林初九交代了,她照做就是。 帖子第一时间乘到皇后面前,皇后看到帖子里满是指责与不满的言辞, 不由冷笑。 诺瑶公主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以为这是难瞒呢。 随手将帖子撕了,皇后眼中的笑意淡了三分。 能被南诺瑶一唆使就在东门横行霸道的公主, 就算再有脑子也有限。 南蛮这位公主难堪大任。 这样的公主在他们东门分分钟被人玩死, 除非她能和福寿长公主一样, 有一个为救皇上而死的母亲。 罢了,总归是南蛮的公主。 传本宫一旨,让玉美人上门瞧瞧。 自从查到给七皇子下毒的人是莫玉儿, 皇后就对她恨之入骨。 现在有机会能光明正大的整莫玉儿, 皇后怎么可能会放过? 这,娘娘,皇上那里怎么说? 皇上要说什么? 皇后明知故问,微微上挑的凤眼, 昭显她的不满。 皇上不想要莫玉儿的命, 可她要是连一口气也不出, 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日后莫玉儿死了, 更容易引起皇上的怀疑。 末玉儿再不敢多言, 立刻退下去传达皇后的命令。 莫玉儿收到命令, 冰冷的面容出现一道裂缝, 眼中闪过一抹屈辱。 可对上传话太监的嘲讽, 轻蔑的眼神, 莫玉儿最终低头应试。 这是宫里, 没有家族做依靠的莫玉儿, 得罪了皇后又不得皇上喜爱, 她没有说不的资格。 略作收拾, 莫玉儿出宫。 奉皇后的命令, 去凌云院看望南诺瑶, 皇上得知此事, 只说了一句。 只要没有她的命, 随皇后折腾。 西皇子中毒, 虽然命捡了回来, 却要僵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这样的情况, 别说皇后, 就是皇上对莫玉儿也是不满的。 莫玉儿要害林初九, 她不管, 可动到她儿子头上, 简直就是死罪。 这一次, 她看在莫神医的面上, 饶过莫玉儿一次, 也是不想身边的人寒心。 再有一次, 莫玉儿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 莫玉儿下午出宫, 在凌云院待了不到两刻钟就出来了。 莫玉儿在凌云院遇到了什么, 外人不得而知, 只知莫玉儿出来时, 头上和脸上都沾了血, 一身狼狈。 一力相识会, 任玉美人再怎么冷说冰说, 也挡不住刁蛮的诺姚公主。 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为依靠, 再骄傲的女人也要学会低头。 林初九面带微笑, 已在床头, 脸上透着不正常的红韵, 一看就直生病了。 翡翠见林初九这会儿心情正好, 忙将温热的药碗端上前。 王妃, 喝药了。 林初九看也不看。 烫了, 放着。 她不想喝中药, 可萧王府上下都认为医者不自医, 坚持要让太医为她诊断, 然后太医给她开了一堆能苦死人的药。 翡翠叹了口气, 劝说道, 王妃, 药已经冷了, 再放下去就没药效了。 大夫说了, 你这病要以调养为主, 这段时间药不能停。 林初九也知道自己虚, 喝中药慢慢调养效果最好, 可这味道着实让人受不了。 罢了, 拿了吧。 想到自己这破败的身体, 林初九也有些无力, 本来都养得七七八八了, 这一次却因心神受损, 以致元气大伤, 身子骨和刚成荤石差不多, 又得重新养过了。 接过药, 林初九闭上眼, 一口喝尽, 苦涩的味道在嘴里蔓延, 她皱着眉眉有说话, 拒绝了翡翠地来的糖, 只喝了一口温开水, 便靠在床头不说话。 太医为了让林初九好好休养, 给她开的药理添加了有助睡眠的药材。 林初九的身体弱, 对药效的抵抗力也差, 喝下药没多久, 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肖天耀私下回京城后, 就一直以重楼的身份在京城附近行走, 之前悄悄去蒙家看了林初九几次, 见她日渐消瘦, 虽心疼却没有现身。 有些伤痛要自己走出来, 她相信自己看上的女人必然是最坚强的女人。 在暗中守护林初九几天后, 肖天耀收到了南诺离逃走的消息, 魔宫的人与南诺离交过一次手, 让南诺离逃走了, 肖天耀不得不亲自去一趟。 肖天耀的速度可谓是极快, 奈何南诺离为人狡猾, 居然在魔宫的人眼皮底下溜走了。 等到肖天耀赶到时, 南诺离早已不见踪影。 肖天耀追踪了几天, 没有找到人, 只得放弃, 打算回京见林初九一面再走。 短短几天就让自己瘦得不成人形, 可见那女人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回头得好好教训她一顿。 可是肖天耀刚回京, 就收到林初九病倒的消息。 好好的怎么会病倒? 肖天耀一脸不满地看向苏茶, 认为是苏茶没有照顾好林初九, 苏茶快冤死了。 王爷, 这事真的不是我的错, 我也不知王妃为什么会病倒。 明明上次天耀给王妃寻了冰果后, 王妃的身子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没道理一病这么严重啊。 你有什么是知道的? 肖天耀冷冷地斜了苏茶一眼, 苏茶摸了摸鼻子, 苦笑道。 我知道刘白因为你, 被刺客捅了三刀, 昨天才睁开眼。 肖天耀这一路不是一般的不太平, 没用。 肖天耀眉头微皱, 显然是不满刘白的表现, 苏茶也不好为刘白辩解什么, 谁让刘白自己失手了? 那个, 金池快来了, 王爷你可以放心了。 刘白无法让天耀心软, 那保护王妃的人来了, 总可以吧? 嗯。 肖天耀脸色烧气, 科业仅仅是如此, 不等苏茶得意, 他又问。 南诺瑶是怎么一回事? 他相信南诺瑶一定是真病, 不然临出酒不会说给他医治之事。 这个还没有查出来, 不过南诺瑶应该是真的有病, 而且那病还不简单。 不然不会藏得这么深, 他派人去查也查不出来。 盯着他, 别让他有机会给王妃使坏。 肖天耀并不顾忌南诺瑶, 但他怕南诺瑶被人当枪使。 南诺瑶很蠢, 可却是一杆极好用的枪, 因为他无所顾忌。 苏茶不敢反驳, 乖乖应试。 我知道了。 因两次多惹得肖天耀不高兴, 苏茶不敢再说, 站在下手一言不发, 等着肖天耀下令。 可是肖天耀也不说话。 一身黑衣的肖天耀将自己引在黑暗中, 俊美的五官没有表情,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可周身散发的气势, 却让人不敢直视。 饶是苏茶与肖天耀以兄弟相称, 面对这样的肖天耀也不敢胡乱抬头。 肖天耀不开口, 苏茶也把不准肖天耀是个什么意思, 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下手, 等肖天耀发话。 可是, 等了近一刻钟, 也没有见肖天耀开口, 苏茶觉得书房内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对, 壮着胆子抬头一看, 却发现屋内哪里还有肖天耀的人影, 他郁闷地快哭了。 要走就不能说一声吗? 一个个欺负我没有武功, 下次别指望我帮你给王妃传信。 苏茶只是随口抱怨一句, 结果门外传来暗卫冰冷的声音。 苏茶公子, 这话属下迹象, 回头会转告给王妃知情。 喂, 别乱来, 我只是说说而已。 苏茶一听, 急了, 忙跑出去, 可门外哪里还有暗卫的身影。 肖天耀离开大部队的时间不算短, 现在又传来刘白受伤的消息, 虽然苏茶什么也没有说, 肖天耀却是明白, 他该回到军中, 尽快赶往边境了。 心中始终放心不下林初九, 离去前, 肖天耀决定见一见他。 肖天耀并没有避开王府的侍卫与暗卫, 当保护林初九的人看到肖天耀出现, 一个个傻眼了。 王, 王, 后面那个字在肖天耀警告的眼神中消音了, 侍卫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握着火把巧声退下, 可就在他们转身之际, 耳边传来忌惮忌惮的两个字。 不错, 就这么两个字, 把王府的侍卫兴奋坏了, 至今为止, 能得到王爷不错评价的, 也只有王爷手中的虎群, 他们是第二个。 不过, 侍卫们兴奋归兴奋, 在肖天耀面前却不敢表露半分, 一个个抢压着喜悦退下, 眼睛放光, 可以预见今晚会有很多人失眠。 林初九喝了药, 晚上一向睡得沉, 半夜就是丫鬟进来查看也不知, 更不用提肖天耀这样的高手了。 门打开又关上, 月光从窗口倾泻而入, 屋内仍旧是昏暗不明, 但这并不影响肖天耀事物, 他上前两步就看到林初九侧躺在一角, 而被子不知被他踢到哪儿去了。 肖天耀皱了皱眉, 上前帮林初九将被子拉过来盖好, 还替他捏了捏背脚, 动作僵硬而生涩, 就像是执行军物, 明显之前不曾做过。 许是太热, 林初九英宁一声又推开, 因这么一动, 贴身的泻衣也蹭开了, 露出雪白的肌肤, 肖天耀看了一眼淡定的起身, 然后解开外衣, 在林初九身侧躺下。 床上只有一个枕头, 肖天耀自然是抱着林初九一起睡, 共枕一个枕头。 突然被人抱住, 林初九有了些意识, 只是受药物影响, 他此时迷迷糊糊的, 完全不知自己是醒了还是做梦。 在肖天耀的怀里转了个身, 借着窗口的月光, 林初九隐约看清来人, 迷糊地唤了一句。 肖天耀。 声音软软糯糯, 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 肖天耀从来没有听过林初九这么称呼自己, 只感觉一股热流涌向小腹, 全身都是麻麻的, 脑子似乎被什么堵住了, 根本无法思考。 肖天耀应了一声, 将林初九抱得更紧。 肖天耀此时在想些什么, 林初九半点不知, 他懒懒地睁开眼, 看了一眼面前放大的俊颜, 嘟囔了一句。 真的是肖天耀。 可话说完, 眼皮一搭了又和尚了, 自言自语道。 我果然是在梭梦, 肖天耀这个时候去战场了, 怎么可能在我的床上。 做梦? 肖天耀听到这话,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他就知道林初九不会相信他会回来。 肯定是在做梦, 肖天耀怎么可能丢下正式回来看我, 他那样的男人。 他那样的男人怎么了? 肖天耀还真不知道自己在林初九心中是怎样的评价。 他那样的男人, 霸道恶劣又自私, 只会让旁人去适应他, 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他就算知道我外祖母死了, 也不会回来陪我。 他不会, 他不会的。 林初九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最后整个人都全进了肖天耀的怀里。 他太恶劣了, 我讨厌他, 再也不想见到他, 再也不想见到他。 话是这么说, 可林初九却主动抱起肖天耀, 肖天耀就是再不懂女人心事, 也知林初九口是心非, 会抱怨, 会哭, 就表示心中还有期待。 肖天耀唇脚惊扬, 轻轻地拍着林初九的背, 哄道。 哦, 我们不见得, 不见得。 本以为林初九听了会高兴, 不想他逝去眼泪, 黯然道。 果然是在做梦了呢, 要是真的, 肖天耀才不会这么温柔呢。 说哭就哭, 说停就停, 还真是六月的天, 说遍就遍。 肖天耀哭笑不得, 而让他更哭笑不得的还在后面, 林初九居然捏他的脸, 还非常用力。 我一直想捏捏肖天耀的脸, 也不知他的脸, 是不是真的冷冰冰, 兴邦邦的。 可惜平时肖天耀高高在上, 根本不敢动,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捏还不算, 他还用力扯了扯, 然后不高兴的。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呀, 软软的, 软软的。 肖天耀绷着一张脸, 系也不是, 不系也不是。 想要将林初九作乱的手拿下来, 结果林初九先一步松手, 在肖天耀的脸上蹭来蹭去。 甩软滑滑的, 手感真不错。 说完还凑上去亲了亲, 这是调戏他。 肖天耀已经彻底不想讲话了, 他真的不知道林初九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打他脸的主意。 林初九玩够了, 打了个哈欠, 收回手。 果然, 哪怕是做梦, 肖天耀也一样的无趣。 林初九在肖天耀怀里动了动, 惹得肖天耀如临大敌, 僵着身子不敢动弹。 林初九却毫无所觉, 寻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像是乖巧的小团子, 依在肖天耀的怀里睡着了。 睡着了? 居然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肖天耀低头, 看着怀中睡得安宁的少女, 不由的叹气。 她今晚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看林初九, 还真是看到了, 也只是看到一眼罢了, 安慰林初九? 好像完全没有说话的机会, 估计林初九也不需要她安慰了。 算了, 好好睡一觉吧。 肖天耀给两人盖好被子, 抱紧林初九, 许是不舒服的原因, 林初九今晚的体温偏高, 这是肖天耀讨厌的温度, 可此时肖天耀却没有松手。 天不亮, 肖天耀就醒了, 看着怀中睡得死死的林初九, 肖天耀没有弄醒她, 轻手轻脚地松开, 然后自己下床穿衣。 是是, 肖天耀转身地刹那, 床上的人睫毛轻动, 手脚似乎有些僵硬, 可惜肖天耀没有看到。 肖天耀虽然没有服侍过旁人, 可自己的事一向是自己打理, 很快就将衣服穿好, 不过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转身坐到床边, 俯身向下, 双手直接撑在林初九两侧, 将林初九固定在她的怀中。 额头相碰, 鼻尖压在一块, 眼见就要亲到林初九的唇, 却在一指之隔的距离停了下来。 熟悉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 霸道地让人无法拒绝。 林初九不断告诉自己, 假装没有发现, 肖天耀要亲就让她亲一下, 反正没有太大损失。 可是, 肖天耀却不动了, 不知道是在看她还是在做什么。 林初九本就紧张, 此时更是无法控制, 她很想睁开眼告诉肖天耀, 要亲赶紧, 不亲滚蛋。 可她之前在装睡, 现在怎么好意思睁开眼。 肖天耀真是太讨厌了, 怎么这个时候出现, 做案不是做梦。 林初九烦躁地要死, 早知道不是做梦, 她就该趁机多踹肖天耀两脚, 最好把肖天耀踹一下床, 毕竟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林初九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想法, 以至于完全忘了眼前的肖天耀, 直到肖天耀开口。 要装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装了。 王爷。 缓缓睁开眼, 看着面前放大板的俊颜, 林初九面无表情,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肖天耀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呢? 这个时候回来有什么用? 怀祖母死了, 她也没有送一场。 不装了。 肖天耀没有动, 依旧与林初九的唇 保持着一指之隔的距离, 鼻尖相碰, 说话时唇从林初九的双唇扫过, 酥酥麻麻的触感, 像是能麻痹人的大脑, 让人无法思考。 林初九嘴比脑子反应更快。 才没有装, 刚刚才醒呢。 这么近的距离下, 每一个呼吸都能喷洒到对方脸上, 林初九觉得自己的脸痒痒的, 很想挪开, 那只肖天耀早已断了她的退路, 她只能躺在这方寸之间, 躺在肖天耀身下。 是吗? 肖天耀突然笑了, 一脸细谑地看着林初九, 让林初九有一种犯了错, 被家长抓包的感觉, 不由地红了脸。 下次说谎时, 别脸红。 我…… 林初九想要狡辩, 可脸颊上的热气让她根本无法解释, 只能别扭地别开脸。 肖天耀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抱着我睡一觉, 然后看我笑话。 肖天耀见林初九生气了, 没有在逗她, 低头在她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在林初九反应过来之前松开。 时时还早, 你再睡一会儿。 话落, 便松开了对林初九的前置, 起身欲走, 可在转身的刹那, 却发现一百被林初九拽住了, 抬头对上的是林初九有些倔强的眸子。 王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林初九拽着肖天耀的衣摆, 侧脸望着的, 黑亮的眸子成名坚定, 定定地看着肖天耀, 执意要肖天耀一个答案。 她真的没有想到, 肖天耀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她以为昨天晚上是一场梦, 是她太想肖天耀回来, 所以才会做那样一个荒唐的梦, 不想现实却告诉她, 昨晚的一切是真的。 肖天耀的视线, 再次落到被林初九拽住的衣角上, 用一贯冷傲的语气说道, 昨晚, 她确实是昨晚回来的, 这一点没有骗人, 不是吗? 林初九仰着头, 继续看着肖天耀。 为什么回来? 经常出事了吗? 肖天耀习惯性地点头, 点到一半想起酥茶的话, 肖天耀一顿。 没事, 本王听闻蒙老夫人去了。 所以, 你是来调咽的? 不是。 那是为什么? 林初九心中吟有期待, 所以才会疑问到底。 她记得昨晚那个认她捏扯的男人, 也记得昨晚那个轻轻哄她入睡的男人, 她以为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肖天耀被林初九问得有几分狼狈, 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问那么多干什么? 睡你的觉。 林初九却没有被肖天耀的胸样吓到, 而是笑着说。 王爷, 你害羞了? 胡说八道什么? 本王怎么可能会害羞? 肖天耀气势张开, 气场十足, 看上去十分吓人。 可是, 林初九却笃定肖天耀是虚张声势, 他松开肖天耀的衣摆, 坐了起来。 我有没有胡说, 王爷心里明白。 肖天耀眉头紧皱, 双唇敏紧, 没有说话。 林初九轻笑了声, 反身下床。 王爷。 双脚刚落地, 就见林初九惊呼一声, 往后摔倒。 笨蛋。 肖天耀反应极快, 伸手搂住林初九的腰, 将人带入怀里, 看着怀中惊慌失措的林初九, 肖天耀美好气地喝倒。 本王就没有见过你这么不省心的女人。 我腿软。 林初九依在肖天耀的怀里, 说得理直气壮, 肖天耀打横抱起林初九。 腿软就别乱走, 瘦成这个样子, 你以为蒙老夫人会高兴? 肖天耀对此十分不满, 她为了把人养胖可费了不少心力, 怎么能说瘦就瘦呢? 我外祖母死了, 还与我有关, 心里难受。 林初九没有像以前一样, 倔强地不说, 独自承受, 和肖天耀相处久了, 她也渐渐了解肖天耀的脾气。 这个男人做得比说得多, 而且骄傲狂妄, 有点唯我独尊的意思, 她要是不说, 这个男人永远不会懂。 没有你, 她也会死。 与你无关。 肖天耀见林初九红了眼眶, 不由心软, 冷硬地拍了拍她的背。 对蒙老夫人来说, 活着反倒是受折磨。 她心中记挂的除了你就是蒙家。 你要是觉得对不起蒙老夫人, 就好好保护蒙家, 别让蒙家卷入这些是非中。 蒙家的人没有那个本事。 可是…… 我一个人怎么办得到? 林初九低头, 一脸落寞, 肖天耀没有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本王不是人梦。 可是你说过, 我自己的事要我自己解决, 蒙家是我自己的事。 林初九抬头看着肖天耀眼中不曾掩饰的忧伤, 可以想象当初的她听到这句话心里有多么难过。 可是肖天耀眼中不忧伤, 可是肖天耀并不后悔, 她不可能什么事都帮林初九办好。 林初九要学会独当一面, 她放任林初九去解决自己的事, 可却没有断她的助力。 本王的人以后任你用。 以后我也可以用他们去处理蒙家的事。 林初九眨眨眼, 将未流出来的泪水眨了回去, 她其实不喜欢哭, 也不喜欢在人前哭, 在肖天耀面前红个眼眶, 已是在示弱。 本王什么时候阻止过? 可你也没有说过, 肖王府的人认我用。 肖天耀这个男人就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说, 不说他哪里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又不会读心书, 肖天耀想也不想。 这种事需要说吗? 你是肖王府的女主人, 肖王府的一切你当然可以用。 林初九不会以为肖王妃这个称号 就只是一个名头吧? 当然, 要是得不到她的认可, 肖王妃就只有一个名头, 可只要她承认了, 肖王妃就拥有肖王府一半的权利。 哦, 我明白了。 林初九点头, 意味深长地看着肖天耀, 眼中闪烁着脚匣的光芒, 肖天耀被他看得很不自在。 你明白什么? 我告诉你。 林初九大胆地摇头, 轻轻一动, 从肖天耀的怀里正开, 往床的另一侧滚去, 然后从床尾下来, 站在肖天耀面前, 欠笑盈盈。 王爷, 时辰不早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肖天耀站起身, 眼神从上到下扫了林初九一眼, 最后落在她的双腿上。 腿软。 指两个字, 可却透着危险的意味, 显然, 肖王爷并不奔, 林初九的雕虫小记被拆穿。 那个, 刚刚确实腿软, 你知道的, 我病了。 林初九头皮发麻, 陪着笑脸, 他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了, 肖天耀从来不是一个沉迷于儿女私情中的人。 是吗? 肖天耀上前一步, 林初九本能地后退, 肖天耀再上前, 林初九再后退, 直到, 退到墙角退无可退。 王爷, 有话好说, 我是病人, 你不能虐待病人。 他错了, 他以为肖天耀是猫, 顺毛摸就成, 不想这人是只虎, 顺毛摸也会吃人。 保持半步的距离, 肖天耀冷冷地看着林初九, 黑毛没有一丝波澜, 看不出喜怒。 脸色红润, 眼眸明亮, 你确定你是病人? 我真的病了, 不信你招大夫进来看看。 费脆! 别喊了, 没有本王的命令, 没人敢进来。 肖天耀打断了林初九的话, 见他忐忑不安, 大度说道, 看在你是病人的份上, 本王今天不与你计较。 多谢王爷。 林初九松了口气, 可他并没有高兴太久, 因为肖天耀又补了一句。 记得每隔三天给本王写一封信, 自书不得比上一封少。 肖天耀知道林初九的个性, 将要求定得十分详细, 末了又补了一句。 本王给你的信, 每封必回。 当然, 和你三天前写的信无关。 呃, 回信没有问题, 可三天一封信, 会不会太频繁? 林初九头大如牛, 他上次可是好几张纸, 他每天哪有那么多话 和肖天耀说? 多么。 肖天耀压低声音反问, 似乎林初九敢说多, 他就要揍人一般。 很多。 可是林初九聪明地没有说, 而是无奈地反问。 王爷, 你是回来看我, 还是回来交代我写信的? 本王什么时候说了回来看你? 最后一个字, 你字, 肖天耀咬得特别重, 似乎是在不高兴。 难道不是吗? 你不是回来看我的, 那你回来做什么? 本王路过, 不可以吗? 肖天耀扶了扶衣袖上的褶子, 不等林初九回答, 又说道。 好了, 这些事不说了。 你在精神安分些, 别再惹事。 南诺瑶那里最好别去, 他就是病死也与你无关。 这个, 恐怕不行。 南诺瑶的病, 我一定得治。 肖天耀挑眉, 却没有再追问。 他知道林初九身上有秘密, 也知道他不是笨蛋。 医治难诺瑶必然有原因。 等京迟到了你再去凌云院, 在此之前就待在王府养病。 除了皇上召见, 谁也不用理会, 尤其是皇后。 皇后一再对林初九出手, 让肖天耀不得不防, 皇后这人城府太深, 轻易看不透他。 啊。 林初九看着肖天耀, 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时辰不早了, 本王该走了。 看了一眼林初九, 肖天耀倒没有什么不舍的, 他又不是一去不回。 我, 送你。 上次他就没有送行, 心里多少有点遗憾, 这一次他不想留下遗憾。 我爱的是你爱我。 他们两个人要是一直果足不前, 等对方付出, 最后只会形同陌路。 如果他往前一步, 肖天耀能往前两步, 他可以试试。 肖天耀看了林初九一眼, 没有拒绝, 只让林初九去换衣服。 很快。 林初九去衣柜里找了一件最简单的衣服, 很快就穿好。 只是, 衣服好穿, 这头长发却不好打理。 林初九坐在同镜前, 试了几次也没有把头发梳好, 无法只得起身。 我去找珍珠给我梳头。 他不会挽发剂, 而他的头发又长又厚, 要是梳马尾的话会很乱。 不必。 肖天耀上前, 按住郑玉起身的林初九, 从他手上接过梳子。 林初九一脸诧异, 直到肖天耀用梳子替他梳好发才反应过来。 王爷, 你会晚饭? 不是吧, 高冷男神肖天耀居然会晚饭? 不会, 至少之前没有输过。 不会? 那我还是找珍珠来吧。 他的头发虽然后可不想被折腾啊。 本王有眼睛, 本王要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 除了生孩子。 肖天耀很不满林初九对他的不信任。 怎么? 不信? 肖天耀冷着脸, 手上握着林初九的发迹, 林初九笑得肩膀直颤抖, 想也不想说的。 信, 我当然信, 正好, 我除了生孩子, 别的都不会。 这话肖天耀爱听。 所以, 我们天生一对。 唇角青阳, 肖天耀说这话时仍旧没有情绪起伏, 就好像在说, 今天天气很不错一样。 林初九也没有多想, 只顺着肖天耀的话。 对, 我们天生一对。 照肖天耀这个逻辑, 全天下每对男女都是天生一对了。 当然, 这话林初九只在心里说说, 不会与肖天耀争。 还别说, 肖天耀真的没有说大话, 他虽是第一次晚记, 可却说得有模有样。 虽然没有珍珠说得好, 可略有些蓬松的发迹, 却也另有一番味道。 知道林初九要给蒙老夫人守孝, 肖天耀为他挑了一支木簪, 简单朴素, 却又不失大方。 对着铜镜看了半晌, 林初九真诚地赞道。 很好看。 他说的是发迹, 确实好看。 肖天耀复合, 可他说的是人。 黄爷果然厉害, 什么都会。 林初九心情大好, 毫不吝啬一美之词, 肖天耀没有回话, 但林初九知道他心情很好。 原来男人也喜欢听赞美与夸奖, 林初九表示他记住了。 走吧。 肖天耀拉着林初九的手往外走, 门外侍卫早已在等候, 翡翠四人也来了, 不过他们被侍卫隔在外面。 参见王爷, 王妃。 侍卫和翡翠四人急急行礼。 免礼。 肖天耀道了一去便往外走, 侍卫急忙跟上, 翡翠和珊瑚四人相视一眼, 也快步跟上前。 走在后面的马脑, 见林初九和肖天耀仪走出院子, 拉着珍珠小心问了一句。 珍珠, 你不是说王妃不会梳头吗? 王妃确实不会。 珍珠看到林初九那已经完好的发迹, 心里已然明了。 那是谁给王妃输的? 马脑一脸疑惑, 拉着珍珠询问, 珍珠却只是笑了笑, 什么也不说。 走在前面的翡翠与珊瑚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马脑的话才想到这一出, 两人轻轻一笑, 低头不语。 你们都知道吗? 马脑一脸迷茫地看着三个好姐妹, 可这三人却像是提前串通好一样, 异口同声。 我们不知道。 就是知道也不能说,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一行人很快来到门口, 精明能干的曹管家一听到肖天耀和林初九同时出门, 立刻让人把马车套好。 见到肖天耀走出来, 激动地上前。 王爷! 肖天耀冷漠地应了一声, 拉着林初九上了马车, 连个眼角也没有给曹管家。 曹管家站在原地, 嘴角微抽。 苏茶少爷果然没有说错, 现在王爷眼中只有王妃, 我们这群下人, 只能哪边凉快, 哪边待着了。 林初九原本的打算是送肖天耀出城就回来, 不想马车一路朝城外驶去, 肖天耀完全没有叫停的意思。 王爷, 这是要去哪里? 肖天耀今天上马车后, 并没有坐在林初九身侧, 而是坐在他对面。 到了便吃, 要是累了便睡一会儿。 肖天耀示意林初九坐到他身侧, 林初九默默地扫了一眼肖天耀的大肠轨, 淡定地摇头。 我不累, 我就是无聊, 谁一路居然连句话都不熟。 既然不累, 就陪本王下一局。 肖天耀从暗阁取出棋盘, 林初九眼睛睁得大大的。 为什么每辆马车上都有棋盘? 本王让人放的, 怎么, 不喜欢? 肖天耀将黑子移到林初九面前, 让你识子, 这是不容拒绝, 非下一局不可了。 林初九苦着一张脸。 你让我一白子我也赢不了。 没出息。 肖天耀瞪了林初九一眼, 示意他快点落子。 说和有没有出息无关, 这是实力的问题。 林初九无法, 只得努力回忆肖天耀上次和他说的规矩, 然后乖乖落子。 终于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了,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林初九差点突歇。 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能不能别这么读? 这男人到底会来做什么的? 没说一句安慰的话, 也没说一句思念的话, 自来就是我笨, 是我无能。 林初九咬牙切齿, 握着黑子认真思考一番才落子, 就算是输, 他也不想输得太难看。 认真下棋的林初九, 没有看到肖天耀眼中 一直不曾淡去的笑意, 要是看到了, 他更会结账, 因为肖天耀摆明了逗他玩。 黑白子交错, 一盘棋下了许久, 还没有分出胜负, 可林初九却越下越吃力, 他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落子了, 他好像把自己围死了, 而比他更痛苦的是肖天耀, 他已经尽力不用脑了, 已经尽力让子了, 已经让不下去了。 和白痴下棋果然废脑, 肖天耀觉得自己这是在找虐, 好在马车外的侍卫解救了他。 王爷, 到了。 不下了。 结果林初九比肖天耀先一步开口, 好像和肖天耀下棋是多么痛苦的事, 天知道真正痛苦的人是肖天耀呢。 两人下了马车, 林初九看到陌生又熟悉的风景, 当即愣住了。 啊? 你怎么带我来这里? 四周荒凉无遗物, 路修得非常宽敞, 却极少有人来往, 明明是大白天, 却感觉四周的气温极低, 尤其是不远处的山上, 阴森森的, 就好像太阳照不进去。 没错, 肖天耀把林初九带到了牧山, 而蒙家的牧园也在这里, 前不久林初九送葬时来过这里, 所以林初九才会觉得熟悉。 之前没有送蒙老夫人一程, 现在回来便过来祭拜他老人家。 肖天耀说得理所当然, 拉着林初九往前面的牧园走。 是? 林初九张嘴, 可刚开口就被肖天耀打断。 你我夫妻, 不必言谢。 冷硬的像是在宣读军规, 完全听不到一丝温情, 林初九完全不知要如何接话, 只得沉默不语。 侍卫极有颜色, 将事先准备好的香煮指前捧上, 因肖天耀不喜欢丫鬟靠近, 所以拿东西的活就由侍卫带牢了。 蒙家的牧园自然有守牧人, 不过对方看到林初九就自动上前带路, 完全不给肖天耀显摆身份的机会。 蒙老夫人刚下葬没有多久, 坟头还是新的, 墓碑一干净地不见一丝灰尘。 伤心了这么多天, 林初九现在已经能平静地接受蒙老夫人死去的事实。 林初九会在墓前将供品放在墓碑前。 坏祖母, 我又来看你了。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你不用为我担心。 舅舅他们你也不用担心。 之前一直是你保护我。 以后, 换我保护他们。 外祖母, 今天不仅仅我来了, 我爷爷来看你了。 他之前出征没有回来送你, 你别生他的气。 当然, 外祖母要生他的气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随意打骂, 我肯定站在你那边, 不会心疼他。 外祖母, 你看, 王爷对我很好。 他只想你出事了, 冒着抗旨的危险赶了回来。 虽然这种行为很笨, 不值得提倡, 可也算是有心了。 毕竟, 我们不能对王爷要求太高不是? 刚开始听正经的, 可说到后面就全成了在鄙视萧天耀, 萧天耀听得脸都黑了, 什么叫不能对他要求太高, 到底是谁对谁要求低了? 他对林初九已经没有要求了好不好。 萧天耀瞪了林初九一眼, 看在蒙老夫人的面子上, 萧天耀没有开口, 认林初九抹黑的。 怀祖母, 你看到了吧? 我就说不能对王爷要求太高。 他这人又冷又硬, 有什么事也不愿意对人说, 他身边的人肯定不喜欢他。 你看他, 连辩解都不会。 身后的侍卫实在忍不住, 闷笑了一声。 他长这么大, 还真没有见过哪个人来祭拜是这么搞笑的。 不过, 这样也好, 人都死了, 要是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中, 只会让死了的人也无法安心。 坏祖母, 王爷今天就要出征去打仗了。 你老人家在天有灵, 保佑他早日得胜还朝。 等他回来, 我再带他来看你。 林初九对着蒙老夫人的墓碑, 叙叙叨叨地说了一大堆的话, 其中大部分的话, 实际上是说给萧天耀听的。 这一点林初九明白, 萧天耀也明白, 所以没有打断林初九的序道, 即便萧天耀觉得林初九是在胡说八道, 也放之认之。 林初九说了半天, 终于因为口干停了下来, 让萧天耀有了说话的机会。 萧天耀上前接过侍卫递来的香, 没有跪下, 站在那里拜了三下。 老夫人, 本王会照顾好林初九。 说完便将香插进墓前的香炉, 说是祭拜就真的只是祭拜。 走。 萧天耀将手伸到林初九面前, 示意他起来。 林初九侧头看了他一眼, 握住萧天耀的手, 任由他拉自己站起来。 皇爷, 谢谢你。 他知道, 萧天耀会走这一趟完全是因为他, 不然这个男人绝不会做这种事。 萧天耀看了林初九一眼, 夫妻之前不必言谢, 左右耽误几个时辰罢了, 他高兴就好。 萧天耀回来得很低调, 几乎无人知道, 就连皇上的密探也没有查到消息, 可是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低调, 带林初九出城祭拜蒙老夫人, 绝对是高调到嚣张了。 皇上很想装作不知, 至少在东文与北历的战事没有结束之前, 他一点也不想找萧天耀的麻烦, 可是皇上不想并不表示别人不想。 萧天耀走的第三天, 就有御史当朝弹劾他罔顾军纪, 违抗圣旨,私自回京。 这可是大罪, 凭这个罪名拿萧天耀下狱完全不成问题。 可前提是, 把萧天耀关起来了, 谁去前线打仗? 哪个混蛋在这个时候弹劾萧天耀, 到底有没有眼色? 皇上昨天没叫人动, 就表示现在不想动萧天耀, 连这点事都看不透, 怎么当官的? 皇上狠狠瞪了一眼上折子的人, 发现上折子的朱大人根本不是哪个派系的人, 只是一个明顽不灵的老头, 立刻就明白这老头十有八九是被人利用了。 皇上暗自叹气, 面上却严肃地问, 朱大人所作可属实, 你可查清楚了, 要知道污蔑可是大罪。 皇上这话暗示的意味十足,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这个时候都该退缩了, 可是朱大人不, 坚持正义的朱大人, 义正辞言道, 城外的墓地不只有蒙家的墓员, 看到萧天耀的人自然也不止蒙家的守墓人。 皇上被朱大人的布石像气叶道了, 没有说话, 而是扫了一眼站在前排的林相, 林相似有所察觉, 上前一步。 朱大人, 你说萧王今早出现在京城, 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何没有他的京城记录? 萧王爷什么时候回来的下官不知, 但下官知道, 萧王爷要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回京, 定能做到不留下进城的记录。 朱大人不慌不忙说着, 他既然敢谈和萧王, 肯定是有证据的。 哦, 既然王爷不想让人知道他回京了, 又怎么会光明正大的出城, 并且出现在城外的墓园呢? 难道王爷不知私自回京的罪名吗? 林相老神在在地反问, 不等朱大人回答又道, 朱大人, 昨天朝廷才收到前线的消息, 说王爷在途中遇到刺客, 身受重伤。 算算路程, 王爷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烟周城, 别说王爷身上有伤, 就是没有伤, 也无法在两天内飞到京城来。 这, 这, 朱大人不敢说受伤的人也许是替身, 这种没有证据的事, 他要说出去可是要负责任的, 林相却不肯放过他, 继续说。 朱大人, 王爷身边有三万僵尸宝, 他们亲眼看到王爷受了伤, 随行的御医也上报折子, 说王爷虽然没有伤到要害, 可却不宜干。 但王爷为了前线战事, 不顾伤势, 执意日夜兼程赶往前线。 王爷在外, 为了保护东文出生入死, 你却在这里说王爷偷留回京, 你是何居心? 林相是皇上的心腹, 他一开口众人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不管知不知情, 立刻就有人出来声援林相, 硬是将萧天耀塑造成为了 战时牺牲小我的民族英雄, 皇上嘴角抽搐, 可偏偏还不能说什么。 面对群臣的攻击, 朱大人败北, 被皇上打了三十板子, 回家撕过。 明面上, 皇上打朱大人是因为诬告, 可实际上如何, 恐怕只有皇上自己知道。 下了朝后, 皇上召来密探首领周密, 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去查, 到底是谁利用了朱大人。 萧天耀回来这么大的事, 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之所以按捺不动, 就是想等这一战结束后, 再来秋后算账, 可现在呢, 又一次让人破坏了他的计划, 皇上没有杀朱大人, 已经是开恩了。 许事出去走了一趟, 林初九回来后精神好了许多, 至少不像前两天那样, 一直窝在床上无法下床了。 林初九正准备等身体大好, 悄悄出城去看看孟修远的伤势。 这都快半个月了, 孟修远的伤口要是恢复得好, 差不多可以拆线了。 王妃, 苏查公子求见。 翡翠进来, 见林初九正要写信, 不由地闷头笑了一声。 萧天耀走的当天, 苏查就来了, 然后全王府上下都知道, 王爷给王妃定了规矩, 要王妃每隔三天给王爷写封信, 不得少于三张纸。 明显, 萧天耀是怕林初九嘴上硬下, 实际却不肯行动。 为了不让林初九忘记自己的承诺, 萧天耀让全王府的人来提醒林初九, 叫他别忘了这事。 为了让林初九心甘情愿地写信, 萧天耀也是蛮不容易的。 今天一大早, 曹管家就找了个借口跑来找林初九, 非常委婉地提醒他, 三天到了, 苏查公子今天可能会来拿信了。 林初九假装没有听懂, 可不管他走到哪里, 都会有人很委婉地提醒他。 王妃, 写信的日子到了。 万般无奈, 林初九只得乖乖进书房, 老老实实给萧天耀写信, 可是, 写什么呢? 林初九咬着笔头, 一脸纠结。 咬笔头这个坏习惯, 是当初年纪小, 嘴巴馋养出来的坏毛病, 后来他倒是不馋了, 可这坏毛病却改不了了。 听到苏查来了, 林初九默默将桌上一团黑的纸揉成一团, 才让翡翠请苏查进来。 不出所料, 苏查行完礼, 第一句话就是, 王妃, 今天是第三天了。 急什么? 你的信不是晚上才送吗? 天黑之前他肯定能把信写出来, 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该写什么。 王妃说的是。 苏查从善如流的印象, 见林初九一脸不快, 很欠扁地说了一句, 王妃, 如果你不愿意写字的话, 你可以口述, 我帮你写。 为了看到林初九写给肖天耀的信, 苏查也是豁出去了, 他真的很想知道, 林初九到底给肖天耀写了什么, 为什么一封信肖天耀第二次看还能笑出来, 这简直是奇迹。 苏查的心思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林初九要是上当才会有鬼, 让苏查给肖天耀写信, 呵呵, 恐怕比他不写的后果还要严重, 他可不想作死。 林初九白了苏查一眼, 端起手边的茶, 吹了吹茶水上的符叶, 轻触一口才说道, 苏查公子,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林初九可不认为, 苏查会为了一封明知道自己看不到的信而亲自跑一趟, 肖天耀不在京城, 他可是很忙的。 王妃, 你叫我苏查就行了, 叫上公子二字太见外了。 苏查又一次重申,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天耀的郁闷, 王妃真的太固执了, 看似软眠, 好说话, 实则防备知心很重, 而且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 一个称呼罢了, 苏查公子何必在意? 他和苏查可没有那么熟, 可苏查不是肖天耀, 脸皮一向很厚, 无视他的疏离, 笑得亲切。 王妃你也说了, 左右不过是一个称呼, 王妃叫我苏查, 不是更显亲近吗? 是这样不错, 可我们似乎没有那么亲近吧。 林初九挑眉反问, 完全不在意苏查会不会不高兴, 对付脸皮厚的人, 你真的不能退, 今天退一步, 明天就会退一大步, 苏查这人看似如雅, 实则是个大奸商, 他今天要是退让一寸, 苏查明天绝对会尽一尺。 苏查果然没有不悦, 魂不在意, 厚脸皮地说, 王妃, 我和王爷认识十几年了, 也算是患难之交的兄弟, 按说我该叫你一句嫂子, 这样的交情, 还不能让王妃叫我一句苏查吗? 他面上温文尔雅, 骨子里仍是商人, 作为一个商人, 要是脸不厚心不黑, 拿什么赚银子, 怎么帮天耀养军队? 苏查公子出的事, 听你和王爷的交情, 我叫你一句苏查都是生疏的, 不如以后我叫你苏苏好了。 林初九笑容满面的硬声, 眼中溢满细血的光芒, 苏查差点喷茶。 王妃, 你叫我什么? 是林初九说错了, 还是她耳朵出了问题? 苏苏呀, 怎么, 不喜欢吗? 那我叫你茶茶好了。 你看, 这不是比直接叫苏查更显亲近吗? 林初九很好心地给出苏查两个选择, 可这两个选择苏查宁可不要。 苏苏, 茶茶? 这是什么鬼名字呀? 传出去定会毁他一世英明。 苏查脸部一阵扭曲, 憋屈道。 王妃, 你还是叫我苏查公子好了。 那怎么行呢? 你和王爷可是兄弟, 我开口公子闭口公子的患者, 让不知情的人听到了, 还以为我与你之间有间隙, 要是因此影响了你和王爷的交情, 我的罪过就大了。 林初九笑语盈盈, 无论苏查怎么说都笑着看着他, 既不摇头也不点头, 苏查无奈败退。 苏苏, 你来找我, 除了拿信还有别的事吗? 林初九故意咬中苏苏二字, 听得苏查直牙疼。 王妃, 真的不能商量吗? 苏苏更喜欢茶茶吗? 我叫你茶茶也可以的。 依旧只有这两个选择, 林初九把苏查公子这个称呼也给取消了。 还是素素吧。 茶茶什么的更奇怪, 王妃取名的能力实在太差了, 苏查无比庆幸, 她不是刘白, 不然今天不是被称作刘六就是白白了, 这么一对比, 苏查瞬间平衡了, 再怎么样, 她的名字也比刘白的名字好听不是? 林初九垂眸眼去眼中的笑意。 苏苏, 你找我有什么事? 苏查无视林初九的称呼, 一脸正经地说道。 王妃, 我是来告诉你, 朱大人今天上折子, 弹劾王爷私自回京一事。 虽说在朝堂上, 皇上让林相出面替王爷否认了此事, 可这事皇上却没有处理干净。 日后, 皇上要是拿此事处置王爷, 只要把责任推给林相, 说是被林相蒙蔽就成。 在大殿上, 皇上并没有将此事定案, 只说林相言之有理, 朱大人证据不足, 污蔑萧王。 到时候皇上要推翻自己的言论, 也不是什么难事。 谁让萧天耀是林相的女婿? 皇上完全可以说林相偏袒自己的女婿, 为了掩饰萧天耀的罪行而击军往上。 苏查相信, 如果牺牲一个林相能把萧天耀扳倒, 皇上一定不会吝啬。 当然, 私自回京不可能打死萧天耀, 却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能及早清除这个危险再好不过。 我明白了, 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干净。 林初九干脆利落的印象, 没有一丝迟疑, 爽快地让苏查诧异。 王妃, 你有办法。 她可是仇类一路呢。 有什么难的? 御史弹劾王爷, 虽然皇上没说王爷什么, 可并不表示我不能进宫哭诉。 林初九感应下自然是有对策。 哭诉? 这是什么招? 女人常用的招数, 无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有遇使冤枉王爷, 我这个王妃知道后心里委屈, 进宫找皇上哭一哭, 让皇上给我主持公道, 有什么不对吗? 冤枉她下毒, 还有害死老夫人, 可都少不了皇上的身影, 她不找皇上哭一哭, 给皇上添点麻烦都不应该。 苏察愣了一下。 这可真是一个妙招。 难怪王爷被王妃吃得死死的, 王妃这些女人的招数简直太可怕了。 果然, 府上还是要有一个女人, 有一个女人在后方守着稳住大局, 男人才能放手在前方厮杀。 看着脸色平静地临出酒, 苏察敬佩道。 王妃, 我总算明白王爷的用心了。 只有将临出酒训练的能独当一面, 愿意在天要不在时撑起王府, 天要才能真正地放心。 夫妻夫妻, 夫容妻能贵。 同样, 夫威妻亦会显, 要没有一点本事, 还真是坐不稳萧王妃这个位置。 临出酒唇角青阳, 略带嘲讽地说道。 明白她为什么非要我配得上她吗? 她配不上, 萧天要还不是要逼着她上, 她能退缩吗? 测马狂奔的萧天要, 突然感觉鼻子痒痒的, 有些不悦的皱眉, 可很快又舒展开了, 甚至冰冷的眸子, 还有一丝极淡的笑意。 三天到了, 临出酒必是在为给她写信而烦恼。 萧天要一向算无一策, 可是这一次她失算了。 在苏查来之前, 临出酒确实不知道要给萧天要写什么, 她这三天一直待在萧王府,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哪有什么可以给萧天要写的? 可苏查一来就不同了, 就凭苏查为了要她改称呼, 套交情的事, 她就能写一整页还有多。 谈完正事, 临出酒就让苏查去外面等, 她要给萧天要写信。 苏查看着临出酒笑眯眯的样子,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临出酒此时的神情, 和她想要算计留白时的样子太香, 让人不寒而栗了。 王妃。 苏查试着从临出酒嘴里套话, 可临出酒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直接让侍卫把她请了出去。 王妃。 苏查傻眼了, 她进出萧王府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待遇, 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而等她回过神时, 她已经被丢在外面。 我居然被王妃丢出来了。 苏查看着紧闭的门,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两旁的侍卫一脸同情地看着苏查, 顺带幸灾乐祸一下。 没了苏查的打扰, 临出酒重新铺上一张白纸, 一扫刚刚卧笔半天却不知道写什么的迥态, 洋洋洒洒地写了两页纸。 在信中, 临出酒详细地写了苏查要她改称呼的事, 当然, 具体过程省略了。 色重表明她在苏苏和茶茶两个名字中, 她选择了听着相对舒服的苏苏。 暗黑了苏查一把不算, 临出酒还在信中问萧天耀苏苏好不好听。 可以想象, 萧天耀收到这封信后会有多么郁闷。 苏苏? 临出酒到现在还没有这么亲密地叫过她呢, 结果却被苏查抢了先。 萧天耀的要求是三张纸, 临出酒便将御史谈和萧天耀的事写上, 同时把她的对策和想法说给萧天耀听。 临出酒知道苏查给萧天耀汇报时一定会说这件事, 可是她真的不知道要给萧天耀写什么, 那些什么想呀爱呀的情话她是真的写不出来, 太别扭了。 新写完, 应该, 庄信封, 同样用不怎么熟练的手法封口, 封口处依旧很丑, 可却比之前好了不少。 临出酒相信等萧天耀从前线回来, 她封的信一定会很漂亮。 将信封好后, 临出酒没有把苏查叫进来, 而是直接走了出去, 看到像门神一样站在外面的苏查, 临出酒笑得温柔。 苏苏, 信写好了。 听到临出酒的称呼, 侍卫先捧不住笑了出来。 王妃, 你给王爷写了什么? 苏查瞪了侍卫一眼, 舔着脸上前一副我很纯良的模样, 只可惜临出酒不吃她这一套。 想知道我写了什么,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苏查倒是想, 可是…… 王爷会杀了我? 这绝对是实话, 临出酒双手一摊, 一脸无辜。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苏苏, 时间不早了,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苏查只当没有听到临出酒后半句话, 继续问。 王妃, 你给王爷写信没有提我吗? 在外面站了这么久, 苏查该想的不该想的都想到了。 一想到, 天要得知王妃亲密地叫她苏苏, 苏查就觉得自己脖子晕脑袋, 随时都有分家的危险。 我给王爷写信, 替你干嘛? 临出酒白了苏查一眼, 一副你很奇怪的样子。 苏查一听, 立刻松了口气, 扬了扬手中的信, 王妃,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苏查走得飞快, 就好像身后有人在追她一样, 差点撞到了曹管家。 苏公子这是怎么了? 毛毛躁躁的。 曹管家嘀咕了一声, 却没有和苏查计较, 而是快步去寻临出酒, 见她从书房走出来, 忙上前道。 王妃, 蒙家的大管家说有钥匙求见。 蒙家? 可有说什么事? 说是和王爷有关。 去看看。 得知不是蒙家有事, 林出酒就放心了。 蒙家的大管家, 奉蒙家大老爷的命令来找林出酒, 只为给林出酒带一句话, 那就是, 有御史弹劾了萧天耀。 虽说事情已经解决, 可还是希望林出酒能提前做准备。 蒙家得知这个消息, 会提醒林出酒再正常不过, 只是, 这消息蒙家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 蒙家自从闭门守校后, 基本上就与外界隔开了。 林出酒不用想也知道, 必是有人利用了蒙家, 就像他利用了朱玉史一样。 今天谁到了蒙家? 林府的下人送了一些吃食过来。 蒙老夫人去世后, 林夫人隔三差五就会派人给蒙家送些吃食, 也不知是想做给谁看, 还是真心想要与蒙家修复关系。 林出酒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告诉舅舅, 让他不要担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让曹管家送走蒙家管家后, 林出酒坐在椅子上, 唇角青阳, 无声一笑。 苛帅就有人送枕头, 这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真心希望, 林相不要因为这件事被皇上削。 来人。 林出酒轻声唤道, 见下人进来才说。 准备马车, 我要进宫。 就在林出酒准备进宫时, 林相也与林夫人说起此事。 我只希望那孽女能聪明一些, 尽早将此事抹干净, 不然日后送到老夫头上, 可真正是吃闷亏。 林相在早朝上, 根本不想为萧天耀辩解, 可他没有选择。 像他这种没有根基, 却又位高权重的大臣, 如果没有皇上的支持, 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不管对错, 他都必须按皇上的心思办事。 老爷放心, 出酒一向聪明, 定能明白老爷的良苦用心。 林夫人素衣清淡, 笑得温婉。 自从林相上次发火, 蒙老夫人又去世, 林夫人的脾气越发得好了。 待林相更是温柔体贴, 趋意逢迎。 他确实是聪明, 可就怕他的心想着外人。 想到林出酒数次与他作对, 林相就气得咬牙戒齿, 恨不得从来没有生过林出酒。 老爷你想多了, 出酒那孩子一向尊重你, 怎么会向着外人呢? 一切身之间, 出酒许是被人利用了, 老爷要是得空, 不如多教教他。 林夫人垂眸眼去眼中的算计。 林夫人劝说林相亲近林出酒, 当然不是为了林出酒好, 他只是想要借此机会给皇后一个警告。 林夫人听到风声, 知道皇后有意认林婉婷为义女, 让林婉婷代替公主嫁给西武的皇子季风雨, 而这是林夫人不能接受的。 哪怕婉婷嫁到西武, 有可能当西武皇后, 林夫人也不能接受。 皇后答应过她, 会让婉婷嫁给太子, 日后她的女儿肯定能成为东文皇后。 又何必冒险嫁到西武去, 万一两国发生征战, 和亲的女子就会成为妻子。 林夫人此时劝林相亲近林出酒, 就是让皇后明白, 他们林家并不是只有太子一人可以支持。 如果太子不持婉婷, 他们林家是可以与太子皇后一脉站到对立面的。 林相不知林夫人心中的弯弯绕绕, 听到林夫人的提议, 琢磨着此事的可行性。 萧天耀不在京城, 要是能趁机收住林出酒的心, 让她对萧天耀产生嫌隙, 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可是, 想到掌握一切的皇帝, 林相又心生惬意, 要是皇上因此认为她倒向萧王, 她恐怕会很惨。 满朝文武谁都可以给萧王妃好脸色看, 唯独她不行, 她是萧王的老丈人, 她要是做得太明显, 皇上定会起疑。 林相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此事稍后再说。 她越发觉得, 把朱九嫁给萧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只是, 当时谁也不知道萧王的腿能好。 林相还不知, 和她坑女儿有的一拼的坑爹专业户林出酒, 已经换上素服, 进宫找皇上哭诉去了。 按说, 女圈有什么事应该找皇后, 林出酒这次却越过皇后, 直接找了皇上, 这么做是打皇后的脸, 可大家都明白, 林出酒为什么这么做。 林出酒一进殿就跪了下去, 委屈地哭道。 皇上, 臣父求您为我做主呀。 皇上现在看到林出酒就烦, 见状毫不客气地呵斥。 不顾提提成何地统? 皇上, 臣父为王爷委屈, 实在忍不住。 林出酒的眼泪就像装了一个开关, 皇上一说立马就收了起来, 只有脸上还有几道泪痕。 委屈? 谁敢给你和天药委屈收? 皇上一听就猜到什么事,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萧天药不在, 萧王府的消息还这么灵通? 皇上, 委屈的不是臣父, 是王爷, 我为王爷委屈。 臣父听闻, 诸语使坛和王爷私自进京, 如同舞雷轰顶。 皇上, 王爷冤枉呀, 三天前陪臣父祭拜的并非王爷, 而是王府的侍卫, 还请皇上明察。 果然是为这件事来的, 皇上听到林出酒这么说, 反倒不生气了, 他就猜到这件事不会那么顺利。 林出酒见皇上不开口, 继续说, 皇上, 朱玉使的弹劾简直是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 臣父不明白朱玉使是存了什么心思, 才会往王爷身上泼脏水。 他说的情真意切, 末了还不忘来一句总结。 皇上, 臣父为王爷委屈, 为出征在外的将士们委屈。 皇上听到林出酒的话, 眼中闪过一抹冷笑, 面上却温和地劝说, 小王妃, 你多心了, 天要一心为国, 没有人能陷害他。 皇上特别咬中一心为国四个字, 各种意思不言而喻, 林出酒只当没有听懂, 自说自话。 听到林出酒的请求, 皇上想也不想就驳了回去, 萧天要私自回京, 就为带林出酒去祭拜蒙老夫人。 可见萧天要有多么看重林出酒, 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能让林出酒去前线? 林出酒是萧天要留在京城的人质, 在战事没有结束前, 绝不能离开京城半步, 当然也不能死。 朕是那种是非不分的昏君吗? 御史弹劾天要这事, 朕会让人查清楚, 你且安心, 朕定不会让天要受委屈的。 皇上原是想着暂时将此事压下, 日后再翻出来跟萧天要算账, 可也知道萧天要不会坐以待毙, 只是皇上没有想到, 为萧天要清扫尾巴的人居然是林出酒, 他还真是给萧天要指了一个好妻子。 林出酒早就知道皇上不可能放他离开, 见皇上退让, 他见好就收, 象征性地哭了几句, 便在皇上的劝说下, 血恩退下了。 出殿后, 林出酒揉了揉酸涩的毛子, 在太监的引路下朝宫外走去, 不想刚走出议事殿, 就被皇后宫里的大宫女拦住了去路。 萧王妃, 皇后娘娘有请。 西皇子下毒一事发生后, 皇后就再也没有宣过林出酒, 她知道她就是下旨, 林出酒也不会来。 这次林出酒进宫, 皇后收到消息后特意让人来请, 她就不信林出酒还能拒绝, 确实, 林出酒无法拒绝, 只能跟着宫女过去。 皇后在偏殿等她, 身着便装, 看上去温和亲切, 林出酒进门后还未行礼, 皇后便温和道, 出酒, 快到本宫身边来。 林出酒抬眸看了皇后一眼, 只见皇后眼神平静, 一脸亲切, 就好像之前的事不曾发生一样。 这就是林出酒最佩服皇后的地方, 不管发生什么事, 皇后都能无视人一样和她相处, 就好像之前陷害污蔑, 不曾发生一样。 林出酒暗自叹了口气, 不急不时地走到皇后面前, 神色平静。 臣妇给皇后娘娘请安。 你这孩子, 快别多理。 皇后不等林出酒跪下, 便起身握住林出酒的手, 心疼地说道。 好孩子, 之前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后来本宫才知晓, 幸亏有你在, 不然小气他。 皇后说着说着, 眼眶就红了, 林出酒嘴角微抽, 低头不语, 看上去像是无声地 述说自己的委屈, 实际上她是不知道说什么。 皇后是不是忘了, 她现在不是皇后的晚辈, 她现在是皇后的弟媳, 皇后用哄孩子的语气 和她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皇后见林出酒不说话也不生气, 只继续说。 出酒, 蒙老夫人的事本宫听说了, 本宫知道你很难过, 可人死。 林出酒虽然不耐烦, 可还是用心听着, 就在此时, 医生系统突然发出提示音。 患者肾功能严重衰竭, 筋脉断裂, 有生命危险, 建议尽力医治。 皇后握住林出酒的那一刻, 医生系统没有提醒, 而是等到皇后的双手暖和急需, 医生系统才发出提示音。 听到提示, 林出酒愣了一下, 眼神不自觉瞄向皇后。 身体衰瘦, 有生命危险。 皇后病得这么严重, 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不对, 皇后的双手确实比正常人冰凉许多, 像是死人手一样, 一点温度也没有。 她因为习惯摸冰冷的器具, 手的温度也比常人低, 所以才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皇后的异常。 林出酒的异常引起了皇后的注意, 她关切地看着林出酒。 出酒, 怎么了? 我, 没事。 林出酒愣了一下, 忙抽出自己的手, 后退一步, 屈膝请罪。 臣妇失礼, 还请娘娘恕罪。 至于救皇后的事, 呃, 她从来没有考虑过, 不是她没有医者人心, 而是她不想找死。 你这孩子,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多礼。 皇后温和地扶起林出酒, 林出酒腼腆一笑, 似乎不好意思。 皇后笑着打去了一句, 又拉着林出酒闲话家常。 林出酒时不时硬上两句, 眼神却不自觉地描向皇后。 平缓的呼吸, 温柔的语调, 白皙红润的脸色, 完全看不出一丝病态。 要不是医生系统的诊断, 她怎么也不会相信 皇后娘娘的病情 已经严重到那个地步。 从医生系统的诊断来看, 皇后内脏都有衰竭的迹象, 只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 至于筋脉断裂? 如果医生系统的诊断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皇后现在正承受着 巨大的痛苦, 或者说皇后每动一下, 每走一步, 身体都会像是挣扎一样的疼。 而且不是一两天, 这种疼痛至少也在五六年, 甚至更长。 身上带着这样的痛, 皇后却能像无视人一样 谈笑自如, 还真是可怕。 是的, 在临初九看来, 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人, 都是可怕的人。 而皇后娘娘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她以后还得再小心一些。 临初九一想试, 眼神就有点飘忽了, 然后又漏听了皇后的话, 这下皇后也有几分不悦了。 初九, 你这又是怎么了? 啊? 啊, 啊, 皇后娘娘受罪, 臣妇最近身体不好, 精神有些恍惚, 一不小心就走神了, 临初九进宫给皇上哭诉, 当然不会打扮得光鲜亮丽。 为了表现自己受委屈的惨样, 临初九特意把自己的脸色弄得很糟糕, 和气色明亮的皇后比, 临初九更像是重症病人。 皇后轻叹了口气, 壮似责怪。 你这孩子, 身体不舒服怎么不早说? 本来还说让你去陪陪小七, 看你这样, 本宫也是不人。 话是这么说, 皇后却没有放临初九走的意思, 临初九也没有开口说走, 知道。 谢皇后娘娘体恤。 皇后提起七皇子,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七皇子身上, 可才开了一个口, 宫人就来报。 娘娘, 安王求见。 子安? 她怎么来了? 快, 请她进来。 皇后脸上带着笑, 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是。 工人宫身退下, 皇后一脸慈爱地看着林初九。 子安, 这孩子是个有心的, 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母后。 皇后这话明显是话里有话, 林初九轻扯嘴皮一笑, 只当没有听懂。 安王肖子安。 没了轮椅与病痛, 安王的风采终于完完全全地展露在人间。 一袭象牙白长袍, 一顶黑玉头冠, 趁得安王越发的气宇轩昂, 风流不凡。 随着他走进来, 屋内似有刹那的黑暗, 就好像所有的光芒都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 饶是林初九也不得不说, 安王的光芒着实刺眼, 宫中恐怕没有几个人能与之一争高相。 儿臣参见母后, 千岁千岁千千岁。 再平常不过的礼仪, 可由安王做出来却带着一丝骨韵,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在他的动作中。 免礼。 皇后笑得慈爱, 一副本宫很喜欢安王的样子。 肖子安起身, 随即又给林初九行礼。 林初九年纪虽小, 却是他的长辈, 这一礼林初九自然受得起, 只是他没有受。 安王不必客气。 肖子安只说了一个字, 便被林初九打断了, 他也没有再坚持, 谢过林初九后便转身与皇后说话。 肖子安今天是来看望皇后 与七皇子的, 理由是得了一味滋补的好药材, 不知道七皇子能不能用得上, 特意带来给皇后看看。 肖子安说话不快不慢, 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到好处, 很容易便让人产生好感, 然而是皇后也不得不说, 她无法讨厌肖子安。 光丰济月的肖子安是宫里的异类, 她的真, 她的诚, 让人无法抗拒, 即便明知肖子安今天来见她别有目的, 皇后依旧没法把人赶出去。 肖子安进来后, 话题的主动权很快就落到她手里, 不过她和肖天耀不同, 她并不是强势地将话题带走, 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做法一点点地影响你, 等到你反应过来时, 话题已经被她带沟里了。 临初九看着香坛盛欢的肖子安与皇后, 微微垂眸, 眼去眼中的笑意。 她已经明白了, 肖子安今天来见皇后, 就是为了给她解围, 怕她落到皇后手里吃亏。 想到之前被冤下狱, 整个皇宫也只有肖子安出面为她周旋, 她心里无法不感激。 不过是一个闪神的功夫, 肖子安与皇后就决定去看望七皇子了。 不过临初九没有去, 原因很简单。 她身上还带着笑, 虽说她这个嫁出去的外孙女不需要为外祖母守笑, 可临初九今天穿的肃静, 这模样不适合去看望病人。 仔细看会发现, 肖子安今天穿的也十分素养, 像是特意配合临初九一般。 皇后与肖子安要去看望七皇子, 临初九借机告辞, 皇后没有挽留, 虽然她的目的没有达成, 可在皇后眼中, 没有什么是比七皇子更重要。 临初九顺利离开, 肖子安则与皇后一前一后朝内殿走去。 拐进内殿的刹那, 肖子安回头看了一眼, 正好对上临初九感激的眼神。 她知道吗? 那一瞬间, 肖子安不知是窃喜还是不安, 总之, 她硬是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跟着皇后的脚步继续往内殿走。 这一次肖子安的心情明显又好了三分, 这事间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有一个人懂你。 临初九进宫好几次, 可她从来没有认真欣赏过皇宫的景色, 不是不想, 而是没有机会。 皇宫对她来说无异于战场, 她虽然不需要像皇宫里的那些女人一样, 为了争宠而勾心斗角, 但她要为了活着走出皇宫而费尽心力与宫里的人周旋。 宫里很美, 尤其是夕阳西下, 金色的光芒笼罩下来的那一刻, 整个皇宫都像是沐浴在金光之中, 黄灯灯的光线将皇宫照映得犹如一幅绝美的画卷, 让人一不开眼。 难得地放下心中的戒备和满腹的心思, 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欣赏, 去感受皇宫的美。 错落有痴的宫殿, 似成一景的假山、花园, 精致大气或者婉约秀美的石雕、木雕, 无一不引人注目。 临初九放缓脚步, 慢慢欣赏两侧的风景, 却不知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自己有多么的耀眼。 肖子安从皇后的宫里走出来, 得知临初九还没有出宫, 便快步跟了上来, 一眼就看到被金色光芒笼罩的临初九。 不管男女, 拥有美丽的外貌总是占优势的, 临初九很美, 五官很美, 身形更美, 不似时下女子的瘦弱。 临初九身形婀娜, 虽不至于夸张地说凹凸有致, 却也韵味十足。 可是, 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她的怜欲身形, 而是她的气质。 自信, 从容, 坚韧, 不屈。 一个很矛盾的女子, 却又出奇地合适。 肖子安真不知道林家到底是怎么养的, 怎么能把一个名门贵女养得这么奇特。 临初九缓步往前走, 肖子安也不去打扰她, 保持着十余米的距离跟在她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百余米, 直到临初九身边的小太监上前, 对着临初九说了一句话, 临初九这才停下脚步, 转身。 安王。 临初九朝肖子安走去, 她沿途慢悠悠地晃着, 并不是真的想要欣赏皇宫的景色, 不过是等肖子安出来, 对她说一句谢谢, 让她以后不必如此。 肖子安不欠她和肖天要什么, 没必要为了她们而惹得皇上不喜。 肖子安轻轻点头, 算是见礼。 黄沈, 还是不愿叫我一句子安吗? 临初九笑了声, 既没有应下也没有反驳。 我是来与你说一声谢谢的, 上次的事, 还有今天的事, 谢谢你。 黄沈实在太客气, 此案并没有做什么。 今天没有她, 临初九也能脱身, 上次她倒是想要做什么, 可不等她动手, 临初九就已经安全了。 临初九玩耳一笑。 时辰不早了, 我该出宫了。 肖王与皇上的矛盾摆在那里, 他与肖子安不可能成为朋友, 肖子安一再帮他, 只会引来皇上的不满。 临初九自认该说的话都说了, 他相信肖子安会明白, 他不需要肖子安报恩。 我送皇上。 肖子安摆出一个请的手势, 临初九想要拒绝, 可肖子安却是一言不发地在前面带路, 临初九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 两人的步子都不宽, 肖子安一边走一边给临初九介绍宫内的景色, 也不管临初九听不听, 他自顾自地说。 肖子安的声音温润清河, 每一个咬字每一处停顿都恰到好处, 哪怕是普通的景色, 到他嘴里也变得美好起来。 临初九从刚开始的抗拒到后来的接受, 到最后他偶尔还会问两句, 两人一路也算是相谈甚欢。 肖子安将临初九送到宫门口, 这才折回店内。 在临初九和肖子安看来, 这不过是寻常的一段路, 两人身后跟着一大堆的宫女、太监, 也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可是他们坦荡磊落, 旁人却不会这么想。 皇后收到消息,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原以为她真是为小气而来, 没想到, 也是一个虚伪的。 周贵妃则是快气疯了, 她和子安说了无数次, 不要去找临初九, 不要去。 她欠临初九的救命之恩, 自己已经还了, 子安却荡成耳边疯。 我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笨的儿子? 周贵妃气得快要吐血了, 有心想去皇上面前, 为萧子安解释一句, 可又怕弄巧成拙。 皇后和周贵妃都知道的是, 又怎么能瞒得过皇上的耳目, 只是这么一件小事闹得人尽皆知, 皇上反倒不肯相信表面上看到的真相了。 去查一查, 到底是意外还是巧合? 皇上吩咐身边的太监去查, 随后又照来密探问道, 临初九进宫苦锁, 是谁为他出的招? 皇上虽然知道临初九 并不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粗鄙, 可却不相信他有这样的头脑与本事。 密探头子周密低声说道, 今天苏家商铺的苏茶到了萧王府, 另外蒙家的管家也见了萧王妃。 据属下所知, 林相夫人这段时间, 隔三差五就给蒙家送吃食, 正好今天也送了。 看似什么都没有说, 实则什么都说了出来。 林相? 他也有了心思, 看样子朕对他太宽怠了。 任何人都可以倒向萧天耀, 但林相绝对不成, 他就是皇上养出来的一条狗, 皇上还没有让这条狗去咬人, 怎么可能让他叛主? 皇上挥退密探, 招来掌势太监。 去,告诉皇后, 该给太子选正妃了。 免得林家生出不该有的妄想, 不过皇上一向深谙, 打一棍子给个填枣的权术。 让皇后给七皇子挑两个半毒, 真看林相的小儿子不错。 如此一来, 即便没有林婉婷与太子的婚事, 林相爷与皇家紧紧地绑在一起, 不可能倒向萧天耀。 这个命令一下, 不仅仅是皇后, 就是林相爷很高兴。 皇上心里还是有我的, 七皇子是皇后嫡子, 太子登基后, 七皇子前途不可限量。 最主要的是, 跟在七皇子身边安全一样, 七皇子年纪小, 怎么也卷不到夺位争斗中, 至于拉拢林出酒的想法, 林相早已将之抛出脑后。 至于林夫人, 她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儿子有了前途她当然高兴, 可是女儿怎么办? 她的婉婷要怎么办? 林夫人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远嫁西武和亲, 可她也知道这件事求林相无用, 林相绝不会给她面子。 如果是以前看在蒙老夫人和蒙国公府的面子上, 林相还是会适当地妥协, 退让, 可现在, 林相绝不会为了林夫人牺牲到手的权势与利益。 在林相眼中, 没有什么比权势更重要, 为了权势, 她连儿子都能牺牲, 更不用提女儿了。 难道我要去求林出酒? 夜深人静, 林夫人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想着要如何解决林婉婷遇到的危机。 娘家渐渐衰败, 林相靠不住, 太子是个没用的, 她喜欢婉婷不错, 却不会为了婉婷去和皇上皇后顶撞。 我怎么就把日子过到这般田地? 林夫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短短半年的时间, 她和林出酒的处境就完全掉了个个, 好像自从林出酒出嫁后, 事情就完全超出了她的控制。 林出酒不受她掌控, 婉婷也不听她的话, 她对相府的控制权也越来越弱。 可是, 林夫人从来不是一个认命的女人, 她要认命的话, 当初就会乖乖地嫁给门当户队的婉库子弟, 而不是像今天这般成为相爷夫人。 我绝不能让婉婷家去歇我, 绝不。 哪怕为此暂时向林出酒低头, 她也认了。 林夫人在家交了林婉婷几天, 而后寻了个机会给萧王府递了张帖子, 说是要带林婉婷登门拜访, 管家将此事禀报给林出酒知晓, 林出酒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告诉林夫人, 我正为外祖母守孝, 不见客。 林出酒本以为吃了闭门羹的林夫人一定会很生气, 不想她第二天又让人递了帖子, 被去后再次递帖子上门, 连这五六天都给萧王府递帖子。 虽然动静不大, 可长此以往必然引人注意。 林出酒烦不胜烦, 林夫人第八次递帖子过来, 林出酒终于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对曹管家说道, 问林夫人到底有什么事, 只为看我一眼的话, 就别再递帖子了, 我还没有死。 林出酒可不认为, 她和林夫人还能兵释前嫌, 林夫人莫不是选择性遗忘了给她下毒的事。 林家很快就回了话, 林夫人说有事要见林出酒, 与她的母亲有关。 和我母亲有关? 林出酒想到蒙老夫人给她的信, 还有那块中央林家的令牌, 难道她真的不是林相亲生的? 林出酒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胡思乱想是不对的, 林出酒将自己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拍回。 你去告诉林夫人, 明天晨时, 我在萧王府恭候大家。 她相信林夫人敢找上门, 一定有重要的情报, 不然林夫人不会自取其辱。 曹管家躬身退下, 临走前不忘提醒林出酒一句。 王妃, 今天下午苏茶公子要来拿信了。 我知道了。 三天一封信, 已经成了萧王府的大事, 也成了林出酒最头痛的事。 她哪有那么多事跟萧天耀说呀。 上上一封信, 她写了皇后的病, 萧子安的事, 还有给孟修园检查的结果。 上一封信, 她直接在信上抄了两首情诗, 勉强填满了三张纸。 难道我要继续抄诗? 可是她会背的诗实在有限, 抄不出来呀。 林出酒快抓狂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林出酒在这位写信烦恼, 那边收到信的萧天耀也没有多高兴。 林出酒寄来的第一封信, 全是写她和苏查的事, 甚至还在信中问她, 苏苏这个名字有没有很好听, 有没有很亲切。 好听? 亲切? 她觉得死苏更好听, 更亲切。 第二封信, 忽略占了不到半张纸的皇后的病情不提, 接下来全是写萧子安与孟修远的事。 林出酒这是要干什么? 告诉她自己很受欢迎吗? 第三封信就更省事了, 不知从哪里抄来两首男子写给女子的情诗, 明显是敷衍。 一点也不认真。 萧天耀表示很不高兴, 所以她要写信好好地训斥林出酒一顿。 扑纸, 言末, 萧天耀提笔就写, 可是刚写出林出酒三个字, 外头就传来一阵喧闹声, 紧接着就是刀剑相交的打斗声。 新兵第一时间进来汇报。 王爷, 有刺客, 来人武功高强, 人数破多, 我们怕是抵挡不了太久。 刺客来袭, 信也没有办法写了, 萧天耀丢下笔出去查看情况。 来人兵分实录, 分别托住守在各处的兵士, 有两个武功高强者, 在同伴的掩护下杀到前方, 离萧天耀只有一个营杖的距离。 这两人武功高强, 普通将士根本不是对手, 萧天耀没有让手下的人做无畏的牺牲, 抽出腰间的长软剑, 纵身越斥两人面前。 手中的长软剑如同游龙, 朝对方的面门甩去。 一声嘴响, 正中刺客面门, 那刺客从额头沿着鼻子到嘴巴, 一瞬间被抽成血窟窿, 一张脸沦为魔鬼。 刺客参叫一声, 抬手反击, 却见萧天耀手中的剑飞向他的右手, 在刺客的手抬起的瞬间, 直接将其绞成碎肉。 刺客通得全身站立, 被抽歪的脸不受控制的扭曲起来, 可是萧天耀没有理会, 手中的软剑比鞭子还要灵活, 在半空闪出一道荧光, 直接刺入刺客的心脏, 手腕一串, 一声心脏碎裂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萧天耀扫向另一个刺客, 和刚刚的残暴灵力不同, 这一次他的剑慢了许多, 可是杀伤力却更甚。 萧天耀一剑毁了对方的双眼, 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拦腰将人劈成两半。 一声惨叫, 另一个刺客倒在地上, 看情形短时间内却死不了。 从初来到杀死这二人, 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萧天耀看也不看便收剑, 留下一个残酷的命令。 本王要他们活够十二个时辰, 那便是不将这些刺客处死, 而是要让他们承受十二个时辰痛苦的折磨。 至于审问, 萧天耀从来不审问刺客, 不管是谁派来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对手是哪些人。 哦, 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给林朱九的回信要怎么写。 林朱九那个女人真是太不乖了, 对她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 从来就没有让她满意过。 刚杀完人, 萧天耀身上的杀气还没有收敛, 她也没有收敛的打算, 带着这一丝杀气, 直接将自己的要求写上。 萧天耀的刺灵力无比, 锋芒毕露, 落在纸上就像一把刀, 光看着就感觉杀气扑面, 让人胆战心惊。 萧天耀写信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也没有篇幅的要求, 只写了一张纸便收了笔。 等到信纸上的油墨一干, 萧天耀便封了起来, 并在封口处夹盖了自己的丝章。 盖章的刹那, 萧天耀想到林朱九似乎没有印章一类的信物, 便招来暗卫, 让他把魔宫那块龙皇玉石取来。 萧天耀的印件, 就是用龙皇玉石所刻, 和前朝玉玺一样的材质, 放眼天下也只有中央帝国的皇室才有龙皇玉石。 暗卫听到龙皇玉石, 着实是惊了一把,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了, 低头硬是。 说假明白。 暗卫前脚走, 侍卫后脚就进来汇报。 王爷, 外面的人求情, 问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痛快, 他们可以说出主谋。 萧天耀没有回答, 知道。 主谋是谁? 会向他提出这个条件的人, 想必不是老朋友。 侍卫愣了一下, 立刻出去询问, 不久后得到消息。 王爷, 他们来自中央帝国, 至于具体的, 他们也不知道。 萧天耀应了一声, 摆摆手, 示意侍卫退下。 王爷, 外面那些人…… 哼, 本王有答应他们什么吗? 世卫本能地摇头, 在心里暗骂自己蠢, 中央帝国的人不知道他们家王爷的性子, 他还不知道吗? 居然问出这样的话, 简直蠢死了。 世卫悄声退下, 退到门口, 呼听萧天耀说道, 太吵, 拔了他们的舌头。 既然不知是中央帝国哪一家, 舌头留着还有何用? 世卫脚步一顿, 随即又如同什么也没有听到一般走了出去, 可是, 一走出营上, 世卫拔腿就跑了起来。 外面的哀嚎声听得人心烦, 确实是吵了一点, 可为此拔舌头, 王爷你真的不觉得太血腥了吗? 王爷, 你今天好可怕呀。 很快哀嚎声就消失了, 可那粗重的喘气声还在, 萧天耀的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无视人一般处理起公务。 走了二十多天, 他们离战场只有七天的路程, 这七天至关重要, 那些不想他出现在战场上的人, 一定会不要命地派人前来阻止,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而他, 绝不会让那些人有机会阻止他出现在战场上, 阻止他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京城有一个女人在等他, 这一战他一定要赢。 有了曹管家的提醒, 林初秋只得回书房琢磨要给萧天一, 要写什么, 鉴于前两次都是写别人的事, 林初秋想了想, 决定把自己的起居录写一份给萧天耀。 没有别人打扰, 林初秋在萧王府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早上起来, 用了膳后便是处理萧王府的事物, 萧王府许多事情都有旧力可循, 林初秋更多的时候只是听着。 树立完王府的事物, 林初秋便会去看那个被萧天耀接近王府, 据说是中央帝国花家的小少爷, 偶尔会抱着小孩出来晒晒太阳, 或者坐在他旁边给他念段书。 林初秋已经从苏茶嘴里知道了这个小孩的身份, 也知道了帝国七大家的花家。 哄完孩子, 差不多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闲事今生都是一个人, 虽然一个人吃饭很寂寞, 可他早已经习惯了。 用完膳, 林初秋散不消时后便会去午休两课中左右, 醒来后大多数时间在萧天耀的书房看书。 林初秋一向喜欢看书, 而来到这个世界后, 为了尽快地了解融入这个世界, 林初秋更是乐于看史书游记一类的书籍。 萧天耀的藏书很丰富, 光史书就有好几套, 不仅有现在四个国家的历史, 还有前朝的历史。 从书中, 林初秋稍稍知道了一些中央帝国的事, 也知道花家是中央帝国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 史书上还给记了一笔。 至于帝国邻家? 林初秋也在史书上找到了一笔, 好像帝国邻家是圣元王朝的重臣大族, 后来圣元王朝灭亡, 分成东文、西武、南蛮和北历四个国家后, 邻家就投向中央帝国。 当然, 像邻家这样的家族不止一个, 圣元王朝灭亡后, 许多家族都投向了中央帝国, 只不过邻家是最早的一批, 在中央帝国也颇受重用。 对此, 林初九道不缺的稀奇, 世家大族忠于帝王, 但更忠于自己的家族。 为了保存自己家族的传承, 投向中央帝国再正常不过。 有的世家为了保住传承而投向中央帝国, 也有的宁可牺牲也不肯背弃圣元王朝, 比如张俊柳家, 清和温家。 不过, 这两家现在已经消失了, 据说是隐世而居, 但林初九更相信是被灭族了或者败落了。 林初九最近就在看史书, 为了凑足三张纸, 他甚至还写了一些类似密史的东西, 比如圣元王朝分裂, 肯定不单单是因为前朝皇帝昏庸, 百姓起义造反, 这是十有八九和中央帝国有关。 圣元王朝灭国分成四个国家, 得到好处最多的就是中央帝国。 中央帝国从原来依附圣元王朝的小国, 一跃成了数一数二的大国, 甚至可以操控东文等四个小国。 而且, 史书上还说, 圣元王朝皇室血脉被起义军全部斩杀干净, 圣元王朝血脉灭局。 下手这么狠, 要说圣元王朝的灭亡与中央帝国无关, 林初九都不信, 反正只是自己胡乱猜想, 林初九也不介意夸张一点, 狠狗血地写上。 狡狠三枯, 圣元王朝皇室掌管这片大陆尚千年, 不可能。 写到这里, 已经写满三张纸了, 林初九想着再写下去, 说不定四张纸也收不住, 索性不写了。 为了让自己下次有内容可写, 林初九很无耻地断在这里, 还过胡了一句。 三张纸了, 剩下的, 下次再写。 可以想象, 萧天耀看到这封信会郁闷成什么样? 他誓要林初九至少写三张纸, 林初九却刚好卡到三张纸, 多一句都不写, 这是把给他写信当成不得不做的任务吗? 苏查绝对是比曹管家还要强大的存在, 明明已经忙成狗了, 可他就是能抽出时间, 亲自来萧王府取信。 王妃, 信息好了吗? 要我等你吗? 苏查笑得如同春风拂面, 可是, 知道苏查的本性后, 他就是笑得再好看, 林初九也不会上当。 写好了, 拿着。 林初九拿起书桌上已经封好的信件, 走到苏查面前, 将信递给他, 就往外走。 出去的时候记得关上门。 王妃, 等等。 苏查没想到林初九直接走人, 快步跟了上去。 王妃, 王妃前两天又遇到刺杀, 还受了伤, 你要不要给王妃带句话? 天耀最近交代下一大堆的事给他, 而且话里话外都透着火药味, 苏查敢拿他脖子上的脑袋发誓, 一定是林初九在信里给天耀写了什么, 不然天耀不会这么虐待他。 他哪天不遇到刺杀? 遇到刺杀这种话, 林初九已经听得不想再听了, 说来, 萧天耀还真不是一般的可怜。 据他从苏查口中听到的刺杀就不下十余次, 平均一天就要遇到一次刺杀, 带去的三万兵嘛, 有五千人牺牲在路上, 苏查难得神色严峻。 这次不一样, 据说出手的是中央帝国。 中央帝国? 他们怎么随意插手四国的事? 中央帝国要对付萧天耀, 还需要派刺客吗? 不知道, 应该不是皇室的行为, 许是哪个小家族的行动。 花家的人已经来了, 等他们从东门回去, 也许就没有人干打王爷的主意了。 希望吧。 林初九暗叹了口气, 又强达起精神问, 王爷还有几天才能赶到前线? 虽说到了军中也不一定安全, 可军中怎么说也有几十万大军, 萧天耀本身又有五神的实力, 那些人想要在军中暗杀他, 恐怕会很不容易。 没有意外的话, 还有四五天就能到了。 苏查预估着萧天耀的速度。 王妃这封信送到时, 王爷人可能就在军营了, 王妃你要不要多给王爷写点? 最好多哄哄天耀, 让天耀高兴一些, 这样我的日子已经好过了。 不必了, 我要写的都写上了。 萧天耀在战场上待了十几年, 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不下百余场, 林初九不认为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叮嘱萧天耀。 又一次被驳回提议, 苏查郁闷地步行, 转念想到林初九的阴险, 苏查不敢再劝说, 就怕林初九看出什么。 想到府中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事, 苏查头大如牛, 不由地加快脚步, 刚走到门口突然想起, 他忘了把京池来了的事告诉林初九。 真是忙晕头了。 苏查本想折回去找林初九, 想想还是算了, 反正京池只在暗中保护林初九, 又不会现身, 他下次来说也是一样的。 苏查拿着信快步上了马车, 他真的很忙, 可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疏忽差点酿成大祸, 他只记得京池, 却忘了跟着京池一起来的闯祸大王唐唐。 京池接了保护林初九的任务, 可是唐唐没有接, 唐唐跟着京池也认了一次门, 直到京池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待在萧王府后, 唐唐点了点头便溜了, 难得来一次东闻, 他怎么也要玩个够本不是? 唐唐和月影楼里的其他杀手都不同, 月影楼里的杀手各个性子阴冷, 一向喜欢躲在暗处, 可是唐唐天性烂漫, 明明已经十八岁了, 可被师父和几个师兄宠得像个小孩子, 正义感十足, 最喜欢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 每每惹来麻烦都让月影楼头痛不已, 可是大家又舍不得责怪唐唐, 因为唐唐是他们月影楼的吉祥物, 不过, 这次在北狱闯了大祸后, 唐唐收敛了不少, 知道皇城的人不能乱惹, 他克制自己, 哪怕看到不平视也没有出手, 只是正义感十足的唐唐实在无法忍受, 看到有弱者被欺负而不出手, 于是唐唐选择避而不见, 跑到城外去了, 他答应了京池师兄不再闯祸, 所以他忍, 可是城外也不安全, 他一出城就遇到福寿长公主和被他收服的侍卫, 说起来皇上还真是小看了福寿长公主, 也高看了他派出来的侍卫,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更不用说这朵牡丹花还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 只要福寿长公主轻轻勾勾手指, 那些个侍卫哪里还把持得住, 被关在城外的福寿长公主, 除了养伤的那几天安分些外, 又活跃了起来, 每日寻欢作乐, 游山玩水, 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除了身边的男人丑了点, 福寿长公主对男宠的姿色一向要求极高, 皇上派来的侍卫实在不堪入目, 要不是没有选择, 福寿长公主也不会委屈自己, 可一时委屈并不会代表永远的委屈, 当福寿长公主看到纯红齿白的美少年堂堂时, 他就决定不再委屈自己了, 那个人把他带过来, 福寿长公主高傲地下令, 侍卫愣了一下, 立刻明白了福寿长公主的意思, 四个大汉同时朝堂堂扑去, 堂堂愣了一下, 随即愤怒了, 他被人欺负了, 不能忍, 绝对不能忍, 堂堂撸起袖子就和侍卫打了起来, 堂堂的武功在月影楼是垫底的, 可对付几个侍卫却不成问题, 只是他忘了, 这世间有阴招一说, 于是堂堂中招, 被福寿长公主带走了, 临初九役只有让手下盯着福寿长公主, 甚至帮着福寿长公主瞒着皇上, 不让皇上发现福寿长公主在城外做了些什么, 福寿长公主绑走堂堂的事, 肖王府的暗卫看到了, 可不等他们禀报给临初九知晓, 就有人去救堂堂, 所以暗卫也就没有多管闲事, 天下不平的事多得去了, 他们事事都管就不用活了, 傍晚时分, 京池正准备去找肖王府的暗卫练练手, 顺便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还来不及有动作, 就收到了堂堂发来的求救信号, 看着天空中一闪而逝的紫阴, 矜持冷硬的面孔有片刻的军裂, 默默地吸了口气, 压下心中想杀人的狂躁, 转身朝城外奔去, 也不知堂堂这一次又惹了什么祸, 林初九半点不知, 萧天耀给她请来的保镖, 还没有执行保护她的任务, 就先出去杀人了, 一夜好眠的林初九, 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肖王府的事务, 便去见林夫人, 王府的下人早已将林夫人引进花厅, 林初九过来时, 林夫人已经喝了一盏茶, 可她却没有半点不耐烦, 见到林初九进来忙起身行礼, 见过王妃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 林初九的身份摆在那里, 她就是不能忍也得忍, 林初九等到林夫人行完礼才开口, 林夫人客气了, 坐吧 两人分主次位坐下, 林初九完全不与林夫人寒暄, 开门见山, 夫人找我有什么事, 直接说吧, 她没有兴趣陪林夫人打太极拳, 林夫人没想到林初九会这般直接, 愣了一下才说, 王妃, 我今日来找你, 是想和你谈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林初九和林夫人之间, 也确实只剩下交易可谈, 我用你母亲的事, 换你保护万天, 林夫人说这话时, 脸色有几分不自在, 林初九的母亲可是她的嫡亲姐姐, 我母亲? 我母亲有什么事? 她的死因吗? 林夫人眼皮一跳, 却仍旧平和, 王妃, 你别拿话试探我, 你说的我不知道, 我要说的, 是你母亲成婚前的一些事, 这件事, 家里只有我和我娘知道, 娘死后, 便只有我一个知道, 也许皇后娘娘也知道一些, 可我想, 你母亲虽与皇后亲近, 有些事, 却不会说的, 我娘成亲前的事, 既然外人不知, 我又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 说实话, 不管林初九还是园主, 都对那个早死的娘没有什么印象, 她的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母亲娘亲, 只有一个院长妈妈, 我既然找上门, 就不会骗你, 虽说当年之事无人知晓, 可有些事只要用心去查, 总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要不是想借林初九的力护住婉婷, 她根本不会说出来, 林初九一辈子不知道才叫好呢, 哦, 什么事, 林夫人请说, 林初九完全掌控了主动权, 将话题握在自己手中, 林夫人一时没有察觉, 张嘴就说, 那年你母亲十五岁, 我十二岁, 我和你母亲, 话开了头, 林夫人才反应过来, 忙打住, 你套我的话, 差一点她就把筹码说了出来, 我只是问一句, 说不说在于林夫人你自己, 从林夫人的话中, 不难猜测林夫人要说的是, 和她母亲的感情有关, 你 林夫人一脸恼怒, 转念想到今天来的目的, 又生生忍住, 忍得心肝肺都疼了, 林初九脸色不变, 端起茶杯, 惊烁一口 林夫人, 说说你的条件, 别狮子大开口, 你也说了当年的事并不是无计可循, 要求太多, 我宁可自己慢慢查, 你要相信, 萧王府可不是吃素的, 年份一说出来, 事情要查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一点林夫人自己也知道, 所以即便狠气临出酒阴险, 她也只能忍着, 林夫人深些了口气, 帮婉婷挡住这次和亲的事, 别让婉婷嫁到西武去, 原来是这件事, 我还以为, 夫人会让我帮助婉婷顺利嫁入太子府呢, 林初九略有几分嘲讽地看着林夫人, 费尽心机从她手中抢走与太子的婚约, 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知道林夫人有何感想, 林夫人脸部微臭, 强称着笑颜, 婉婷与太子的感情很好, 只要皇上不要她去西武和亲, 嫁入太子府是早晚的事, 这个时候就是死也要撑着, 就是后悔也不能说出来, 是吗? 林初九勾唇一笑, 见林夫人脸上的笑容快要捧不住了, 她见好就收, 林夫人, 你可以说了, 你答应了, 西武的羽皇子并不想去婉婷, 哪怕是应下林夫人的条件, 林初九仍不忘挖苦一番, 没办法, 她小心眼吗? 林夫人气恼, 没好气地说道, 西武的皇子不想娶我的婉婷, 难不成她还想娶公主? 简直是做梦, 皇上不会让公主嫁给她的。 明知林初九是故意气的, 林夫人仍是没有忍住, 她的女儿比林初九好一千倍, 一万倍, 西武的皇子有什么资格嫌弃她? 就算娶不到公主, 与皇子也不会去婉婷。 酸话说两句撩拨一下就成了, 林初九没有打算与林夫人做口舌之争, 不等林夫人开口, 她又说道, 与皇子想要娶谁都不重要, 我保证她不会去婉婷。 这事林初九真的一点也不担心, 季风雨又不是傻子, 她哪里不知林相的权利就如同空中楼阁, 看似权倾朝野, 实则全是泡友。 林家根基太浅, 所有的一切都依靠皇帝, 只要皇帝不想再用林相, 林相立刻就会被打回原形。 林婉婷一个皇后义女的名号, 半点用处也没有, 对季风雨来说, 林家绝非好的联姻对象。 当然, 对萧天耀来说, 林家也不是好的联姻对象, 要不是有皇上赐婚, 萧天耀绝不可能把林初九 列为妻子的人选。 林夫人不是林婉婷, 她虽气恼林初九说话难听, 可反驳两句后就明白, 林初九是在故意激怒的, 她不能上当。 林夫人暗自吐了口气, 借喝茶的动作, 平复心中翻涌的情绪, 待到冷静下来, 也不与林初九多说, 直接将她要说的事情说出来。 林初九的母亲15岁那年, 得了一场大病, 大夫说城外温泉庄子 更适合养病, 蒙家人便把她送到城外的别庄养病。 林夫人因为贪玩, 时不时也会去住几天。 有一次, 林夫人在别庄住了一个月, 而就是那一个月, 她发现了林初九母亲的秘密。 林初九的母亲在别庄养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就住在她的房子里, 林夫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蒙家后, 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蒙老夫人。 随后, 蒙老夫人去了一趟别院, 将林初九的母亲带了回来, 不过, 林初九的母亲没有受罚, 只是被拘在自己的院子里, 不许随意外出。 之后, 蒙家出了一件事, 蒙老太爷病重, 眼见着不行了, 有一个英俊的少年来蒙家拜访, 说是可以救蒙老太爷。 蒙老夫人亲自见她, 谈了什么林夫人不知, 只是那少年来了后, 蒙老太爷的病情见好, 而从那以后, 蒙老夫人就替林初九的母亲 婉拒了所有上门求亲的人, 并放话说她定了亲。 一年后, 林初九的母亲收到一封信, 然后她不顾家人的阻拦, 执意要外出。 蒙老夫人与老国公拦不住, 只能让她去。 半年后, 她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无人得知, 然后蒙家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定亲, 并在一个月内完成婚事。 说完这一段过往后, 林夫人还不忘提依据。 当时, 有人说姐姐回来时, 已怀有身孕, 而你也是姐姐嫁人七个月后生下来的。 不过稳婆和太医都说, 姐姐是受精早产, 你也和早产的孩子一样, 瘦瘦小小的, 说是养不活。 可后来姐姐, 硬是将你养大了。 林夫人说这段话, 虽然是不怀好意, 可她讲的也是事实, 这种事她没有必要骗林初九, 一查就能知道。 林初九无视林夫人的暗讽, 一脸平静地问。 当年那个少年, 姓什么? 林夫人似乎早料到林初九会这么问。 很巧, 姓林, 哪里人? 林初九知道林夫人没有骗她, 但绝对漏了重要的事没有说。 林夫人脾气很好, 有问必答。 据说是中央帝国的人, 姐姐当时从中央帝国回来。 林初九点了点头, 端茶送客。 辛苦夫人了。 结合蒙老夫人留给她的信, 林初九已经可以肯定, 她不是林相的女儿。 她心里早有准备,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对她来说, 是谁的女儿一点也不重要, 有没有父亲也不重要, 现在的她早已过了需要父亲的年纪。 你, 你怎么一点也不吃惊? 林夫人看着林初九平静的面容, 不敢置信地摇头, 林初九怎么能这么平静地接受? 不禁问。 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 林初九摇摇头, 不过是心里有了猜测, 但这些林初九没必要告诉林夫人。 夫人, 还有别的事吗? 林初九再次感人, 林夫人的脸皮还不够厚, 见林初九第二次感人, 只得起身, 只是临走前仍不忘说。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夫人放心。 对了, 我也提醒夫人一句, 今天的事, 最好别让林相知道。 虽然林初九猜测林相可能早就知道了, 否则也不会放任她自生自命, 默许林夫人让她嫁给萧天耀, 更不会与蒙家渐行渐远, 连绿帽子这种事都能忍, 林相果然野心不小。 林夫人走后, 林初九在花庭静坐片刻, 然后回了书房, 再次翻出史书, 翻到前朝灭亡前后的记载。 圣元王朝灭亡后, 林家是第一个投向中央帝国的, 也是唯一一个身为前朝大族, 却挤进中央帝国七大世家之一的家族。 看到这一段, 她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然后沿没, 铺质, 提笔。 有了上一次写观后感的心得, 这一次写起来一点障碍也没有。 首先, 她在信中补完上次未写的猜测, 说圣元王朝皇室肯定有后人留下来, 说不定某个中心的臣子会把自家儿子和皇子换, 让自家儿子带皇子去死。 这种狗屑的猜测, 明显能看出林朱九重电视剧读太深了。 补完上次的内容后, 林朱九在信中写出林夫人来找她谈的交易, 而林夫人的话让她肯定, 自己果然不是林相的女儿, 她十有八九是中央帝国林家的后人。 我在书中看到有关林家的记载, 猜测当年, 林家肯定是很早就背叛了圣元王朝, 甚至是林家勾结中央帝国, 划解了圣元王朝。 写完这一段后, 林朱九还开玩笑似的道, 老天保佑, 可千万别让我遇到圣元王朝皇室后人, 不然, 我这个落单的林家后人可就惨了。 虽然, 我知道我是无辜的, 可当皇帝的人都喜欢株连九族, 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动我这个落单的林家宁。 七七八八写完, 正好三章, 林朱九利落地收笔, 通篇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错别字, 果断封口。 对于将自己的身世说给萧天耀听, 林朱九一点压力也没有, 萧天耀娶她从来都不是因为她父亲是林相, 她的父亲是谁都帮不了萧天耀, 如果萧天耀真要为此事而舍弃她, 那么她只会说姓姓。 姓姓她虽然失了心, 可还没有失身, 她虽不是失了真结就无法苟活的女人, 却也想将自己珍贵的第一次留给同样珍重她的男人。 这封信是下一次的任务, 林朱九写好了没有线再发, 而是将其收了起来, 准备等苏茶后天来取信时交给她。 当锁好信, 林朱九还来不及将钥匙抽下来, 就听到曹管家在外面大喊, 王妃, 不好了, 不好了。 曹管家这么着急, 可见事情确实很不好。 王妃, 不好了, 我们被禁卫军包围了, 禁卫军说要搜府。 曹管家砰砰地敲着书房的门, 即便房门没有锁, 曹管家也不敢胡乱闯进去。 搜府, 出了什么事? 林朱九将盒子锁上, 抽了钥匙就往外走, 打开书房的门, 就看到一脸愤怒的曹管家, 不怪曹管家生气, 实在是太气了。 萧天耀一不在, 皇上就把萧王府当软包子捏, 肆意欺辱。 现在让禁卫军围了萧王府就更过分了, 这事一旦传出去, 让他们萧王府如何立足? 王妃, 福寿长公主遇刺, 命在旦夕。 福寿长公主一口咬定, 行凶的人, 是我们萧王府的人。 曹管家知道的也不多, 他也是从禁军嘴里问出来的, 禁卫军说, 被皇上软禁在城外别院的福寿长公主遇刺, 有目击证人认出凶手是萧王府的人, 皇上得知后大怒, 现在萧王府正被禁卫军包围。 福寿长公主遇刺? 林朱九眉头微皱, 招来安普。 怎么回事? 谁伤了福寿长公主? 安普丹西跪在地上。 回王妃的话, 昨天福寿长公主绑了一个少年, 我们准备出手相救时, 发现有人来救那少年, 我们便没有出手。 被绑的少年当天晚上就被救走了, 至于福寿长公主出了何事? 我等不知。 这件事他们萧王府没有错。 伤福寿长公主的是何人? 查出来了没有? 兵符寿长公主的人, 没有看清那人的长相。 被绑的少年也很陌生, 我们不认识。 金池和堂堂都是杀手, 平时极少在人前露面, 见过他们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 苏茶身边倒是有人见过, 但林初九与萧王府这边 却没有人见过他们, 不知他们的身份再正常不过。 问不出所以然, 林初九也不急, 对曹管家说, 把领头的人请进府, 切不可怠慢皇上的人。 萧天耀不在, 他不可能出去与那些人叫板, 平白失了身份。 是。 曹管家见林初九从容不迫, 没有半思怒意, 心中的那股火气也淡了下来, 皇上针对他们萧王府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们要是事事生气, 不得早早气死。 林初九让曹管家把人请进来, 却没有第一时间去见他们, 而是先去换了一身衣裳, 百足王妃的款。 面对姗姗来迟的林初九, 禁卫军统领李正是满肚子的气, 见林初九进来也不省礼, 嘲讽道, 萧王妃你可算是来了, 再不出来, 辈职都要怀疑, 你把人藏了起来。 一开口便把罪名定下, 还真不是一般的嚣张, 要换作常人, 怕是立刻就要恼了。 林初九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在侍女的搀扶下, 从李同岭身边越过, 在主位上坐下。 整个过程, 林初九根本没有看李同岭一眼, 完全无视他和他身后的侍卫, 直接把人晾在那里, 像是木桩子一样处在花厅里。 下人奉来茶, 也只有林初九一杯, 李同岭一行人再次被忽视。 林初九端起茶杯, 轻轻地吹着茶水上的茶叶, 慢悠悠品着, 完全没有开口的打算。 李同岭等了许久, 也不见林初九开口, 不由皱眉。 这位萧王妃是什么意思? 莫不是以为这么干耗着, 就能让我妥协? 实在是天真。 李同岭双手抱拳, 主动说。 萧王妃, 妃职奉命查找刺杀长公主的刺客, 还请萧王妃行个方便。 行方便? 行方便让你带人查我的萧王妃? 林初九怒吓, 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放下, 声音之大让人心惊肉跳。 李同岭是吧? 你进来前是没有看到萧王妃的正门口那三个字, 还是不识字? 萧王妃正门口挂的牌匾乃是先帝亲笔所写, 整个京城也只有萧王妃是先皇亲自所提的牌匾, 有那块牌匾在一般人轻易不敢乱闯, 这也是禁卫军只为不尽的原因。 李正双手抱拳, 低着头却不是认错。 奉命?奉谁的命? 本王妃不相信, 皇上会随便下令搜查萧王妃。 萧王妃, 狐授长公主欲赐已是证据确凿, 皇上命卑职搜查萧王妃也是情非得已。 长公主是王妃的姐姐, 还请萧王妃将刺客交出来。 李正一口咬定, 刺客就在萧王府, 怎么也不肯退让。 证据? 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我倒是不知, 我府上什么时候有刺杀长公主的刺客了? 林初九真的是气诈了, 扶寿长公主受了伤就说刺客是她扶上的, 凭什么? 就凭扶寿长公主和她有仇吗? 就算有仇又怎样, 他林初九还不至于蠢到派刺客出手。 来人, 去, 把人带上来。 李正对身后的侍卫说道, 可那两个侍卫一出门就被萧王府的侍卫拦住了。 李正看向林初九, 眼露不满。 萧王府? 林初九头也不抬。 陪他们走一趟, 别让他们在萧王府乱逛, 这是萧王府,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园子, 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在里面乱走的。 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对李正说的, 李正手心微微冒汗, 心中引有后悔之意。 他原本以为萧王不在京城, 林初九一个女人再强也有度, 现在看来这个女人一点也不软眠, 底气足得很。 萧王府到底有多少侍卫, 才能让萧王妃如此理直气壮。 想到皇上的交代, 让他摸清萧王府的防御与侍卫数量, 李正心里就不安了起来。 这个任务似乎不好完成, 可是他没有选择。 如果不能趁萧王不在, 把萧王府的防御情报弄到手, 等萧王回来就更没有机会了。 在萧王府侍卫的陪同下, 禁卫军很快就带了两人上来, 这两个人一个是福寿长公主身边的护卫, 另一个来自北域。 李正将两人身份介绍完后, 指着那名北域汉子道, 此人来自北域, 是北域府台请来的清客, 姓胡明川。 胡大侠昨晚正好看, 刺杀福寿长公主的刺客逃离, 很不巧那两人曾在北域犯事, 杀了府台的儿子, 最后却因萧王府的人出面而无罪释放。 明显对方是有备而来, 有些事苏查没有瞒着林初九, 京池和堂堂在北域犯的事, 林初九全部知道。 禁卫军统领李正义说, 林初九就知道, 这次皇上和福寿长公主没有冤枉的, 自杀福寿长公主的人十有八九就是矜持, 而堂堂必然是被福寿长公主看上, 然后强行绑了去的少年。 林初九郁闷得不行, 可也知这件事他不能认, 反正不管怎么样不能让禁卫军搜萧王府, 真要搜也不能让他们活着出去。 李正将事情经过一一说明后, 见林初九不吭声, 再次提出要带人进去搜刺客。 萧王妃, 你且放心, 非知只是搜查刺客, 绝不会破坏萧王府的一草一景。 林初九没有理会李正的话。 北域的事我听说过, 好像就是一个月前的事对吧? 李正不知林初九为何突然提起此事, 犹豫片刻后才点点头。 是的, 越于前萧王府派人出面干预此事, 或是北域王不得不放人。 李正不忘抹黑萧王府, 包庇杀人凶手可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好事。 李统领不必阴阳怪气地说话。 北域府台的儿子因何而死,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我们萧王府一向按律法行事, 杀人偿命不错, 可当时情况特殊, 要不是那少年出手, 府台之子不知会杀多少人。 我们家王爷仍在京城, 与北域之地的人并无交情, 不过是听到此事, 路见不平罢了。 林初九轻描淡写一句话, 便将萧王府宅得干干净净, 撇清他们与京时的关系, 和杀手交好这种事, 不需要放在明面上说。 李正皱眉, 眼见话题就要被林初九带歪, 忙说道。 王妃说的是, 北域王判的少年无罪, 那少年必然是无罪, 可杀府台之子无罪, 并不表示刺杀长公主也无罪。 长公主此时危在旦夕, 还请王妃行个方便, 让卑职将刺客抓出来, 好让长公主安心养伤。 李正这话十分阴毒, 不仅按指林初九阻碍她捉拿刺客, 还有话外之音, 要是长公主因此有个三长两短, 责任还在林初九。 林初九摇了摇头, 本王妃十分好奇, 李同龄你是文官出身, 还是武官出身? 小王妃, 这事与捉拿刺客无关。 李正黑着一张脸, 显然十分不喜, 林初九身后的翡翠上前一步, 附在林初九耳边悄声道。 王妃, 李同龄的父亲是汉林学士, 李同龄从小习武艳闻, 李学士对李同龄十分不满。 翡翠的小声, 就是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 林初九点头。 难怪李同龄说话与一般的武将不同, 原来是家学渊源。 最后一句话, 讽刺的意味十足, 李正一脸愤怒。 萧王妃, 你这是在拖延时间吗? 拖延时间? 本王妃需要吗? 林初九微微往后靠懒懒的抬眸, 看似随意, 实则气势凌人。 李正受其影响, 背脊一挺, 站得笔直。 萧王妃, 一再阻拦我当执行公务, 你这是要抗旨吗? 抗旨? 不, 本王妃不敢违背圣上的命令。 林初九松口了, 可惜李正还来不及高兴, 就听到林初九话风一转。 但是, 萧王妃也不是你想搜就能搜, 想查就能查的地方。 萧王妃, 你想如何? 李正知道, 林初九这是要提条件了, 提条件没关系, 她现在就怕林初九不提条件。 不如何? 你们想要搜萧王妃可以, 但是, 要是没有搜到什么狗屁刺客, 搜我萧王妃的人, 得全部留下。 最后一句话杀气十足, 把众人吓了一跳, 李正一愣皱眉道。 萧王妃, 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林初九又收起刚张开的刺, 一脸平和地说着杀气腾腾的话。 本王妃准你们搜, 搜到刺客本王妃无话可说, 可要是没有搜到刺客, 你们就给我把命留下。 萧王妃, 你太过分了。 李正心中一领, 左右为难, 她虽然肯定行凶的人与萧王府有关, 却不敢肯定人藏在萧王府, 他们不过是以此为借口, 趁萧天耀不在, 探一探萧王府的虚实罢了。 自从萧天耀大婚那晚遇刺后, 萧王府的防御就全部换了, 他们派来的人连墙都翻不过去。 过分? 过分的到底是谁? 你们凭什么只凭府台倾客的一句话, 就带着一堆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萧王府, 说我窝藏刺客, 还想搜萧王府, 简直是好笑。 林初九冷着一张脸, 不笑的时候那张艳若桃李的脸变严肃得紧, 很能唬人。 你们信心十足地来我府上搜人, 一口咬定我窝藏了刺客。 怎么, 唯一说到要拿命来抵, 你们就没有这个信心了吗? 当然不是。 李正觉得自己现在是骑虎难想, 之前说的有多肯定, 现在就有多难下台。 不是最好。 林初九仰手, 对着半空拍了下巴掌。 暗谱, 出来。 王妃。 引在暗处的暗谱, 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花厅, 李正脸色微变, 低头掩饰自己的失态。 萧王府果然是藏龙卧虎, 他居然不知这附近有人。 林初九看也不看李正, 对暗谱说道, 李统领要带人搜查我们萧王府, 你让人盯着, 不要妨碍他们搜查, 但如果他们搜不到刺客, 把人留下来。 林初九十分肯定, 荆池和他师弟没有在萧王府, 就算人在萧王府, 李统领也绝对找不到人。 所以, 今天只要那些敬畏军踏入萧王府, 就表示他们离死不远, 而林初九显然是不会心软的人。 王妃, 此事。 李正见林初九这般笃定, 心中产生动摇, 他们来萧王府更多的是为了探查萧王府的情况, 要是人查完后就处死, 那他们还有查的必要吗? 可他一开口就被林初九打断了。 李统领不必多说, 我一定会遵旨办事, 你们尽管查, 府上的人绝不会阻拦你们, 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林初九说得大义凛然, 可在场的人都明白, 林初九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那就是, 事后要你们的命。 林初九的话让李正十分为难, 搜还是不搜? 搜十有八九就是一死, 不搜的话他们怎么回宫复命? 就在李正权衡利弊, 取舍两难之际, 林初九再度无耻地开口,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后你们不开始搜, 就给我滚出萧王府。 说完, 也不管李正怎么想, 直接让曹管家点上一炷香。 李统领, 看清楚了, 事后可别说我坑你。 林初九话是对李正说的, 眼神却落在那个来自北域的胡大侠身上, 林初九这人从来不相信巧合, 这位自称是胡川的人出现得太巧合, 看到的事也太巧合, 更巧的是, 他还是北域府台请来的清客, 要说这位胡川大侠不是追着京池与他师弟而来, 林初九都不信, 不过这些和他没有关系, 他请的杀手不是祖宗, 京池师兄弟惹的事他管不着, 也没有必要管。 香点燃, 林初九端起茶杯, 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茶水微凉带着一丝苦涩, 林初九却不在意, 左右他不懂得品茶, 能喝就成。 他是悠闲了, 可苦了李正, 李正本来还想派人进宫, 询问皇上要怎么办, 可林初九一炷香的时间摆出来, 李正就没辙了。 萧王府那块牌匾, 怎么说也是先皇心刺, 他们再放肆也得有个度, 不然引得双方打起来, 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 怎么办, 怎么办。 李正此刻后悔死了, 早知道他就不该接这个任务, 果然, 萧王府的任务都不好接, 虽然办成了一定能力大功, 可迄今为止, 也没有一个人办成过萧王府的差事。 一炷香的时间就那么短, 风一吹, 燃得更快, 很快就剩下小尺长短, 曹管家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李统领, 香快燃完了, 你再不做决定, 可就来不及了。 李正抬头, 死死盯着那炷香, 瞳孔倒映出香炉的影子, 同时也泄露了他的不安。 林初九笑了一声, 放下茶杯, 站起来说道, 李统领是茶还是不茶, 不茶就滚出去, 本王妃没空陪你玩。 哇。 李正扭头看向林初九, 就见林初九从容不迫, 自信十足。 李正心中萌生退役, 转念想到皇上的交代, 李正又不敢后退半步, 他不断地在心里告诉自己, 装的, 小王妃一定是装的, 小王不再请求, 小王妃一个女人能顶什么事? 说不定见到血就怕, 哪来的胆子杀敬畏君? 他就不怕皇上罚了吗? 对, 一定是这样。 小王妃一定是吓唬他, 他根本没有胆子杀人。 这么一想, 李正渐渐冷静下来, 暗自吸了口气, 平定心神, 看着林初九咬牙说道, 搜! 林初九挑眉, 似乎有点意外, 不过很快就没事人一样, 对曹管家道, 曹管家, 通知府上的人, 配合李统领搜查, 暗谱, 你盯紧了人, 可别让人混出去。 林初九再一次暗示, 他要杀人一事, 李正的心跳咯噔一停, 眼中闪过一抹害怕, 不过很快又平静下来, 对身后带进来的侍卫说道, 你, 还有你, 带一队人马去搜。 他虽然告诉自己, 萧王妃不敢杀人, 可他却不敢冒险, 只好让属下出面。 李正虽然什么也没有说, 可这举动就说明了一切, 林初九勾唇一笑, 嘲讽道, 这个聪明人指什么, 大家都明白, 李正的脸色一阵轻, 一阵红, 而他身后的侍卫则是惨白着一张脸, 可是官大一急压死人, 李同领的命令他们不敢不听, 两个年轻的侍卫出列, 去外面点了一列人马进来, 李正本想让他们直接去搜, 林初九却叫住众人, 让曹管家将他说的规矩重复了一遍, 静卫军原本信心满满, 听到林初九的话有不少人露了气, 眼神闪烁, 似有不安。 你们现在还有机会, 转身出去还能留一条命。 林初九不介意做个煽动人心的坏人, 当然他知道煽动不了, 所以他又说道, 你们可要记住了, 上你们送命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们的统领, 做了鬼要报复, 我朝你们李统领去。 林初九妥妥地给李正拉了一堆仇恨, 这些人要是死了, 他们的家人肯定会把账寄到李正身上, 或许不会, 因为他们是奉皇命办差。 一杆静卫君不敢吭声, 低着头站在院外, 李正见林初九故意煽动静卫君, 有些拿不准林初九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林初九不知, 就冲着他这句话, 他们这些人就是查不到刺客, 也要弄一点线索出来, 毕竟谁也不想死。 林初九才不管李正怎么想, 说完煽动人心的话后挥了挥手。 好了, 去查吧, 祝你们好运。 说完就走回花厅, 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 毫不在意静卫君的行动。 李正站在院外, 看了一眼分散开来, 前往萧王府正院内院搜查的静卫君, 想了想还是折回花厅, 他守着林初九。 萧王府很大, 虽说李正带来的静卫君不少, 可要仔细搜查的话, 没有两三个时辰根本查不完。 林初九也不着急, 让人端来茶水点心还有书籍, 悠闲地坐在那里看书。 当然, 茶水点心没有李正等人的份, 他们只能饿着肚子站着。 日头渐弱, 太阳的余晖洒向大陆, 橘色的光芒折射进萧王府, 使得冷硬空旷的萧王府柔和了不少。 可是, 李正的心却渐渐冰冷。 眼见天就要黑了, 他们仍旧什么也没有找到, 至于进去搜查的人, 有没有查出萧王府的兵力与防御, 李正此时还不知晓, 他也不知自己今天还有没有机会知道。 越是接近尾声, 李正心中越是不安, 林初九太平静了, 萧王府的人太配合了, 明明是搜查, 可却一点声响也没有, 这样的安静让他很不安。 现在, 他相信林初九说的是真的, 这个女人真的会杀了那些冲进萧王府正院与内院的敬畏军。 懊恼, 后悔, 种种情绪涌上心头, 李正看着林初九想要说什么, 可每每张口总是说不出来。 时间悄然流逝, 夕阳的余晖渐收起, 李正心中的不安也到达顶顶, 然而就在此时搜查的静伟军出来了。 没有, 他们都快把萧王府查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所谓的刺客。 至于萧王府的防御与布局, 他们倒是留心查看了, 心里也有底, 可是他们有活着说出去的可能吗? 一杆禁卫军面色凝重地从主院和后院撤出来, 站到花厅外, 等待属于他们的判决。 李正走出来, 问向领头的人。 查到没有。 领头的人, 也就是吃钱陪着李正一起站在花厅的人。 听到李正的问话, 双手抱拳, 上前一笔。 回头您的话, 卑职没有在萧王府找到刺客。 至于萧王府的防御, 领头的人给了李正一个暗示, 表明他们查到了。 这个答案在意料之外, 可又在情理之中, 李正默默垂谋, 表示自己收到了, 只是, 现在要怎么出去呢? 可又查到什么线索? 查不到刺客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 他也能往萧王府头上扣帽子。 领头的人面如死灰, 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有。 萧王府干净得很, 找不出一丝可疑的东西, 他们倒是想趁机放一点东西进去, 可萧王府的暗卫如影随形, 根本不给他们可趁吃鸡。 别看萧王府占地大, 人又少, 实则如同铁桶, 他们想要趁乱下手, 完全不可能。 没有吗? 这三个字, 李正说得异常沉重。 是的, 大人, 飞之什么也没有查到。 领头的侍卫见李正这样, 就知他没有在萧王府手上讨到好, 他们这几个进去搜查的人, 恐怕是要惨了。 我知道了。 李正沉重地点头, 转身想要去跟林初九好好说道, 可还没有抬腿就看到林初九走了出来。 哭作了一个下午, 林初九却没有一丝不满, 依旧优雅滑贵, 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 李统领, 查完了吗? 林初九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外面的侍卫, 浅笑盈盈的毛子没有一丝杀意, 这让李正心生侥幸。 也许, 萧王妃没有那么暴力, 她只是说笑的。 这么一想, 李正勉强冷静下来, 双手抱拳, 恭敬道。 啊, 回萧王妃的话, 为之已经查完了。 哦, 那查出什么没有? 明知这群人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林初九还说这话, 明显是个影人。 李正心中懊恼, 面上却不敢表露, 头埋得更低了。 卑职打扰了王妃清静, 还请王妃恕罪。 这么说, 就是什么也没有查到了。 林初九挑眉反问, 见李正点头后又说道。 李统领, 你们要不要再查一次呢? 免得旁人说我阻拦你们办差。 李正跪下, 卑职不敢! 请孝王妃恕罪! 如果请罪能让林初九息怒, 李正不介意多跪一会儿。 李统领这是做什么? 快快请起。 林初九见人跪下, 嘴上说的客气, 人却是一动不动。 本王妃可受不起你这一跪, 传出去, 不得说我们萧王府正式欺人? 卑职不敢。 请孝王妃放心, 今天王府内发生的事, 卑职等人绝不会外传! 外面没有传言, 却不会有人知道皇上派人搜了萧王府, 萧王不会落面子, 所以林初九可以放过他们了。 这一点本王妃相信, 今天的事绝不会外传。 林初九点头附和, 就在众人以为有希望时, 她又说道, 死人是不会传消息的, 你们查之前本王妃就把规矩说了, 既然你们不再查一遍, 那就按规矩办事。 林初九神色淡然地开口, 好像不是下达杀人的命令, 而是在说今晚吃青菜好了, 李正听到林初九的话, 脸色一白, 盲抬起头。 萧王妃, 我等乃是御前侍卫, 你无权处置我们。 李正在心中默默盘算, 真要动手, 他们有几成胜算。 如果能杀出去, 他不介意放手一搏, 左右萧王不在京城, 就算出了事, 他们顶多也是被皇上处罚一下。 林初九一个女人, 根本不能拿他们怎样。 林初九漂亮的眸子杀气凛凛, 看着李正。 有没有权不是你说了算, 在我的萧王府, 就得按我萧王府的规矩办事。 李统领, 本王妃说出去的话, 就一定会做到, 不然传出去, 以后谁还将我放在眼里。 王妃, 你不能。 李正还欲再说, 林初九却是一甩衣袖, 直接对萧王府的侍卫下令。 一处相后, 除了在花厅的四人外, 其他人全部出去, 不得让他们活着走出萧王府。 林初九丢下这话, 转身就朝内院走去, 他不想听到医生系统 提醒他救人的命令。 王妃, 北枝是无辜的, 王妃饶命啊! 李正上前欲为手下的人求情, 可他一动就被引在暗处的侍卫压住。 其他禁卫军也是一样的待遇, 他们想要反抗, 可刚拔刀就被萧王府的暗卫制住了。 各位, 对不起了。 暗卫指刀捅向面前的禁卫军。 禁卫军大惊, 慌忙挣扎。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御前侍卫, 你们敢, 王妃, 饶命, 饶命啊! 王妃, 饶命, 饶命啊! 身后传来禁卫军的惨叫声与求饶声, 偶尔还有打斗声, 林初就听着这些声音, 面无表情。 他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知道人命很宝贵, 知道自己是刽子手, 知道自己很残忍, 知道那些侍卫大多是无辜的, 可那又怎样? 在这个人命如草菅的时代, 他不杀人就要等着被杀, 这些禁卫军闯进萧王府, 真的是为了找什么刺客吗? 真当他傻呢? 皇上既然知道刺杀福寿长公主的人是谁,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京池和他的师弟没有进萧王府? 皇上派禁卫军进来搜查, 不过是想探探萧王府的虚实, 林初九要是放任这些人离开, 等待他的就是死, 皇上不会放过他和萧天耀, 再说了, 这一次他要是退让了, 以后发生类似的事, 他要退到哪里去? 为了守护萧王府, 为了活命, 他必须狠, 哪怕双手染血也在所不惜。 一共四十六人, 一刻钟后, 四十六具尸体横躺在萧王府花庭外, 鲜红的血将地面染红, 为这暮色增添了一抹色彩, 也趁得不远处的绿叶红花更加娇艳。 在林初九面前, 笑得有些小谄媚的曹管家, 此时冷着一张脸, 连平日里眯起来的小眼睛, 此时都完全睁开, 只是那双眼睁开后, 没有一丝人类该有的感情。 把尸体抬出去, 挥起。 曹管家开口, 粗雅的声音无端端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萧王府的侍卫立刻行动, 两三具尸体叠在一块, 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法, 总之尸体叠在一起, 却没有掉下来。 一具具尸体被抬了出去, 很快就被轻轰了, 只剩下李正几人还站在那里, 他们不是不想走, 而是被暗卫扣住, 根本走不了。 看着脚下星红的地面, 李正脸色非常难看, 挣扎了一下, 却挣不开暗卫的前置。 曹管家看着他, 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扯出一抹冷硬的笑。 放了李同龄, 送李同龄出去, 是。 暗卫松开李正, 李正受惯性影响往前栽倒, 险些摔倒在地, 靓将两步站稳后, 指着曹管家说道, 你们, 萧王府很好, 我记住了。 李正刚刚真的被吓到了, 萧王府的侍卫杀起人来, 真正是掩也不掌, 那手法能令人被一挤发麻, 净五十个人呢, 说啥就啥, 简直没有人性。 那就劳烦李同龄记住奴才这张脸了, 下次来萧王府可别认错了。 曹管家完全不将李正的威胁放在眼里, 见李正还没有走, 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怎么, 李同龄还不走吗, 要奴才送你。 曹管家嘴里称奴才, 可那气势却不是一个奴才该有的, 李正气得吐血, 可看着虎视眈眈的暗卫, 李正只能咬牙认簪, 气狠狠地往外走。 不用想也知道, 李正定是回宫告状去了, 死了人还死了这么多人, 不管事情起因是什么, 今天这件事萧王府理魁。 曹管家见人一走, 那张冷脸立刻就崩了, 叹了口气。 杀了皇上这么多人, 皇上不知会有多生气。 现在王爷不在, 皇上要是发火, 寻我们王府的晦气, 可要怎么办呢? 杀人的时候爽了, 可杀完了人冷静下来, 曹管家就知道麻烦来了, 皇上被打了脸,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王爷不在, 皇上要折辱王妃, 那还不是抬手间的事。 曹管家急急转身, 一脉步就踩了一脚的血, 暗骂一句晦气, 指着地上的血, 对不远处的侍卫说道, 你们快点把血冲干净, 别让王妃看到。 虽然不知道林初九位 什么要让暗卫等他走后再杀人, 可身为优良的管家, 曹管家觉得自己有必要 把任何细节都安排好, 王妃肯定是不愿意见血。 曹管家匆匆跑去主院, 想寻林初九商量对策, 不想他刚走过回廊, 就看到林初九穿着一身正服, 看那方向是要出门。 曹管家忙上前, 殷切地问, 王妃, 你真是要出门? 嗯。 林初九点头, 见曹管家一脸担忧, 又补了一句。 进宫请罪。 人是他下令杀的, 总要去认个错。 请罪? 万一皇上处置王妃怎么办? 曹管家一脸担心, 恨不得把林初九拉回来。 不会。 战争才刚开始, 我不会死的。 这点信心他还是有的, 否则他也不会嚣张地下令杀人。 这个时候, 只要他不是通敌叛国, 皇上就不会取他性命。 至于事后会不会被清算, 他一点也不担心。 事后, 萧天耀就回来了, 如果他人在京城, 却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 那他这个战神就不要混了。 可, 可是, 皇上不会到你的命, 却会让你吃苦头啊。 曹管家跟在林初九身后, 一脸着急, 想要劝林初九不要进宫, 可又想不到更好的法子。 林初九摇摇头。 没有可是, 这个罪我一定要去请, 不然后果会更严重。 他进宫请罪, 才能掌握主动权, 等到皇上问罪, 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王妃啊, 你一定要现在去吗? 现在天色已晚, 你要进宫请罪, 也见不到人了。 等到他的马车赶到皇宫, 宫门肯定落月了, 他进不了宫, 可林初九要的就是宫门落月, 进不去。 今晚我不回来。 晚上不回来? 王妃, 你要在宫里留宿? 这车怎么行啊? 这万一,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可怎么办呢? 宫里落了月, 我怎么进宫? 林初九看了曹管家一眼, 没有细说。 那王妃, 你晚上在哪儿休息啊? 林初九没有回答, 曹管家阻拦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初九上马车。 对了, 曹管家。 马车行驶前方, 林初九突然探出身子, 叫住曹管家。 如果苏察来了, 告诉他, 让他去请京池的主子, 这事儿我们萧王府不背黑锅。 啊, 好。 林初九刚走没有多久, 苏察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得知事情始末后, 苏察一拍脑门。 这事都怨我, 怨我没有告诉王妃京池师兄弟来了的事,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可要怎么收场呀? 曹管家看苏察一副后悔的要死的样子, 叹了口气。 苏察公子, 这事与你无关, 你就是说了, 这要犯的事还是要犯。 这又不是人家主动挑事, 是福寿长公主绑人在先。 京池那师弟, 还真是一个惹祸京。 苏察知道前因后果, 心里明白这事不愿京池和堂堂, 可这事发生了, 总是叫人不愉快。 曹管家不评价京池师兄弟的事, 只将林初九的话转达给苏察。 苏察公子, 王妃让你去请京池师兄弟的主子, 说这事与我们萧王府无关。 京池的主子? 苏察一愣, 第一反应就是, 京池的主子不就是王爷吗? 可很快, 苏察就明白了林初九的意思, 京池的主子才不是他们王爷, 他们王爷只是雇佣京池。 京池还没有来王府报到就出了事, 这事和萧王府扯不上关系。 京池的主子不就是月影楼吗? 上次天要被月影楼少主坑了一次, 这次还回去也是应该的。 苏察狂喜, 我知道怎么做了, 王妃要是从宫里回来, 记得派人告诉我一声, 我好来给王妃请罪。 有了对策, 苏察也不在萧王府多待, 转身又回去了, 曹管家见苏察这模样也跟着萧了。 王妃没事就好。 林初九从萧王府出发时, 宫门还没有落月, 可等到她赶到皇宫, 正好是宫门落月时。 等一等。 林初九大步往前跑, 依旧没有赶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虹的宫门合上, 然后被侍卫挡在外面。 真的不能通融一二吗? 我要进宫向皇上请罪。 林初九最后一遍问, 得到侍卫毫不犹豫地拒绝, 林初九叹了口气, 落寞地转身上了马车。 侍卫本以为林初九上了马车就该回去了, 不想她上了马车没有走, 就这么停在宫门口。 萧王妃这是什么意思? 不走吗? 莫不是以为她在这里等着, 就能让我们开门吧? 萧王妃以为这宫门是她想开就能开的? 她就是在门口等一个晚上, 宫门落了月也不会开。 侍卫不敢乱来, 立刻让人通报皇上, 请皇上定夺。 静卫军统领李政从萧王府出来, 就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说给了皇上听, 不敢有一丝隐瞒。 皇上得知林初九炎也不眨地下令, 杀了搜查过萧王府的敬卫, 气得差点杀人。 哦, 一个林初九, 胆子可真不是一般地打, 朕的人一敢杀。 打狗还要看主人, 敬卫军是皇上的亲信, 林初九当众打杀敬卫军, 就是打皇上的脸。 卑职无能, 没有拦住萧王妃, 请皇上责罚。 李政见皇上对林初九十分不满, 毫不客气地把他拉下水, 好减轻自己的错误。 你确实该罚, 堂堂禁军统领, 却连萧王府的侍卫也打不过, 被人压住无法动弹, 眼睁睁地看着手下横死, 你说振留你何用? 皇上气林初九嚣张, 更气自己的人无能, 如果他们打得过萧王府的侍卫, 还会被萧王府的人杀吗? 备职该死, 请皇上给备职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李政怕死, 这一点无庸置疑, 否则当时在萧王府, 他就会带人进去搜, 而不是全权交给手下的人, 推旁人去死。 将功赎罪? 你要怎么将功赎罪? 李政这人皇上用得正顺手, 暂时还不想换人, 见他开口便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换一个统领也不见得能比李政做得更好, 就好比密探首领一般, 现在上来的这个还不如之前那个好用。 人不在萧王府, 他就是把京城翻个遍, 也要把刺客找出来。 五天的时间足够他把皇城翻一个遍, 更不用提他还有北域的人帮忙。 皇上见李政信誓旦旦的开口, 脸上总算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找到了刺客, 这事萧王府就脱不了干系。 被指定不负皇上所望,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政争取到了五天的时间, 压力巨大的同时又松了口气。 将事情交代清楚, 李政攻身退下, 他前脚离开, 太监后脚就进来禀报, 萧王妃进攻请罪。 进攻请罪?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不见! 皇上现在一点也不想见到林初九那张讨人厌的脸。 他想在外面等, 就让他等。 朕堂堂天子, 还要受他的威胁不成。 林初九杀人不对, 可他下令搜查萧王府也确实是对先皇不敬, 在没有找到刺客前, 皇上暂时不想与林初九说这件事。 太监将皇上的话转达给守门的侍卫, 侍卫就更加不会放林初九进攻了。 半个时辰过去, 侍卫交班, 新来的侍卫看到不远处的马车。 什么人的马车停在宫门口, 好大的胆子, 你们怎么不把马车赶走, 宫门口可不让停马车, 万一是刺客怎么办? 别提了, 那是萧王府的马车, 谁敢叫他们走? 即将交差, 原先的那批侍卫怕同僚吃亏, 不由多说了两句。 萧王妃进攻请罪, 赶过来时, 宫门已经落了月, 皇上不肯见。 新侍卫还不知萧王府下午发生的事, 看在同僚议场的份上, 知情的侍卫将事情说了一遍。 萧王妃杀了那么多箭决, 皇上怎么可能放过她? 这不巴巴的来请罪, 皇上不肯见了。 在许多人眼里, 林初九这个萧王妃肯定要倒霉, 虽说平时死个瓦人, 没有人敢追究那些权贵的责任, 可这次萧王府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尤其他们杀的还是办公的棺柴。 基于同为小兵, 守门的侍卫听到这话, 对萧王府和林初九也多了一分不待见。 这可真是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大人物斗法, 不管谁输谁赢, 最后总是拿我们这些小喽啰全命。 侍卫说起这话, 不免有几分悲凉之意, 他们不过是听命办事, 这何尝又是他们的错, 萧王府的人不敢对皇上下手, 就拿做事的人出气, 简直让人不齿。 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我们救这个命啊? 交班的侍卫拍了拍接班侍卫的肩膀。 对对, 看着点啊, 别冒犯了萧王妃,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知道了, 我会惹他们。 不得不说, 林初九下手虽然狠了一点, 可确实立了威, 至少以后不管是进军还是官差, 轻易都不敢上萧王府的门, 就算上了门也不敢乱来, 一个个乖得跟安纯似的。 没办法, 真要被林初九打死, 那也是白死, 他们可不想白白丢命。 夜色渐深, 侍卫见林初九的马车迟迟不走, 想到皇上再过半个时辰可能就要休息, 想了想还是请来传话太监, 让他去和宫里的人说一声, 看看这事要怎么办, 难道真的放任萧王妃在宫门外等一晚上? 在宫里, 要传一个消息需要层层通报, 等送到皇上岸前时, 黄花菜都要凉了。 皇上今晚宿在周贵妃的宫殿, 等到消息传到皇上这里时, 已是两刻钟后, 皇上都准备休息了。 听到太监的传话, 皇上冷哼了一声, 要等别让他等, 明日早烧时把人看住, 别让他出现在百官面前。 皇上多少明白, 林初九这是在使苦肉计, 可苦肉计要是没有人看, 再苦也没有用。 皇上不肯让林初九进宫, 林初九也不肯走。 反正马车里什么都有, 林初九冷不着也饿不着, 有暗卫与护卫在, 林初九照样能睡得香甜。 林初九不走, 守宫门的侍卫也不敢上前驱逐, 还是那句话, 他们怕林初九一脑, 又下达杀人的命令。 于是, 双方隔着一条大道, 相安无事, 各自占据一方。 京城消息稍微灵通些的官员, 都知道萧王府下午发生的事, 也知道林初九进宫请罪, 却被拒之门外的事。 许多人都不解, 林初九这是要做什么? 又想摸了摸胡子,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萧王妃, 此举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怕了? 真要怕了, 进宫求情也没有用啊, 皇上可不会给她面子。 初九简直不知所谓, 连皇上的人也敢动, 简直是胆大包天。 林相收到消息, 头发都要急白了, 偏偏她又奈何不了林初九。 林初九现在是萧王妃, 萧王明显很看重林初九这个王妃, 不然也不会将王府的大权交给她。 一个有十权的萧王妃, 和一个只有名号的萧王妃, 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林相不惧只有名号的萧王妃, 可却不敢动有十权的萧王妃。 太子得知此事后, 那叫一个心情大好。 林初九? 他做事果然还是这么没有脑子。 正好借这个机会, 本宫保他一次, 让萧王说欠本宫一个人情。 安王虽然在深宫, 可这件事就发生在宫门口, 萧子安略意打听, 就知晓了前因后果, 不由皱眉。 他一夜未眠, 想着如何帮林初九脱罪。 除了这些人外, 西武的季风雨, 南蛮的南诺瑶, 也一个个盯着林初九的举动。 他们打着和太子一样的主意, 准备等皇上重处林初九时, 出来为林初九求情, 好让萧王府欠他们一个人情。 而就在这些人 关注林初九的举动与命运时, 最该为林初九奔波的苏茶, 却一脸介意地品着美酒。 与启情阁当家做主的人, 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启情阁就是月影楼接生意的地方, 不过苏茶还是第一次过来, 他们之前和月影楼的人打交道, 从来不到启情阁。 说句不好听的, 启情阁不过是给那些不够阁的人 一个可以和月影楼做生意的机会, 像萧天耀这样的人, 都是可以直接去月影楼在东文的分部, 完全不用通过启情阁。 苏茶之所以会来启情阁, 原因很简单, 京池与堂堂就在启情阁。 可是苏茶与启情阁阁主说了半天, 也没有切入正题, 一直在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启情阁阁主简直是要疯了。 明明这个时候该担心紧张的是苏茶, 可苏茶就是能像无视人一般, 从京城流行的面料、首饰, 谈到什么样的女子最美, 最能让男人动心, 又聊到历史上有名的美人迹。 启情阁阁主承认, 他们启情阁再高端大气, 做的也是皮肉生意, 阁里别的不多, 就是女人多。 可是, 这并不代表他就对如何打扮女人感兴趣, 更不代表他好女色。 他管着启情阁不错, 可他做的是杀手生意, 不是和女人打交道。 他哪里知道女人要穿什么好看, 什么又是极品女人了。 女人之美, 在貌在财在情, 可归根结底, 还是在于如何取悦男人。 听说启情阁的女子, 各个功夫了得, 让人流连忘返, 可见阁主调教人的手段之高。 所谓的功夫, 当然是指床上功夫。 启情阁阁主见苏茶越说越离谱, 不由冷笑。 苏大少来我启情阁, 和我谈论女子之美, 莫不是看上阁里哪个功夫? 姑娘啊, 如果真有人能入苏大少你的眼, 你尽管开口, 我双手奉上。 能用个女人打发的男人, 那都不是事。 苏茶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长长的睫毛往下搭了, 眼去眼中的惊光, 苏茶漫不经心地问。 启情阁的人, 谁都可以吗? 当然。 哪怕是头牌也没有关系, 左右不顾是女子罢了, 这世间最不缺漂亮的女子, 倘若用一个女人就能打发苏茶, 在启情阁阁主看来是再划算不过的买卖。 可是, 她小瞧了苏茶, 身为东文声名远播的大富商, 虽说没有皇商薛甲那么高调, 可苏茶有钱也是人人皆知的事, 而有钱的男人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女人, 苏茶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来启情阁? 得了启情阁阁主的同意, 苏茶放下手中的酒杯, 坐直, 脸上放荡不羁的笑容也收了起来, 拿出谈正式的模样。 启情阁阁主健壮, 心里闪过一抹不安, 可不等他做任何补救, 就听到苏茶说道, 既然阁主开口, 苏某就确实不公了, 启情阁的人我看上了两个, 还请阁主割爱。 听到苏茶这话, 阁主又稍稍安心, 拿两个, 矜持与紫实。 什么? 启情阁阁主大叫,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苏茶公子, 你在说笑? 敢打他月影楼头号杀手的主意, 苏茶疲痒了是吧? 他不敢拿少主怎样, 还不敢拿苏茶怎样吗? 苏茶无视阁主杀人般的眼神。 苏某从不说笑, 阁主刚刚可是答应了我的, 莫非想要失言? 阁主特别咬中女人二字, 一个漂亮的女人, 最多一两年就能调教出来, 可一个顶尖杀手却不同, 没有十几年的功夫, 绝对教不出来一个好杀手。 阁主要是忘了刚刚的话, 苏某不介意重复一遍。 我问阁主, 启情阁的人谁都可以吗? 阁主给了肯定的回答, 矜持与紫实, 不在启情阁吗? 苏茶脾气很好, 重复着两人之前的对话一字不浪。 听到苏茶的话, 启情阁阁主知道自己被坑, 在既被少主坑后, 又一次被苏茶给坑了。 启情阁阁主猛地站起身, 气狠狠地指向苏茶, 那模样似乎想要杀人, 苏茶却是神情不变, 不闪不闭地迎向阁主杀人的眼神。 今晚他一定要把京池和堂堂 那两个坑货带走。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虽说没有第三人在场, 可启情阁阁主却没脸赖账, 指着苏茶的手指抖了半天, 最终还是气呼呼地坐了下去, 没好气得到。 说吧, 你想怎么样? 你应该知道月影楼的杀手, 不可能说送就送。 再说了, 他们只是借启情阁赞助, 并不是启情阁的人, 我也不可能把他们送给你。 阁主, 苏某是生意人, 一向讲究和气生财, 你且放心, 苏某必不会让你为难。 听到启情阁阁主的话, 苏茶暗暗松了口气, 别看他面上云淡风轻的样子, 实际上也很紧张。 万一这阁主死不认账怎么办? 万一这阁主突然动手怎么办? 万一这阁主武力威胁怎么办? 他可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商人, 真要动起手来, 他只有被打趴下的份。 幸亏, 幸亏启情阁和月影楼虽然是做杀人的生意, 可还是讲道义的, 不然他这条小命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刚刚启情阁阁主抱起的那一刻, 苏茶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苏茶悄悄将手背到身后握紧, 借此平复自己狂跳的心脏。 他在做这个动作时, 眼神没有一丝闪避, 仍旧面带微笑, 看着起情阁阁阁主。 见对方一顺不顺地打量自己, 苏茶也不着急, 端起桌上的酒送到唇边, 抿了一口, 随意把玩着手中的杯子。 苏茶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 从容悠雅,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握酒杯的手在颤抖。 他是商人, 不是那些打打杀杀的猛汉, 虽说平日里习惯了 萧天耀和刘白的气势, 可苏茶很清楚, 那两人不会杀的。 所以哪怕他们气势再胜, 苏茶也不怕。 面前这人却不同, 真要把面前这位惹极了, 对方真可能一拳砸死的。 虽然事后天耀和刘白 肯定会为他报仇, 可他人都死了, 再报仇有意思吗? 做生意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你赚我赚大家赚。 苏茶是生意人, 喜庆阁阁阁主其实也是生意人, 见苏茶没有紧咬他的口误不放, 就知今天这笔买卖不难谈。 两人再次开谈, 气氛重归于好, 苏茶一点一点地谈, 最终在启情阁阁主一再表示为难中, 达到自己的目的, 让京池与唐唐去自首。 京池与唐唐伤了福寿长公主, 此事皇家必不会就此罢休, 与其躲藏起来, 不如主动去自首。 凭月影楼的招牌, 皇上怎么也不可能要京池与唐唐的命, 而且这一世是福寿长公主绑唐唐唐在先, 京池救人也没有什么错, 要说错, 那也是他不该伤了福寿长公主。 福寿长公主只伤了胳膊, 要不了命。 这是启情阁阁主透露的消息, 至于那什么危在旦夕, 完全是扯淡。 虽然当时京池很想杀了福寿长公主, 可关键时刻从北域来的胡川跳了出来, 救下了福寿长公主不说, 还差点伤了唐唐。 要不是有福寿出手, 福寿长公主那一院子的人全死了, 京池是杀手, 他出手就是要取人性命, 不留活口。 达成了协议, 逼得启情阁阁主退让后, 苏查满意离去。 苏查刚走, 屏风后就走出一紫衣男子。 他在害怕, 你答应得也太快了。 这紫衣男子赫然就是天藏月影的少主石一涵, 他与萧天耀一战受了不轻的伤, 这段时间一直窝在启情阁养伤。 启情阁阁主听到石一涵的话, 郁闷地说道, 少主啊, 你该早些出来才是啊。 他当然知道自己答应得太快了, 可是这事他们能不解决吗? 伤浮寿长公主的是他们月影楼的人, 要不认, 放任东门皇上栽到萧王府头上, 指不定他们月影楼就要鸣声扫地。 本少主出来了, 你往哪里站啊? 石一涵瞥了一眼, 占据了主位的阁主在左侧坐下。 魔君崇楼可有消息。 他石一涵长这么大, 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在崇楼手上吃了一个那么大的亏, 他不讨回来浑身都不自在。 阁主往前一步, 不敢再做主位。 魔君崇楼一路追踪南诺里, 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时候人应该在南蛮。 追着人去了南蛮? 这可不像崇楼的风格。 石一涵双脚架在茶几上, 一副懒散的样子, 阁主低头不语, 心中却在暗自付费。 说得好像也和崇楼多熟似的, 明明才第一次见面好不好。 这边石一涵与阁主谈论崇楼, 那边林珠九也收到了苏察传来的消息, 事情成了。 到这一刻, 林珠九高神的心总算放下了。 有京池与堂堂自首, 有月影楼出面, 皇上怎么也无法把罪名安到萧王府头上。 萧王府没有错, 那么皇上让禁卫君大张旗鼓地去查萧王府, 就有了草率的嫌疑。 当然, 皇上是不会有错的, 错的是下面的人, 给了皇上错误的情报, 让皇上做出错误的判断, 下达了错误的命令。 到时候, 皇上只要推个替死鬼出来就行。 林珠九打了个哈欠, 问了一下时辰, 确定离早朝还有一个时辰。 林珠九翻个身, 又睡了, 让下人在早朝前叫醒他就可以。 不远处的侍卫只看到萧王府的马车内亮起一盏灯, 随后又灭了, 双方继续对峙。 离早朝还有一刻钟, 陆续有官员赶过来, 林珠九也起来了。 萧王府的下人端来清水服侍林珠九舒喜, 又为他端来热食。 哪怕是在外面, 林珠九也没有受半点委屈, 吃半点苦, 在旁人眼中是遭了大罪, 可这点小问题, 林珠九完全不放在眼里。 舒喜完毕, 用完早膳, 萧王府的马车就动了起来。 不远处的侍卫健壮, 立刻朝暗处的人打了个手势, 很快就有一小队人马从暗处涌出来, 将萧王府的马车团团围住。 萧王妃, 马上就要早朝了, 请你不要乱动, 以免影响早朝。 说完, 不给林珠九反应的时间, 直接拔出刀戒备地看向萧王府的侍卫 和马车里的林珠九。 显然, 昨天林珠九下令处死进军的事, 已经在京城传遍了, 现在皇城里的侍卫见到林珠九就怕。 有四道门可以进出皇宫, 林珠九此时被困在南门, 与大臣上早朝所走的北门并不在同一个方位。 那些准备上早朝的官员们陆陆续续地走过宫门, 有不少人还会特意往南门方向看一眼, 露出幸灾乐祸的笑。 明显这些人都知道昨天下午萧王府发生的事, 也知道林珠九被拒宫门之外的事。 尤其是林象走进来时, 与他一道的几位大臣更是不客气地开口打趣。 林象, 虎父无权女啊! 林象, 你那女儿的家教可真是…… 唉…… 有几位老臣不由地叹气摇头, 一副很同情林象的模样。 能和林象走到一块儿的, 官位都不会太低。 就算林象全是滔天, 他们这些出身世家的官员也不会把林象放在眼里, 说话自是不会客气。 林象听到这些话气得牙痒痒, 偏偏又不能反驳什么, 只能冷着一张脸当作什么都不知。 左右这些人与他的官位还有差距, 他不理会也是可以的。 右象之前因孙女一事, 被林象奚落了一顿, 这个时候见到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林象, 听闻你的小女儿还未说亲事, 你可得好好劝劝小王妃啊, 别误了孩子的前程。 右象这是拐着弯地说, 林初九这么狠辣, 林婉婷没人敢娶, 林象真的不想回答这话, 可其他人不理就算了, 官位比他低, 他完全可以拿桥, 高傲地不予理会, 但右象不同, 他们二人官位相当, 平日里也是针锋相对, 周围这么多人看着, 他要是不回击, 外人只当他是怕了右象。 林象脚步不停, 只一头看了右象一眼, 一脸严肃。 右象, 萧王妃是君, 我等是臣, 萧王妃是什么身份? 皇上没有说萧王妃有错, 哪轮得到你我多话? 右象若想插手天家的事, 喷相不拦你。 林象无耻地拿林初九的身份说事, 直说他是萧王妃, 自己管不了也不敢管。 说完, 林象不给右象说话的机会, 一甩一袖快步离去, 把右象丢在原地。 这一番争吵并不会影响早朝的进行, 百官进入大殿站好没多久, 早朝就开始了。 早朝开始, 可林初九依旧被进军团团围住, 哪里也去不了。 刚开始他并不吭声, 就这么坐在马车里, 很是配合, 侍卫简直不敢相信。 萧王妃肯定是故意麻痹我们, 我们可要当心。 萧王妃一定有护照, 大家注意点。 听着, 不管萧王妃要做什么, 都要拦住他, 绝不能让他去大殿上破坏造朝。 进军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断地交换眼神与想法, 哪怕林初九一动不动, 他们仍旧如临大敌, 他们坚信林初九绝不可能这么安分。 事实也确实如此, 半个时辰后, 林初九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来。 可以走了。 是。 车夫硬了一下, 马车两侧的亲兵立刻上前, 长枪指向进军。 让开, 皇上有令, 你们不能离开。 进军见林初九有动作, 一点也不意外, 林初九真要不动, 他们才意外。 不能离开, 我恢复也不行吗? 林初九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来, 清淡温和, 进军却不敢大意, 斟酌了一下用词。 江王妃, 你不是进宫请罪的吗? 皇上没有说你可以离开, 你就只能在这里候着。 林初九打开车门, 在侍女的搀扶下走下马车。 我昨天是来请罪的, 可想了一个晚上, 我发现事情不对, 我不应该来请罪。 林初九走下马车, 明明什么也没有做, 可禁军们仍旧是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 不约而同地后退一步。 萧王妃! 林初九好似没有看到进军的害怕, 语气轻柔。 神死在我萧王府, 我应该去大理寺报案才是。 不知几位可否让道, 让我去一趟大理寺。 这,什么? 进军被林初九弄懵了, 好好的怎么扯上大理寺了? 林初九没有回答他们的话。 皇上想必没有让你们阻止我去大理寺。 说此, 还请各位让路。 不行, 没有皇上的命令, 萧王妃你不能走。 他们不知林初九到底想做什么, 保守起见, 还是把林初九困在这里, 等皇上来决定。 我不能离开, 那我身边的下人能离开吗? 林初九看了看左右两侧的侍女, 见进军没有直接说不, 便对翡翠说道。 拿着王爷的帖子去大理寺, 进军顿时傻眼, 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处理, 传令的人只说别让林初九在人间闹事, 这要去大理寺他们管吗? 不给进军想对策的机会, 翡翠攻身行礼往前走去, 见进军挡住去路, 翡翠也不多话, 只是回头看了林初九一眼。 王妃, 你们几个护送翡翠去大理寺? 林初九随手一指点了六个侍卫, 那六人马上出列, 站在翡翠左右。 哥几个, 让个道, 别逼我们出手。 萧王府的侍卫和萧王一样的嚣张, 进军又气又恼, 却不敢动手。 大家的武力池不是一个水平的, 萧王府的侍卫不一定能突出重围, 但拿下他们几个挡在前面的人却不是难事。 林初九见进军下不了台, 笑盈盈地补了一句。 皇上只是不让我走, 可没有不让我的侍女离开。 他们要是不能离开, 我吃什么喝什么。 这…… 进军不想和萧王府的人动手, 听到林初九软和的话, 犹豫再三派人去宫中问了一声, 得到只要不让萧王妃离开旧城的命令后, 放翡翠离开。 走了六个侍卫, 林初九身边的亲卫就少了三分之一, 人数一少, 进军就感觉自己有优势了, 心里也没有那么怕萧王府的人了。 可是, 林初九却不再说话, 转身坐回马车, 配合地让进军无所适从。 今天的早朝和前两日一样, 大事没有, 小事一堆, 就看到一个个官员出来汇报, 然后商量, 最后由皇上定夺。 大家一个个有序地出来汇报, 看似和平常没有两样, 可在场的人都知, 他们一个个都心不在焉, 注意力都放在南门口的萧王妃身上, 在想萧王妃林初九此时在做什么, 可是, 林初九还没有动作, 就先出了一件大事。 报! 捷报! 继大将军徐达死后, 东文第一次收到捷报。 萧天耀抵达战场才五天, 这就传来捷报, 不用想也知, 必是萧天耀一到前线就与北利打了一仗, 而且还大获全胜。 不管满朝文武怎么想, 收到捷报必然是高兴的, 还不知捷报的内容, 就开始高喊皇上英明, 皇上万岁。 皇上也很高兴, 不过这份高兴里面又多了一点不自在。 原因很简单, 这份捷报来得太是时候了, 作为一个帝王, 疑心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这份捷报来得如此知巧, 容不得皇上不多想。 可即便明知这份捷报, 是萧天耀故意在这个时候送上来的, 他也不能怎样, 因为前线大劫是事实。 展开折子, 看到里面所写的内容, 然而是皇上也忍不住震惊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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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王不愧为我东文的战神。 皇上一连说出三个好字, 又当众夸赞萧天耀, 可见此次的捷报必是大胜。 不管内部怎么斗, 当有外敌时, 大家必定是一致对外。 听到皇上的话, 不管是临相还是右相都激动无比, 盲问皇上战报上写了什么。 皇上实在太高兴, 将折子递给身旁的太监, 念。 太监没有耽搁, 将战报上的情况一一念了出来。 没有意外, 萧天耀赶到前线的第一战绝对是大胜。 一比十的死伤, 杀敌尽万, 逼退对方实力。 这对节节败退的东文来说, 绝对是一剂救命良药, 瞬间便挽回了将士们失去的士气。 这一战实在打得漂亮, 满朝文武听到战报上的情况, 都说不出萧天耀半句不是。 可是, 哪怕萧天耀打了胜仗, 早朝上也没有一个人夸他。 战报念完, 满朝文武都高喊皇上英明。 是的, 皇上英明。 是皇上英明才有今天的捷报, 才有前线的大胜。 群臣拍马屁, 前线的战事又出现转机, 皇上隆心大悦, 接下来根本无心谈政务, 与群臣说起前线的战事, 说起如何犒赏三军。 前线大劫, 皇上必然要犒赏三军, 让将士们记住皇上的恩德。 犒赏三军这种长脸的事, 人人都争着呛着, 群臣又开始各自推荐起来, 皇上心情好, 听之认之, 但没有立刻做出决定。 下了潮, 皇上依旧保持着好心情, 甚至过问了一句临出酒的情况。 得知临出酒仍在宫外, 皇上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宣他进宫。 萧天耀在这个时候报上捷报, 他就是再不喜, 看在这份功劳的份上, 也要放过临出酒, 不计较他打杀进军一事。 太监听到前线传来捷报, 就知道临出酒不会有事, 听到这话, 急急让人去通传, 就怕怠慢了临出酒。 前线战事大劫, 现在萧王可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 身为萧王的妻子, 临出酒自然也得好好巴结。 临出酒打杀进军一事, 实在是打皇上的脸, 皇上原打算重处临出酒, 现在收到萧天耀的捷报, 皇上只好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下旨责怪临出酒一通算了。 不想临出酒还没有进来, 就有太监来报, 大理寺卿有要事求见, 与福寿长公主被刺有关。 皇上只得先一步召见大理寺卿, 让临出酒来了去偏殿等。 大理寺卿急急进攻, 就为了告诉皇上一件事, 刺杀福寿长公主的刺客落网了, 凶手是月影楼第一杀手京池, 还有她的师弟唐唐, 这两人之所以会对福寿长公主动手, 是因为福寿长公主觊觎唐唐的美色, 派人绑了唐唐, 京池去救人, 不小心伤了福寿长公主。 皇上听到这话, 气得差点吐血。 刺客是月影楼的人? 你们之前没有查清楚? 下官, 下官不知。 是福寿榜人在接。 这一次, 大理寺卿不敢说不知, 只是低头不语, 皇上一见他这个样子就明白了。 滚! 皇上一脸力气, 大理寺卿快吓尿了,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本想进去禀报皇上临出酒来了的小太监, 见状立马折了回来, 皇上太可怕了, 他不敢进去。 来人, 捐李政觐见。 皇上想到李政信誓旦旦给他保证, 刺客是萧王府的人, 皇上就想杀人。 这下好了, 别说训斥临出酒, 反过来还要安慰他。 李政很快就来了, 大理寺发生的事他也清楚, 不等皇上开口, 却一口咬定京池与堂堂是故意的。 皇上, 那两人绝对是萧王府的人, 他们在北域杀了人, 是萧王府派人出面, 将其赎了出来。 他们进城后, 接待他们的也是萧王府的人, 甚至名叫京池的男子, 在出城前, 就是要去萧王府的。 这么说, 他们联合月影楼在骗阵了。 皇上怒急返校, 他可不认为月影楼会为了萧王府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萧天耀还没有那个能耐, 让月影楼让步。 月影楼出面揽下此事, 就证明那两人绝对是月影楼的人。 皇上, 这两人认罪的时间实在太巧, 一定是萧王府使得紧。 李政无从辩驳, 便拿林初九说事, 经过昨天的事, 林初九的阴险与狠毒, 也是有目共睹。 蠢货, 你都没查清对方的身份, 便声势浩大的带人去搜萧王府, 现在人家就是用计, 你又能如何? 皇上怎么不知这是林初九一手安排的, 可林初九用的是扬谋, 他能拆穿吗? 战报不是假的, 只是宋进城的时间被有心人控制了。 刺客的身份也不是假的, 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查清, 便莽撞行事, 这怪得了谁? 李政一听, 就知再辩解也无用, 在地上重重磕了个头。 卑职罪该万死, 请皇上责罚。 你确实该罚, 不罚你, 朕如何向萧王妃交代? 皇上看李政主动请罪, 心中的怒气也淡了几分, 李政虽然急功耗力了一些, 却是一心为主, 情有可原, 只是此事要不处罚他, 萧王府那边交代不过去。 皇上将所有的错都推到了李政头上, 李政连想都没有想就全部认下。 李政很清楚, 只要皇上没有下旨赐死他, 就说明他还是有机会的。 林初九在宫外就知道了前线传来捷报, 萧天耀打了胜仗。 萧天耀打胜仗不稀奇, 前线传来捷报也不稀奇, 没有人怀疑过萧王在战场上的本事。 稀奇的是, 前线的捷报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林初九闯下大祸的第二天送上, 要说这只是巧合, 林初九自己都不信。 想到这一封捷报带来的好处, 林初九忍不住勾唇一笑。 萧天耀这个男人, 不高傲自大的时候还是很靠谱的, 比如这份战报, 来得太是时候了。 林初九可以想象皇上此时有多郁闷, 只可惜他人来了, 皇上却没有工夫见他, 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欣赏皇上的臭脸。 不过, 林初九一点也不担心, 知晓事情进行得比他预料的还要顺利, 皇上绝不会找他麻烦。 皇上让他等, 他就安分地在偏殿里等着, 甚至嚣张地要求宫女给他上茶和点心。 至于宫里的茶水会不会有毒, 林初九一点也不担心。 别说皇上不会出这么二的招, 就算皇上真的昏了头, 在茶水里给他下毒, 他有医生系统在, 横竖死不了。 宫里的下人都是捧高踩低的主, 萧天耀在前线大盛的消息传来, 便知林初九必然会成为红人。 林初九要的东西很快就送来了, 甚至还自作主张地给他端了一碗燕窝汤。 林初九在外面等了一上午, 这时着实饿了, 知道皇上一时半刻没空见他, 便慢条思理地吃完手中的燕窝, 又吃了几块点心。 他知道自己不会有事, 事与他一点也不担心, 但老这样等着也有点无聊。 祖祖等了一个时辰, 也不见皇上召见。 林初九有些坐不住了,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静静地如同一尊佛式地坐在那里, 神情淡然, 眼神平静。 现在他站里, 皇上不见他, 他也不能闹, 不然站里就变成了无礼了。 这个道理他懂, 所以即便再无聊, 也老老实实地坐着, 甚至无聊到坐在那里, 莫被伤寒论, 奔草纲目。 正殿里, 皇上打发走李正, 并没有见别人, 可也没有见林初九。 虽然没理由处置林初九, 可晾着他还不行吗? 半个时辰不够, 就晾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还不够, 就晾两个时辰, 他就不信, 林初九小小年纪, 能沉得住气。 他等林初九闹起来, 一个时辰过去了, 皇上将手中的折子披完, 问那一事, 小王妃还在拼你等着, 还有说什么? 回皇上的话, 萧王妃什么也没有说, 一直坐在那里, 中途要了一壶水。 萧王妃要什么, 尽管给, 要见朕, 就说朕很忙。 皇上确实很忙, 丢下这话就忙着召集大臣议事, 前线大节是不错, 可他们不能就此掉以轻心, 也不能就此自大起来, 他们还得做好后勤工作, 确保这一战赢得漂亮, 同时也要防备萧天耀重掌兵权。 皇上在正殿与大臣议事, 连午膳都是与大臣一起草草解决, 君臣不断地商量兵器粮草的跟进, 前线人员的布置, 国库的支出, 还有犒赏的安排。 这些事虽不需要皇上亲力轻为, 可却需要皇上点头。 等到皇上将这些事情一一安排下去, 已是两个时辰后, 此时天都快黑了, 大臣们纷纷告辞离去, 等到大臣们走了, 太子又进宫来给皇上请安, 同时说起前线的事, 听太子的意思, 他想去前线为君分忧。 皇上听到太子这话, 眼中闪过一抹冷笑, 他对太子已经不抱希望了, 能力没有, 却喜欢上蹿下跳。 虽说犒赏三军, 大多是由太子皇子带皇上出面, 可太子也要看看他压不压得住萧天耀, 能不能降服前线的战士, 让前线的战士对他这个皇帝感恩戴德。 靠赏三军的目的, 是为了让众将士感恩皇室, 忠于帝王。 就太子这样去了前线, 最后很可能他这个皇帝出了钱出了力, 好名胜却被萧天耀拿走了。 皇上虽然不喜太子, 却也没有表现出来, 很有耐心地等太子说完。 此事, 朕自由主张。 便把太子打发走了, 太子虽然不甘心, 可也没有办法, 只得带着遗憾离去。 等到太子唠叨完, 离宫门落月只有两刻钟, 加上走到宫门口的时间, 皇上这个时候要见临出酒, 也只有两炷香的时间可以说话。 内侍见皇上坐在椅子上, 柔起眉心, 却没有宣临出酒觐见的意思, 犹豫再三还是上前。 陛下, 萧王妃还在偏殿等候, 您要见她吗? 萧王妃。 皇上确实是把临出酒给忘了, 听到内侍提起, 这才记起她把人量了一天, 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天一夜。 她还在拼你等着, 可又不满。 陛下, 萧王妃坐了一下午, 除了要求天水和点心外, 什么要求也没有提, 甚至没有询问宫人, 皇上您什么时候能见她? 内侍想到临出酒的从容, 不由在心里暗自称赞了一句。 不愧为萧王妃可真是沉得住气。 帝王的心思最难猜, 要换做其他人被皇上晾了一天, 即便立了天大的功劳, 此刻也会忐忑不安。 可萧王妃却像是无视人一样, 在偏殿自在得很, 临出酒在偏殿除了无聊外, 还真没有别的感觉。 只是他不担心, 并不代表其他人不担心呀。 皇上一下早朝就宣了临出酒进宫, 结果在宫里待了一天也不见初了。 在宫门外等待的侍卫都快急疯了, 就怕临出酒在宫里出事, 偏偏宫门横在那里, 他们也不能随便进宫。 除了宫门口的侍卫外, 在萧王府等消息的曹管家与苏茶, 也是急得团团转。 他们虽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可谁知道皇上他老人家怎么想, 万一皇上脑袋抽了, 认为这是临出酒与萧天耀联手打他的脸, 不顾前线战士执意要处置临出酒怎么办? 怎么办? 眼见着宫门就要落月, 也没有收到临出酒从宫里出来的消息。 苏茶和曹管家都快急哭了, 可是他们再急也没用, 不管是苏茶还是曹管家都没有资格进宫, 而有资格进宫又该为临出酒出头的林家人, 又一个个假装什么都不知, 连过问一句都没有。 想到林家的冷漠与自私, 曹管家不由骂了一句。 王妃有林相那样的父亲, 简直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王妃是林相捡来的。 为了权势利益, 连自己的女儿都能牺牲, 甚至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女儿遇险而无动于衷。 曹管家表示他看不起林相, 哪怕林相深得地心, 全是滔天, 他也看不起。 苏茶听到曹管家的话, 想到林初就坑林相的事, 非常公正地说了一句。 林相有王妃这样的女儿, 也蛮惨的。 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苏茶公子, 你的主子是王妃, 你怎么可以吃里扒外? 曹管家一副, 你简直太让我失望地神情, 看得苏茶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吃里扒外, 苏茶很严肃地说道, 曹管家, 我这不是吃里扒外, 我是实话实说。 王妃可不是善茶, 除了在王爷手上吃了亏, 王妃还在谁手上吃过亏? 林相可没有在王妃手上讨到好。 曹管家, 王妃绝对是林相的亲生女儿。 你看王妃和林相互坑起来不眨眼, 就知这绝对是妇女。 那是林相陷害我们家王妃, 要不是林相不辞在先, 王妃怎么会不孝呢? 作为萧王府的下人, 曹管家坚定地站在林初九这边不动摇, 极度不齿苏茶的行为。 苏茶试图与曹管家讲理, 好让她明白他们家王妃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手段很拉着呢。 可是不管苏茶怎么说, 曹管家都始终认定, 林初九所做的一切都是逼不得已。 就拿昨天的事情来说, 要不是禁卫军执意要搜萧王府, 林初九也不会逼不得已打杀禁卫军,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被人逼的, 被人逼的。 这一点曹管家说的绝对是事实, 殊不知林夫人是花了巨款才买得平安。 就在苏茶与曹管家争论, 我们王妃到底好不好事, 皇上终于肯召见林初九了, 不等林初九跪下, 皇上就说了一句免礼, 然后以安抚的口吻道, 昨日之事让你受惊了, 朕已经处置过礼政, 你有什么不满意直接告诉朕, 你是天药的妻子, 是朕的弟媳,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你不必忍着, 进宫来找朕, 朕定会替你做主。 皇上亲口一开, 功过全抹平, 被杀的禁军摆死了, 林初九垂眸, 眼去眼中的棱缝跪下谢恩, 见林初九被晾了一天, 占了上风也不吭声, 皇上心中的郁节烧淡几分, 左右不能拿林初九怎么样, 皇上随意说了两句, 便打发林初九出宫, 林初九也没有指望皇上怎样, 行个礼, 转身就往宫外走, 他得赶在宫门落月前离开皇宫才行, 时间卡得刚刚好, 或者说锁宫门的太监一直在等林初九, 直到林初九出了宫门, 这才将宫门锁上, 宫外关注此事的人, 听到林初九毫发无伤的出宫, 一个个露出本该如此的表情, 右相摸着胡子一脸笑意, 眼中却没有一丝笑, 功过相比, 萧王这份捷报来得真正是时候, 皇上也不用赏他了, 他不是林相, 不需要把身家性命全部交给皇上, 做皇上手中的剑, 做皇上的狗, 他忠于皇上, 可更忠于自己的家族, 忠于东闻, 和右相恰恰相反, 对林初九平安走出皇宫, 林相是不高兴的, 林初九一再让他没脸, 他不止一次后悔, 没有在林初九一出生时, 就把林初九掐死, 林初九平安出宫的消息, 第一时间送到了草管家与苏察手上, 两人得知他平安无事出宫, 终于松了口气, 我就不等王妃了, 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爷, 苏察是丢下一大堆的事物, 专程在这里等林初九, 甚至为了让捷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京城, 他还动用了魔宫的人, 现在得赶紧回去, 把尾巴处理干净, 草管家正气苏察说林初九心狠手辣, 对林相不孝, 见他说要走, 立刻让人送他, 完全是在赶人, 苏察摸摸鼻子, 自认倒霉, 他不和老人计较, 林初九回到萧王府, 草管家与翡翠等人便立刻围了上去, 鸡嘴巴舌地表达自己的关心, 王妃, 你平安回来就好了, 王妃, 你饿不饿, 渴不渴, 王妃可有骂你, 可有处罚你, 王妃, 你怎么在宫里等了一天啊, 可是遇到什么事, 王妃都瘦了, 肯定没有吃好没有睡好, 宫里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回头拿柚子叶洗洗澡, 去去晦气。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林初九虽然被吵得头痛, 眼中却是满满的笑意, 她一个人太久了, 都快忘了被人关心, 与人分享的心情了, 虽然从宫里回来很累, 可她还是好脾气地回答草管家与翡翠等人的话。 和肖王府的热闹不同, 苏查独自回到苏家, 一个人回到书房, 飞快地将京城最近发生的事写在信上, 然后又写上与月影楼的交易。 为了让京城和堂堂主动认罪, 苏查不得不把京城欠他们的账一笔勾销。 苏查知道这样做不利于林初九的安全, 可她也没有办法呀, 月影楼不是吃素的, 京城也不是吃素的, 想要京城主动自首, 总得付出一点代价才行。 苏查心想这事, 肖天耀知道了定会不高兴, 思存再三, 她决定明天一早去问林初九要信, 到时候和林初九的信件一起送给肖天耀, 这样肖天耀就不会不高兴了吧。 可是, 让苏查没有想到的是, 肖天耀收到林初九的信更生气, 因为林初九这一次寄给肖天耀的信, 正好是提前写好的那封, 在信上, 林初九不仅大胆猜测自己不是林相的女儿, 还推断中央林家背叛了圣元王朝。 林初九知道肖天耀娶她并不是因为她是林相的女儿, 可林初九觉得有关她绅士的事, 还是要给肖天耀透个气, 免得到时候因此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与矛盾。 她和肖天耀是夫妻, 既然肖天耀示弱, 希望两人能好好的, 那么有关自己绅士的事情, 林初九就不想隐瞒肖天耀。 至于推断林家背叛圣元王朝, 那纯粹是为了凑满三张纸, 写着好玩罢了, 反正他们和圣元王朝一点干系也没有。 林初九在信上所写的内容虽然都没有实证, 可肖天耀却知道林初九的推断八九不离十, 肖天耀面无表情地看着手中的信, 越看脸色越黑, 居然是中央帝国林家的人。 肖天耀苦笑一声, 手指紧捏信句, 眼神落在纸上, 却没有焦距。 中央林家, 背叛圣元王朝的林家。 林初九, 你说本王该拿你怎么办? 手指微微用力, 手上的信纸瞬间拢成一团, 被肖天耀拽在手心。 为什么偏偏是中央林家的人呢? 本王宁格你什么都不是, 也好过是中央林家的人。 肖天耀闭上双眼, 眉头紧锁, 这是第一次, 他下不了决定, 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本王真想杀了你, 心里却不舍, 肖天耀保持着这个姿势, 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许久之后才缓缓睁开眼, 看着手中握成一团的信件, 冷硬的面容扯出一抹讥讽的笑。 偏偏偏在这个时候, 让本王知道你是中央林家的人, 就是想要杀你, 也敢不回事。 肖天耀一个用力, 手上的纸团瞬间变成碎片, 就当本王没有收到这封信 你是你 中央邻家是中央邻家 就在这时 营帐外突然响起阵阵战鼓声 急促的战鼓声 一声比一声更响亮 更急促 听到这个声音 萧天耀不用响也知道 这是北厉发起了进攻 萧天耀反手将手心的碎片 丢入桌上的木盒里 同时站起身来 不等他往外走 新兵就急急冲了进来 王爷 北厉率兵十万 突袭我军大营 营战 萧天耀拿起桌上的头盔 大步往外走 北厉来的还真是时候 他正愁心中那股邪火 没有地方发呢 北厉十万大军突袭 萧王亲自领兵作战 而就在萧王带人 将北厉十万大军打退时 有二十万北厉兵马 从背后突袭 萧王早有防备 不等北厉大军靠近 就有副将带兵迎战 一举攻破北厉的防线 杀敌三万余人 逼得北厉再次后退 再无夺回此城的可能 又是一次大胜仗 萧王抵达前线 不到五天就连胜北厉两次夺回一城 捷报传回京城 东文上下一片欢喜 城中百姓自发庆祝 他们坚信有萧王在 一定能将北厉打回去 在东文数月 毫无收获的季风雨 听到消息忍不住赞道 半个月便夺回一城 萧王并非浪得虚名 只可惜 他来晚了 没有时间好好与萧王结交 不然凭借萧王的权势 只要给他一二助力 他回西武也有与众皇兄 一争的可能 萧王果然是东文的战士 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南诺瑶收到战报 一脸欢喜 他就知道自己喜欢的男人 是盖世英雄 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他 只是 南诺瑶脸上的笑容 很快就消失了 萧天耀打了胜仗 他嫁给萧天耀的可能性 就更低了 因为打了胜仗的萧天耀 根本不需要南蛮的 支持 完全没有必要娶 他这个在南蛮 备受宠爱的公主 当然 就算萧天耀想娶 东文的皇帝也不会允许 怎么办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林初九 萧王妃的位置越坐越稳吗 我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我那么喜欢你 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做 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你呢 转念想到林初九 知晓自己的秘密 却一再推去 不肯来凌云院为自己医治 南诺瑶就想杀人 事实上 南诺瑶早就派人动手了 只是萧王府的守卫太严了 他派出去的人 还没有摸到萧王府的大门 就被人发现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 请月影楼的人出面 可月影楼根本不接 与朝廷相关的刺杀 他就是有银子也无用 林初九 你的命真好 想到林初九因何嫁给萧天耀 南诺瑶就极度地不行 林初九半点也不知 南诺瑶因为萧天耀打了胜仗 越发地想要杀他 得知前线又有捷报传来 他的心情越发地好 这个时候 他终于体会到芙蓉其贵了 萧天耀在前线取得胜利 他在后方也能享受最高待遇 看宫中这段时间源源不断地赏赐 就知他现在的日子有多滋润 然而 有人欢喜 有人忧 东文上下欢欣鼓舞 南蛮与西武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消息传到两国 两国皇帝都十分震怒 在心里把萧天耀骂了个半死 萧天耀这么快的时间取得胜利 完全打破了他们利用此次大战 拖垮东文 拉低东文鼓励的机会 两国皇帝以最快的速度命人传消息 传给正在东文的季风雨与南诺瑶 两国皇帝事先并没有通气 可他们传的消息却差不多 那就是让季风雨和南诺瑶 尽可能在东文挑起东文皇帝与萧天耀之间的矛盾 收到密令后 不管是季风雨还是南诺瑶都十分矛盾 可自己父皇的命令 他们又不得不听 前线还在打仗 东文的皇帝就是再蠢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换将 找萧天耀的麻烦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挑起萧天耀对皇上的不满 季风雨与南诺瑶经过周密思索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到了林初九身上 萧天耀在前线 他们不知道除了林初九外 要从哪里下手才能挑起皇上与萧天耀的矛盾 季风雨与南诺瑶都想从林初九身上下手 可一时半刻却寻不到机会 萧天耀打了胜仗 获利最大的自然是林初九 最近京城上下无人敢惹林初九 就是福寿长公主吃了那么大的闷亏 也不敢找上她 反而任由皇上再次把自己送到城外 本来皇上之前听到福寿长公主受伤 把人接回了京城 还想借她被赐一事打压萧王府 不想结果却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京池与堂堂在大理寺宫堂上 指责福寿长公主强抢民难一事 把皇上气得不行 对皇上来说 这简直是丢脸丢到外面去了 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福寿长公主只是受了点小伤 就是快要死掉 皇上也不会把人安置在京城 为防福寿长公主再添乱 皇上这次安排了十八个 会点功夫的太监照顾她 除了这些太监外 别院的侍卫都不让福寿长公主接近 他就不信了 面对一群太监 福寿也能下得了手 至于京池与堂堂 皇上与月影楼私下达成了协议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 林珠就没有找人去打听 月影楼从不接刺杀朝廷中人的生意 他一点也不担心月影楼会派杀手杀她 或者萧天耀 林珠就这几天在王府 把萧天耀书房里的那套史书看完了 同时给他写了三封读后感 分享史书中的内容 真不能怪他懒 他实在不知道要给萧天耀写什么 每三天一封信 他就是有再多的话也要写完呀 看到抽屉里寄了三封信没有发出去 林珠就十分满足 未来十天都不用发愁给萧天耀写什么了 看到这些信件 他突然想到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我好像给萧天耀寄了四封信了 怎么没见萧天耀回信 回信都被狗吃了吗 就算不会每封都回 三五封总得回我一次吧 林珠就越想越觉得不对 琢磨着等苏查后天来取信时 他问问苏查 萧天耀是没有收到他的信呢 还是不给他回信 要是萧天耀不给他回信 那他从下封信开始 就用模板记录自己一天每个十分干了什么 再也不花心思给萧天耀写信了 反正那个男人不会回 林珠就闷闷不乐地将盒子锁上 心里有那么一点不是滋味 只是他还来不及伤春悲秋 曹管家就在门外喊道 王妃 可以出门了 林珠就今天要去看望孟修远 孟修远的伤口上次发炎了 林珠就给他重新上过药 现在孟家传来消息 说他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 只等林珠就去拆线 林珠就之前就说了 要在家里给蒙老夫人守孝 所以此次出门十分低调 趁着夜色降临 没有什么人注意才悄悄出府 他将房内的黑色夜行服穿上 连帽子一起 把自己完全包裹在黑夜中 这才往外走 曹管家给林珠就安排了一辆轻步马车 外表看上去比王府下人坐的马车还要简陋 内里却十分舒适 虽然小了一点 可却不颠簸 马车从萧王府的小门驶出 朝孟家在城中暂住的宅子走去 自从上次孟修远伤口发炎 孟修远与孟先生就住在城内 没有再回城外受苦 孟家早就收到消息 林珠九的马车一到 就有门房将门打开 迎他们进去 而孟先生则亲自在门内相迎 林珠九此行十分低调 可盯着他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一出门就有探子一路尾随 待马车驶入孟宅 消息就传到了某些人的手里 皇宫里衣着精致的皇后娘娘 听到这个消息 玩而一笑 孟家大少 本宫倒要看看 林珠九有没有那个本事 能医好孟家大少的雅极 他很期待林珠九与孟家接触 毕竟孟家人与中央帝国的关系不一般 想必林珠九很快就会与中央帝国的人联系上 皇上收到消息略一沉思 让人盯紧了 孟家大少的雅极要是好了 立刻让人制造混乱 让他们父子二人尽快离京 料理林珠九与萧天耀已经够头痛了 他实在不想再留个孟家下来 文昌孟家在文人中的地位太高 万一他们声援林珠九与萧天耀 他这个皇帝会十分尴尬 密探头子周密低头应试 属下明白 林珠九直到走进孟家花厅 才将头上连衣的黑帽摘下 侧身对孟先生说道 孟先生 失礼了 是我们给王妃添麻烦了 王妃请坐 修缘很快就会过来 孟先生引着林珠九在主位上坐下 林珠九拒绝了 将手中的药箱放在光线下 这里光线好 孟公子快到了 我略战一会儿无事 孟先生本想劝说 可还没有开口就看到朝花厅走来的孟修远 孟修远缓步走来 脸上挂着甜淡的笑 忧伸的眸子犹如秋水 远远就感觉他在看着自己 这份温柔能将人匿蔽 可惜林珠九一向粗神经 作为已婚人士 他完全不会多想 只看了一眼 便转身将药箱打开 提前做好准备 孟修远脖子上缠着绷带 此时还不能说话 进来后朝林珠九点了点头 林珠九同样没有说话 指了指身旁的位置 示意孟修远坐下 林珠九戴上手套 口罩 手持剪刀 走到孟修远身旁 发现光线太暗 转身道 孟先生 在孟公子身侧 摆两个珠台 珠台十分笨重 一时半刻还真抬不上来 孟先生直接让两个下人 手持蜡烛站在一旁 人形珠台可调方位 可调高低 林珠九略做调整 便点了点头 再次走到孟修远面前 林珠九们想安慰几句 可看他一脸平静 觉得这个男人内心肯定强大到了可以面对失败 所以林珠九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将孟修远脖子上的绷带拆了 而后轻身上前 手握镊子 轻轻挑起线 再用剪刀间小心翼翼地将缝合的线剪断 剪刀每动一下都会发出咔嚓声 冰冷的镊子 剪刀触碰肌肤不痛 只会觉得酥酥麻麻 让人不自觉地绷紧身子 精神一紧张 许多触感都会放大 而因伤口在颈膊上 两人不可避免会靠近 林珠九是医生 他早已习惯与病患接触 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可是 孟修远不一样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与女子靠得这么近 闻着他身上的心香 孟修远发现自己的脑子不受控制地 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事 眼眸不由自主地 落到林珠九精致的锁骨上 林珠九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孟修远脖子上的伤伤 根本没有发现孟修远的异常 见孟修远身子绷紧 只当他紧张 头也不抬地安慰了一句 孟公子不必紧张 你的伤势恢复得十分好 很快就能说话了 孟修远听到林珠九的话 立刻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盯着不该看的地方看 脑子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脸色当即惨白 我一定是疯了 为了不让林珠九知晓 孟修远飞快别过头 暗暗调整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静下心来 他的反应可谓极快 厅中的下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 就算有人看到也不会多想 只当他是紧张自己的雅极 能不能好 可是 孟修远演示的再好 也瞒不过孟先生 孟先生比孟修远还要担心他的雅极 当林珠九开始为孟修远拆线 孟先生的注意力就一直放在 自家儿子身上 就怕出一丁点意外 孟修远看林珠九的眼神 还有之后看似从容 实则心虚避开的举动 全都被孟先生看在眼里 这怎么可能 孟先生当场就愣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家儿子居然对萧王妃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不应该呀 四国多少名门闺秀 他儿子看也不看一眼 怎么会对一个已婚女子产生情愫 孟先生瞬间觉得自己要疯了 而下一个想法就是 他要尽快带修远离开东文 隔开他和林珠九 绝不能放任修远的感情 他们孟家诗书传家 从来没有出过这等丑事 绝不能让孟修远与林初九纠缠在一起 孟先生坚信 儿子一定是因为极少与女子亲近 分不清感激于喜欢 这才对萧王妃另眼相看 只要分开了 就一定不会有事了 离开 果断离开东文 回文昌后 立刻给修远挑选合适的妻子人选 只要成亲了 这份心思就会淡了 孟先生这么一想 心中的不安总算淡了几分 他可以肯定 萧王妃对他儿子没有意思 只要萧王妃没有想法 依他儿子的人品 绝不可能做出失礼的事 就在孟先生胡思乱想之际 林初九也拆完线 他将剪刀与镊子放在托盘上 深吸了口气 好了 孟公子你张嘴 试着发出声音 看看喉咙会不会痛 听到林初九的话 孟先生也没有心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忙上前 修远 你试试 孟修远此时早已冷静下来 眼中没有对林初九的爱慕 黑眸和往常一样平和温柔 抬头看着林初九张了张嘴 虽是一个单音 却也清晰地发出了声音 修远 你 你终于能发出声音了 孟先生一阵狂喜 眼眶湿润 二十多年了 他终于听到儿子发出声音了 他的儿子终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读书了 啊 孟修远此时只能发出简单的音调 可这对他来说却是一件新奇的事 一向理智从容的孟修远 第一次像个孩子一般 不断地发出啊嗯的声音 他一直以为自己不在乎能不能说话 因为不能说话 他也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甚至比平常人过得还要好 可是真正能说话时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十分渴望 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 能说话的感觉真的很好 孟先生也在一旁听得欢快 饶是冷静如他 此时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好了好了 修远你的雅极终于好了 为父 总算对得起你 对得起你祖父 孟先生紧紧握着孟修远的双手 不肯放手 他太高兴了 比当年得知儿子出生还要高兴 看到孟修远脸上简单单纯的喜悦 临出酒也很高兴 作为一名医生 最骄傲的是莫过于解决病人的病痛 让他们恢复健康 看到病人脸上单纯的喜悦 临出酒打从心里感到满足 他当年选择读医学专业并非喜欢 而是医生这个职业薪水高 他一个孤儿要独自打拼 自然要选择高薪水的专业 要不是实在学不来计算机 他当年都选择计算机专业了 为了高薪 他一直拼命地学习 而且他在医学方面也确实有天赋 短短几年就念完了人家十来年要读的课程 又顺利进入医院工作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到主刀的资格 他带着强烈的目的进入医生这个行业 可真正参与工作 接触了病人 林初九才发现 他是真的喜欢医生这份职业 喜欢看到病人因为自己而重新焕发生机 林初九见孟修远像个孩子一样 不断地尝试各种发音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孟公子 你的嗓子现在已经能够正常发声 稍做练习就能正常说话 不过 你现在还需要好好保养 尽量少说话 以免伤着嗓子 孟修远听到林初九的话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林初九健壮 脸上的笑容也随意了几分 打趣道 孟公子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不必介怀 孟修远的表现已经算是很冷静了 林初九见到重新获得光明的人 如何大喊大叫 重新能行走的病人如何痛哭流涕 失去了才能明白拥有的可贵 孟修远不过是欢喜地发出各种声音 这已经是最内敛的表达方式了 孟修远尴尬地笑了笑 很快就恢复冷静 站起来神色平静地给林初九行了个大礼 用极度不清晰的语调说了一句 林初九坦然受之 虚伏了一把 孟公子不必客气 记得把枕筋放上就成 孟先生知道林初九是在开玩笑 乐呵呵地接话 一定一定 小王妃你放心 枕筋绝不会吵你的 林初九见孟家父子二人冷静下来 便将事先准备好的药取出来 这是给孟公子的药 上面写明了服用方法 你们看一看 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再问我 林初九给孟修远准备了一些保护嗓子的药 都是口服的液体 很方便 孟修远只看一眼就清楚了 明白 依旧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 声音却是越来越清楚 可见孟修远的学习能力之强 孟先生听到儿子一连说出两个字 刚收回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 修远的雅极好了 凭他的才华 绝对能得到孟家本家人的欣赏 到时候孟家重回中央帝国 也不是难事了 在京城处处是秘密 可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当天晚上有心人几乎都知道 林初九医好了孟修远的雅极 文昌孟家大公子可以说话了 文昌孟家的学子遍布四国 东文也有不少文官出自文昌书院 这下好了 文昌书院出来的人就算不站在天耀这一边 也不好与天耀为敌了 苏查纳叫一个高兴 当即就写信将这个消息传给萧天耀 好让他高兴高兴 皇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真正听到孟修远能说话了 皇上仍无法高兴 冷着脸说了一句 萧天耀果然好命 居然让文昌孟家欠他一个大人情 要不是陌生一失守 这人情该是孟家欠他的 可这一切都让萧天耀给破坏了 尽快在文昌学院制造一些混乱 朕不想他们一直待在京城 既然无法让孟家成为自己的助力 皇上就不想他们留在京城给林初九撑腰 成为萧天耀的助力 之前还不能确定 林初九能不能医好孟修远的雅吉 林初九出事 孟家自然要斟酌一番 才会考虑出不出手 现在孟修远的雅吉好了 孟家欠林初九一个人情 他或者萧王府一旦出事 凭孟家的风骨 哪怕拼着元气大损 也会出面帮他一次 好还他一个人情 皇上不是没有想过 寻个由头让孟家还了林初九的人情 可这世间谁也不是笨蛋 有些事做得太明显就没有意思了 皇后娘娘在深宫 一向是不险山不露水 十分低调 也不得皇上喜欢 看着像是没有存在感 实际上她的消息十分灵通 比之后宫所有的女人都要强上三分 仅仅比皇上慢一刻钟 皇后娘娘就收到孟修远能发出声音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皇后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林初九什么时候学的医术还这么好 难道前几年她的荒唐都是装的吗 修活者锦娘一早就防备了我 我相信你 娘娘 初九姑娘的过往我们查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查不出她到底是怎么学会医术的 更不知她是出何人 皇后身边的老嬷嬷同样皱眉 林初九的过去很好查 他们把她的过往全部翻了过来 也查不出她学医的痕迹 而这一点让他们十分不安 本是握在手上任由他们摆布的一颗棋子 可转瞬间却发现 这颗棋子根本不由他们摆布 这种失控的感觉真的很糟糕 查不出来 她还能凭空洗得比墨神医更高深的医术 如果说林初九医好萧天耀的腿疾和安王的隐疾 可以说是萧天耀为了掩藏什么 把林初九推出来 那么孟修远与七皇子的事怎么说 这可是她亲眼所见 皇后也不想相信 林初九早早就失了控制 由不得她摆布 可现在的事实摆在眼前 她还能自欺欺人吗 娘娘是老奴无能 给娘娘添麻烦了 老嬷嬷布满皱纹的脸满是自责 皇后娘娘看了一眼 挥了挥手 随时怪不得你 初九那孩子出身不凡 是我答应 娘娘 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嬷嬷一脸担忧地看着皇后 见皇后眉头紧皱 极力忍耐痛苦 老嬷嬷大着胆子提了一句 娘娘 林初九的医术这么好 不如请她为您医治 也许她能医好呢 本宫 本宫根本不是病 怎么医 大夫还能医命不成 娘娘 老嬷嬷还想再劝 皇后却不耐烦地打断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本宫的事 绝不能透露半分 此时休得再提 要让皇上知道她的病 她和小七这辈子都完了 哪怕是为了小七 她也得忍 老嬷嬷含泪点头 老奴明白了 放心 本宫短时间内死不了 皇后右手撑着头 斜靠在椅子上 我记得 帝国东阳家家主 唯一的嫡子是个瞎子 是吗 老嬷嬷见皇后问起正事 立刻站好 回娘娘的话 是的 东阳家大公子 一出生就看不见 一直由东阳老夫人 亲自教养 虽然看不见 却是帝国有名的大才子 就是皇上也赞其不俗 把孟修远的雅籍被医好的消息 传到帝国孟家去 最好让他们捅到东阳家的面前 对了 一定要把临出九的医术 好好宣扬一番 皇后娘娘说这话时 眼皮也不曾抬一下 脸上的笑容始终温婉如出 老嬷嬷被一挤发寒 娘娘 现在林姑娘什么都不知道 把人带到中央帝国 林家人会放过她吗 哼 不会放过又如何 既然她背后的人能教她医术 自然能保护她 哪怕护不了 我也没有必要护她 皇后娘娘的眼中没有一丝温情 老嬷嬷见皇后心意已决 不再劝说 躬身退下 去办她交代的事 林叔朽从孟家回来后 还来不及换衣服梳洗 就听到曹管家来报 王妃 诺瑶公主在外求见 说是您要不见她 她就不走了 那诺瑶一收到孟修远的雅琪 好了的消息 就立刻带人赶了过来 亲自上门赌林初九 那诺瑶真是要气疯了 林初九以守孝为名 不肯为她医治 却跑去医治孟修远 这简直就是不把她看在眼里 要不是弄不死林初九 她真想直接弄死她 至于自己的病 哼 既然有一个林初九能医 别的大夫肯定也能医 她就不信 全天下就只有林初九一个女大夫 诺瑶公主 听到这个名字 林初九十分头痛 这个名字最近是 医生系统里飙红的存在 每隔三五天 医生系统就要提醒她一次 要不是男诺瑶的病 不会伤及性命 她恐怕会被系统处罚 草管家看林初九似乎不高兴 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王妃 你要见她吗 要不老奴把她打发走 不必了 我去见她 早晚都要医 林初九也不想再拖下去 早点开始谈 说不定还能提两个条件 压下男诺瑶的记忆 免得她处处找自己的麻烦 这么一想 林初九对医治 男诺瑶的病也就没有那么排斥了 林初九没有让诺瑶公主久等 不过是看看喝完一盏茶 她就出现了 男诺瑶看到林初九走进来 自己却没有动 傲慢地坐在那里完全无事的 林初九看了一眼 轻轻摇了摇头 她发现自己果然是老了 完全不能理解男诺瑶这样的姑娘 她真不明白男诺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又有什么可以狂妄的 男诺瑶在南蛮固然是备受皇帝宠爱的公主 可别忘了 这是东文 林初九是东文的亲王妃 别说男诺瑶的公主 就是男诺的皇帝皇后见了她 面上也得客客气气的 果然一桶水不响 半桶水却是哗哗作响 男诺瑶就是典型的半桶水 生怕旁人不知她身份尊贵 男诺瑶没有礼貌 林初九自然不会和她一般见识 但也不会于尊降贵放低身份 她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花厅 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整个过程 林初九没有看男诺瑶一眼 哪怕她一脸怒容 林初九依旧没有理会 待到下人奉上茶水 林初九润了润嗓子才不急不学地开口 诺瑶公主这么晚来找我 有何要事 此时已是宵尽时间 大街上根本没有人 男诺瑶这个时候出现 伪时不妥 萧王妃 本宫来找你 是提醒你别忘了答应过本宫的事 男诺瑶似乎想到什么 眼妆闪过一抹极力压抑的狂怒 林初九猜测她应该是想到了自己的病 本王妃答应了公主什么 你 你答应过要为我医治 你莫不是忘了 哦 原来是这事 林初九一副这才想起来的模样 随即又冷下脸 公主 就算本王妃说可以为你医治 那又如何 你不会以为 本王妃要上门求着给你医治吧 林初九这话 等于在说男诺瑶求医 却没有求医的态度 男诺瑶不会以为他林初九是难瞒的太医 任他挥之则来呼之则去吧 你 这是要失言 男诺瑶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好 可是那又如何 他难诺瑶需要向林初九低头吗 就是失言又如何 诺瑶公主 你能杀了我吗 林初九放下茶杯 啪的一声 杯盖与茶杯相撞 男诺瑶只感觉心脏一紧 气势不由地弱了三分 萧王妃 你出尔反尔 不怕传出去丢萧王府的面子吗 东文不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林初九不在乎自己的脸面 诺瑶公主可以试试 看看本王妃会不会丢面子 要不是有医生系统的强制要求 林初九真心不想给男诺瑶医治 这姑娘得了那种病是很可怜 可是那又如何 她是大夫不是救苦救难的神 天底下可怜人那么多 她人人都同情 不得累死 你真是不肯为我医治 男诺瑶心中慌乱 可却不肯在林初九面前示弱 只能用凶狠的态度来掩饰心中的不安 林初九眼眸从男诺瑶身上扫过 没有鄙夷不屑 可却比鄙夷不屑更伤人 男诺瑶气得脸色发白 转念想到南蛮传来消息 男诺瑶心头的怨气又淡了几分 抢压下怒气 你想要多少枕金 说 枕金 头瑶公主你脑子没病吧 你觉得我会缺银子 你觉得你们南蛮 能有我动文的银子多 枕金 你觉得本王妃会在乎枕金吗 跟她谈钱 她承认她以前穷 可这并不表示她会一直穷下去 她现在虽不至于富可敌国 可绝对不缺银子 枕金 南诺瑶开什么玩笑 南诺瑶的脸胀得通红 大夫看病不说枕金要什么 你是萧王妃不错 可给我看病你就只是大夫 我付你枕金还有错了 林初九懒得和南诺瑶多扯 指着门口 诺瑶公主要寻大夫 大门在那儿 出门左走 不要震惊 你要什么 这也就是林初九 要换做旁的大夫 他早就一鞭子抽过去了 南诺瑶既然开口了 林初九自然也不会客气 我要你滚出东门 你说什么 你敢叫我滚 南诺瑶怒拍桌子站了起来 东门的皇帝也不敢叫他滚 耳朵没坏 真是不错 你 林初九 你别太过分 只是叫你滚出东门 这就过分吗 和诺瑶公主你当众诋毁我相比 这算什么过分 诺瑶公主你不会以为 你在宫宴和别庄说的那些话 我全都忘了吧 诺瑶公主 我这人十分记仇 想要我替你医治 但是可以滚出东门 以后也别出现在东门的领土上 不然 南诺瑶下河一台 高傲地看着林初九 不然你想怎样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和南诺瑶的激动成反比 林初九一脸温和 我要你怕我做什么 只要你怕萧王就成 你说要是萧王知道你的病会如何 女人嘛 总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保持完美的模样 虽然这份完美只是自己认为的 可轻易也不容许别人破坏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卑鄙 你答应过我不说的 南诺瑶气得快要哭出来了 林初九怎么可以将她最不堪的一面告诉萧天耀 我和萧王是夫妻 夫妻间哪有秘密啊 林初九既是自己南诺瑶 她就不信南诺瑶不妥协 女人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为了自己心中完美的爱情 总是愿意奉献牺牲 并且觉得自己很伟大 林初九不是这样的人 可她知道南诺瑶一定是这样的女人 林初九 你太无耻了 你就不怕萧王知道你的真面目 厌弃你吗 南诺瑶咬着唇 强忍着 不肯让泪水落下 王爷再厌弃我 我也是萧王妃 死了也是萧王元妃 我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你觉得我需要在乎王爷厌不厌弃我吗 林初九拍了拍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 站了起来 时间不早了 是我不能陪你 诺瑶公主 你回去后好好想一想 是离开东闻 还是继续留下 林初九丢下这话 优雅离去 任南诺瑶在背后跳脚打骂 萧天耀在前线打了胜仗 很快就会夺回兵权 到时候京城绝不会像现在这般平静 像南诺瑶这种不稳定因素 解决一个是一个 他可不想莫名其妙地死在京城 南诺瑶半夜上门求诊的事 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虽说林初九有能耐把事情压下去 但没必要 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 他不会将南诺瑶的病情说出去 可并不表示南诺瑶自己作死 他还会帮南诺瑶隐瞒 他是医生 不是圣母 就算同情心泛滥 也要看对象好不好 消息传到宫里 无论是皇上皇后还是季风雨 他们都很好奇南诺瑶会作何选择 当然 他们更好奇的是 南诺瑶到底得了什么病 林初九居然提出 让他滚出东文为医治条件 而南诺瑶听到这个条件 居然没有发飙 这可真是好玩了 去查查看 皇上承认 他对南诺瑶的病情也十分好奇 不过 他更多的是 不希望南诺瑶离开东文 南诺瑶刁满 狂妄 对林初九充满敌意 处处找他的麻烦 对皇帝来说 是一把十分好用的刀 皇上正打算借南诺瑶对付林初九 哪能让他离开 皇后并没有将南诺瑶看在眼里 南诺瑶是否离开 并不影响他的动作 便没有让人去查南诺瑶 只在一旁看戏 季风雨也没有去查南诺瑶的病 不管南诺瑶得了什么病 都与他无关 他只要知道他与南诺瑶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就行 有那么双方合作 没有他管南诺瑶死活 和南诺瑶相比 季风雨更关注前线的战事 更关注要如何完成父皇交代的任务 且不会和萧天耀反目成仇 这可真是件麻烦事 季风雨想要完成西武皇帝的交代 可又不敢得罪萧天耀 左右为难 根本不知从哪里下手 就在此时季风雨收到一个锦囊 锦囊里面有一张纸 纸上写了两个字 捧杀 季风雨不知这锦囊是谁给他的 但他知道这确实是一个好法子 他找到西武在东文的探子 将计划交代下去 于是不出三天的时间 京中就传出了萧王妃临出酒 医术高超 有起死回生之能 南蛮公主南诺瑶曾亲自上门求诊 刚开始还有许多人不信 认为这是萧王府见南诺瑶 抬举林出酒 他们知道林出酒会医术 可不认为他的医术 已经好到让南蛮的公主 亲自上门求诊的地步 直到孟先生带着众礼上门 感谢林出酒医好他儿子孟修远的雅吉 众人这才相信林出酒的医术真的极好 要知道孟修远的病 墨神医都拿不准 现在林出酒却医好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林出酒的医术比明满天下的墨神医还好 于是流言越隐越烈 京城大街小巷茶楼酒馆都有人在谈论 林出酒的医术有多么高超 甚至林出酒医好萧天耀腿疾 以及萧子安的事也在京城传开了 名声直逼成名已久 意外横死的墨神医 墨神医那种丧心病狂的代表 怎么能和萧王妃对比 萧王妃不为名不为力 她只为救人 萧王妃虽然不外出行医 可你看她医好的病人 萧王爷 安王爷 还有孟家公子 这三人的病 哪个不是出了名的完结 就是墨神医也没有四毫办法 尤其是安王和孟公子 这两人病了十几年了 要不是遇到萧王妃 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医好了 萧王妃那些孩子你们还记得吗 听说好几个都快要死掉的孩子 都是萧王妃一好的 还有那些多个手指 嘴巴破了的孩子 你们看到过没有 现在全部好了 一个个养的都可好了 我大国家的远方亲戚 就是在慈恩堂做事 她亲眼看到的 慈恩堂的事我也知道 当时我还给那些孩子送了米汤呢 萧王妃可真正是菩萨心肠 不仅仅是医术好 人更好 你这么一说 我也记起来了 萧王妃之前还救了两个 没有钱看病的孩子 萧王妃好人 真是好人哪 类似的留言 以最快的速度 在京城大街小巷流传开来 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推动这一切 是谁 到底是谁在背后推动这一切 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想到那个突然出现的锦囊 季风雨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可不管他怎么查 也查不到锦囊的来历 好在这件事他做得很干净 不管萧王妃怎么查 也查不到他头上 季风雨心下烧安 再者他就是不安也无用 现在的局势已完全不是他能掌控的 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已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功劳 季风雨开了头 背后之人在推动 而南诺瑶为了掩盖自己的病 又出了一把力 把林初九旧萧王与安王的事情 报了出来 在各方实力的情况下 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不过数天的时间 林初九在京中的名声已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 等到皇上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想要将流言压下 他发现做不到 孟家父子听到流言 亲自上门道歉 孟王妃实在抱歉 是我疏忽了 之前 京城中的人质疑林初九的医术 他们出于感激 站出来力挺林初九 不想他们的举动被有心人利用 以至于事情演变成如今这个局面 林初九摇了摇头 不慎在意 孟先生言重了 此事与你们无关 即使没有你们 事情最终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京中的流言 明显是有心人布的一个局 哪怕他什么都不做 就凭他是萧王妃 那些人都不会放过的 此事总归与我们孟家有关 孟修远开口声音有些粗哑 说话也比常人慢许多 每一个字都咬得极轻 听到耳里另有一番滋味 不过没有听习惯的人 只觉得这声音沙哑刺耳 因此孟修远并不常说话 也就是在林初九面前话多一些 萧王妃放心 此事我们孟家会出面澄清 你们要澄清什么 对方将他捧得这么高 几乎把他吹成神了 孟家这个时候要怎么澄清 要澄清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京城流言四起 可却没有多夸当 不管是萧王的腿 安王的病 还是孟修远的雅吉都是林初九医好的 林初九要怎么澄清 澄清那些流言不是真的 可真相摆在那里 林初九能否认流言是假的吗 难道要他去澄清 外面的人说得太夸张了 他没有那么厉害 这话说出去旁人只会认为他是谦虚 根本不会当真 孟修远听到林初九的反问 略意思索便明白了 是我太想当然了 没有把事情考虑清楚 孟修远叹了口气 眉头紧坐 一脸担忧 林初九见状 摇了摇头 一拍轻松 孟公子不必如此 此事必然还有后续 我们等着就是 左右在东文 还没有几个人能威胁我做什么 林初九想到即将到来的帝国花奖 心里有了猜测 只是这些事他不会去和孟修远说 孟修远想想也是这样 不再多言 小王妃 我 我按时间内 不会离开京城 有任何事 可以去孟家找我 修远 孟先生惊了一跳 一脸诧异地看向孟修远 你要留下来 昨天不是说好了 先回去处理学院的事吗 孟修远点点头 爹 书院的事 一直是你在处理 我晚点回去 并不放逝 修远 书院早晚要交到你手里 想到自家儿子看林初九的眼神 孟先生的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傻儿子呀 可千万别越陷越深啊 不急 毕竟是在萧王府 孟修远没有与父亲多说 表明自己的态度后 再次对林初九说道 小王妻 这件事是我们孟家疏忽了 如果有需要 还请王妃您不要客气 她是真的想帮林初九 我会的 孟修远的好意 林初九没有拒绝 见孟家父子二人似乎有事要谈 林初九长话短说 孟先生见差不多 便提出告辞 林初九亲自送到门口 见孟先生心事重重的样子 林初九聪明的没有多言 孟修远离去前 朝林初九点了点头 神色从容 与孟先生的凝重 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初九莫名觉得 孟家父子反常的表现 十有八九与她有关 可是 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呀 有点莫名其妙 林初九习惯性的耸肩 做到一半发现不对 她现在是萧王妃 得端庄优扬 即使没有外人看到 她也得端着 外面的流言 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管林初九是什么态度 流言都不会停息 林初九要是在意那些流言 甚至还会愈演愈烈 所以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 林初九都不管 反正没有人敢砸 萧王妃的大门 逼她医治什么绝症病人 而她只要不出门 医生系统也不会强制她如何 至于南诺瑶的病 南诺瑶死不了 医生系统也就是提醒她 并不会处罚她 所以林初九乐的清闲 成天窝在萧王妃 谋算着怎么把那些 令人懊恼的玩意儿处理掉 莫玉儿 福寿长公主 林夫人 皇后娘娘也许还要算一个 至于太子 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时候 林初九不打算与之硬碰硬 只要太子不找上她 她短时间内不会去找太子 林初九所列的四个人中 也只有福寿长公主最好解决 其他人都不好动 或者动不得 比如莫玉儿 安普 让你去江南寻的人 寻来了吗 福寿长公主 喜欢面貌俊秀的温润少年 而江南一带 多的是外表 长得像温柔才子的浪当子 找到了 人三天后就会带来 安普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人 可谓煞费苦心 因为皇上把福寿长公主 看得太紧 现在福寿长公主身边 长得稍好的只有太监 他们之前找的人 没有考虑那么多 那几个合适的却发现用不上 只得重新再找 不必带来给我看 安排到长公主身边就行吧 林初九自认不是什么良善的人 但也没有坏到骨子里 有些事眼不见为净 免得看到了自己心里不舒服 处理好福寿长公主的事 林初九独坐在书房里 想着要不要平息外面的流言 虽说流言无法给她 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可一直任人欺负 不还手 太容易给人软弱可欺的形象 她之前营造的狠毒与灵力 就没有效果了 平息流言的最好办法 就是制造一个更大的流言 林初九左手撑着脑袋 右手无意识地敲打桌面 普通小老百姓最爱看的 还是上流权贵的丑闻 让暗卫去查谁的丑闻好的 林初九在脑海里将人选过了一遍 最后在太子与南诺瑶之间徘徊 关于她的流言 本身就有太子与南诺瑶的手笔在 她找这两人的麻烦 也是以笔之道还施笔身 而且这两人全身都是毛病 完全不需要她制造什么 本身就自带丑闻 是太子好呢 还是南诺瑶好呢 林初九小小地纠结了一把 可不等她把人选敲定 太子就主动将机会 送到她手上 夏末秋至猎物正肥 太子邀请季风与南诺瑶外出打猎 为方南诺瑶一个姑娘太无聊 太子便请了林婉婷做陪 本来太子还打算把七皇子带上 皇后却以七皇子身子不适为由拒绝了 太子也不在意 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与季风雨南诺瑶和林婉婷去皇家猎场狩猎 林初九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笑了出来 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 太子果然给力 林初九心情一好就给萧天耀写信 将经中有关她的留言 还有她打算拿太子来转移留言的事一一写上 林初九写得太欢 一口气写了五张 本想抽两张出来下次寄 却发现无法断章 只好一起装信封礼了 给信封好口 林初九再次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之前在路上她就不提了 现在萧天耀到战场上都一个月了 居然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回 萧天耀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 林初九没有等到萧天耀的回信 却等到了太子与季风雨 林婉婷和南诺瑶四人在猎场失踪的消息 收到这个消息 林初九也是愣了一下 什么人动的手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要把东文南蛮和西武一起得罪 不知道 不是北历人 苏查收到消息 匆匆跑来告诉林初九 就是希望林初九提前做好准备 别让人栽赃嫁祸 替人背黑锅 我昨晚查到的消息 与南蛮和西武无关 好似京中隐藏的一股神秘力量 我怀疑和推动京城流言的人是同一波 当然也可能不是 苏查手上握着萧王府的消息网 消息绝对及时又可靠 饶是如此 他也什么都没有查到 林初九思索偏刻问 隐在京中的神秘力量 你说 会不会有可能是慈恩堂那些人 截止到现在 他们也没有查出与慈恩堂相关的消息 不可能 苏查毫不意外 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出 只是 他们有什么目的呢 这是苏查不能理解的 没有利益可图的事 有人愿意做吗 肯定有利可图 太子要是死了 朝堂上会乱一阵子 不知出手的人是谁自然查不出对方的用意 这件事盯紧一点 如果有太子他们的消息 即时汇报 失踪的四个人背后代表着四股力量 林初九不得不关心 是 王妃 这件事与我们萧王府无关 你不必担心 谁说不相关了 如果那四人死在外面 又查不出动手的人 按照最后谁获得利益最大 谁就有可能是幕后主使者的原则来考虑 你觉得谁动手的可能性最高 我们王爷吗 苏查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 我们王爷没必要做这样的事 这是你才会这么想 旁人未必 王爷再去前线的路上 南蛮和西武没少派人找麻烦 王爷要拿他们两国的皇子公主出气 再正常不过 另外 要是成功挑起东文 南蛮与西武之争 你说 最终得利者是谁 苏查略意思索便明白了 是王爷 皇上忙着应付南蛮与西武的刁难 根本没有精力去和王爷斗 王爷可以借此机会顺利接掌兵权 甚至的南蛮与西武威胁皇上之际 从中捞取好处 是啊 是我们王爷占大便宜 而且太子死了 东文必要重立太子 到时候几个皇子争夺太子之位 王爷也能坐收渔翁之力 那些个皇子想要成为储君 必会想着从萧天耀下手 只要得到萧天耀的支持 储君之位就稳了一半 可是我们东文陷入内乱 北历南蛮与西武也会获利 内乱最是消耗国力 东文内乱必然是各国所乐见的 苏查这么说不无道理 可是 苏苏 我刚刚说了 前提是太子他们四个全部死了 只有这样东文才有可能内乱 可现在他们只是失踪 没有见到尸体就说明 他们有五成以上的可能还活着 满朝大臣都看得出来 皇上不喜欢太子 但也不会废太子 皇上不仅不会废太子 甚至这十几年内 皇上还会好好保护太子 让太子活得长长久久 而这也是林相赶往太子身上下赌注的原因 皇上正值年壮 他不会让一个精明强干的皇子坐上太子之位 也不会放任他的儿子 为一个太子之位打起来 太子现在表现出来的能力越弱 他的太子之位越稳 太子是皇上束在外面的挡箭牌 只要皇上不会突然得病 没有几年好活 太子这块牌子就会妥妥地束在那里 以安朝臣的心 苏察一听 眉毛都快打结了 你是说太子他们不会有事 这是皇上布的一个局 你南蛮与西武怀疑王爷要对他们出手 同时离间太子与王爷 让太子与王爷对峙 谁知道呢 也有可能是陷害安王 你知道的 太子一旦出事 在许多人眼中 最大的得力者就是安王 一旦太子平安回来 便会和安王咬上 全凭猜测的是 他哪里敢保证 苏察点点头 表示赞同林珠九的观点 现在就看太子他们有没有事了 如果太子他们平安无事 我们就得当心一些 太子他们会不会平安无事归来 我不管 你先帮我做一件事 机会摆在面前 林初九可不打算放过 什么事 趁他们出事 你安排人散播太子与南诺瑶 林婉婷 两女一男的缠绵爱情故事 就说南诺瑶爱慕太子 凭借身份强行插足太子与林婉婷之间 害得太子与林婉婷这对苦命鸳鸯 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 把事情闹大一点 如果太子他们平安归来 也可以把这次失踪 归结于两女之间的感情之争 总之怎么婉转缠绵怎么来 把我那条消息盖下去就成 流言有时效性 他的流言已经传了半个月了 京中的百姓差不多也该逆位了 这个时候只要爆出一件足够吸引眼球的事 绝对能将之前的流言盖住 这会不会太假了 苏查听得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这么离谱的事 也亏得林初九一本正经地说出来 要不传南诺瑶与王爷 不行不行 要是让王爷知道 我会被揍死的 知道就好 林初九挟了苏查一眼 突然想到什么 眼前一亮 一脸坏笑 其实吧 会有一个更好的点子 可就怕传出去杀伤力太大 皇上会气得跳脚 什么点 不怕皇上生气 就怕皇上不生气 林初九见苏查是真心想要知道 也就不藏着掖着 大方说道 你知道的 我和福寿长公主有仇 知道 林初九和福寿长公主之间的仇 还是因萧天耀而起 要不是她小心眼 爆出福寿长公主的事 也不会有后续的事 福寿长公主的艳名 已传满清诚 再传她的消息 就没有意思了 前不久 他们才传了福寿长公主的艳照 最后还是皇上压下来的 对 再传福寿长公主与面首 不得不说的风流运势 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 林初九画风一转 吊足苏查的胃口 才慢悠悠地往下说 但是 要是传出福寿长公主 与太子殿下不得不说的故事 那就好玩了 对吧 和 和太子 林初九笑得十分甜美 苏查却只觉得肾得慌 默默往后挪了挪 拉开与林初九之间的距离 王妃太可怕了 怎么 不对吗 林初九笑着反问 苏查想也不想就点头 王妃你说得很对 她敢说不对吗 林初九简直比萧天耀还可怕 萧天耀坑人的时候 好歹是冷着脸 旁人一看就知不好惹 可看林初九 长得貌美如花 笑得阳光明媚 一开口却要人命 既然对 她事情就交给你了 没有问题吧 林初九怕苏查做不好 很好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太子他们不是失踪了吗 你快派人去找 找到了就把他们引到 福寿长公主的住处 听福寿长公主的名声 太子和西武皇子在那住一晚 清白可就不保了 这个主意好 连季风雨都靠 季风雨有得罪过林初九 苏查想了想 还是问了一句 王妃 西武的雨皇子 没有得罪你吧 你以为外面闹得 沸沸扬扬的流言 没有季风雨的手笔 和西武有关系 却与季风雨无关 这话说出去谁信 当他是三岁小孩呢 与皇子那人挺聪明的 就是左右摇摆不够坚定 这样的人偶尔合作可以 长久合作下去肯定不行 虽说季风雨会左右摇摆 和他没有权势 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有关 可这样的人谁敢信呢 遇到一点压力求卖盟友 谁敢跟他合作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给卖了 林珠九表示赞同 想到与林夫人的约定 不由提醒 季风雨这人你多盯着点 别让他动了去林婉婷的念头 林相不是一直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吗 怎么会舍得送去和亲 和亲的女子大多是悲剧 日后一旦西武与东文出现矛盾 和亲的女子就惨了 皇后点了林相的儿子给七皇子当半毒 便不会允许他再把女儿送到太子府 皇后要林相帮太子 但却不能站在太子那边 皇后这是什么意思 苏茶摩索着下巴 发现自己不能理解皇后的行为 皇后是个聪明人 这一点苏茶很清楚 可是那么聪明的皇后 怎么养出太子这么一个笨蛋 而且看皇后这几年的行动 完全没有扶持太子的意思 可要说皇后不管太子的死活 太子有事他又会出面 帮太子牢牢坐稳储君之位 谁知道呢 说不定皇后看得最清楚 皇帝身体健康 至少还有十几年好活 这个时候争什么呀 想到赫赫有名的九子夺嫡 林初九越发觉得东闻下一任皇帝 终究会花落谁家 这是一个很玄的问题 听到林初九这话 苏茶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能告诉林初九 十几年那是寿终正寝 谁能保证皇上一定能寿终正寝呢 正经事说完 苏茶起身告退 走之前不忘把信件带走 很小 今天又到了第三天 林初九给萧天耀写信的日子 林初九早有准备 将信给了苏茶 同时问出疑问 王爷的回信呢 苏茶接信的手一顿 啊 你别告诉我 我写了这么多封信 他一封信也没有回我 林初九瞪了苏茶一眼 要不是苏茶眼急手快 他就把信抢回来了 苏茶手忙脚乱把信收起来 我 我没收到王爷给您的信啊 一紧张 连您字都蹦出来了 这么说 王爷没有给我回信 林初九看着苏茶一脸温柔 苏茶打了个寒战 连忙摇头 我也没有收到王爷的回信 许是 许是王爷最近很忙 他有收到的 而且还收到了天耀 要他查林初九母亲的信件 可是这些能告诉林初九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 林初九美好气地 摆了苏茶一眼 知道这事不能怪苏茶 说了两句便打住了 算了 不回就不回 又不是第一天认识的 每每他觉得 萧天耀还有药可救 调教一下还能当好丈夫时 那祸就停药 王爷他忙 苏茶干巴巴地解释了一句 不过这也确实是事实 萧天耀最近的确很忙 倘若有心 再忙也有时间 林初九也是忙过的人 自然知道这里面的事 看苏茶一副想要解释 又不知如何解释的模样 他挥了挥手 我只是问问而已 没别的事 你先回去吧 萧天耀不给他回信 他还能把气出的苏茶身上布成 那王妃我就先走了 苏茶也不敢贫了 一本正经地给林初九行了个礼 脚步飞快往外走 夹在这对夫妻之间 他表示压力豪荡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加派人手 尽快查清林初九母亲的事 直觉告诉他 萧天耀不给林初九回信 石友帕九和林初九的母亲有关 要不把这事查清楚 林初九和萧天耀之间 想到那个可能 苏茶盲打住 在拐弯时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书房 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事他不能说 此时远在前线的萧天耀 刚刚与副将讨论完军务 还来不及喘口气 暗卫就来报 他点名要的龙皇玉石已从魔宫拿来了 要不要呈上来 龙皇玉石 萧天耀这才想起来 他当时想给林初九刻意放印件 所以命人去取龙皇玉石 可现在那印件还要刻吗 龙皇玉石的印件 不仅仅是他送给林初九的礼物 还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要不要刻这枚印件 还真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萧天耀没有说话 安卫跪在下方也不敢动 营长一片死寂 就好像时间冻结 安卫不知自己跪了多久 只知道他快撑不住了 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痘大的汗珠从安卫的额头低下 甩碎在地 引入泥土中 安卫再次放缓呼吸 心中暗暗叫哭 哎呀 真是太痛违了 怎么就遇到王爷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安卫泪流满面 面对萧天耀的威压 他连呼吸都不敢加重 只能硬着头皮死撑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就在安卫以为自己要跪到死的时候 萧天耀开口了 呈上了 安卫狠狠地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将锦盒放到萧天耀面前 不等他开口 行了个礼便麻溜地滚了 再不走 他的腿就要废了 安卫转身 昂首挺胸地迈着正步 十分鹦鹉地走出营镇 可一离开萧天耀的视线范围 安卫立刻就尾了 左手撑着腰 一瘸一拐地 像是被狠虐了一般 这是怎么了 其他几个安卫健壮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总觉得这姿势不对 可又不敢问 某安卫默默望天 幽幽道 不要多想 王爷又王妃了 这些人简直是不想活了 居然敢编排王爷的不是 他们没有多想 还有到底是谁 在编排王爷的不是 营帐内 萧天耀把玩着手中的玉石 忧伸的眸子闪烁着莫测的光芒 无端让人觉得害怕 当天夜里 萧天耀毫无预兆地点了三万兵马 亲自带人突袭北厉大军 北厉大军没有防备 被萧天耀打得落花流水 损失惨重 第二天 不甘心惨败的北厉大军 同样毫无征兆地出兵了 突袭东文边境的村庄 萧天耀不顾副将的劝阻 在此出征 冲锋在前 将北厉大军逼近密林 同时自己也进入密林 并在一天后失去联系 北厉与东文边境内树密林 一向是两军避讳之处 轻易不敢进去 尤其是前不久 东文有二十几万大军在密林消失后 就更没有人敢往里冲了 这一次 萧天耀与北厉大军同时陷入密林中 消息一传出来 立刻引起轰动 不管是东文还是北厉 军中将士皆因这个消息而不安 尤其是东文大军 听到萧天耀在密林中失踪 底下的士兵一个个惶惶不可终于 在前线小兵的眼中 萧天耀就是他们的神 是他们胜利的指望 在萧天耀出征前 他们与北厉交手数次 从来没有占到大便宜 就算打胜仗那也是惨胜 直到萧天耀带兵来前线 战场上的局势才发生变化 在萧天耀的带领下 东文大军在短短五天就取回一城 并且将北厉逼退数百里 之后与北厉几番交手 东文就算不是大胜也不会输 东文将士被北厉打垮的士气又回来了 北厉那群彪悍的骑兵 在他们眼中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可以说 萧天耀就是东文战士的主心骨 没了他坐镇后方 东文的将士对这一战一点把握也没有 这是前线战士一致的决定 密林很可怕 可再可怕也要把萧王找回来 没有萧王他们拿什么打仗 全军上下进阶担心萧天耀的安危 可高层将领却是明白 萧王不会有事 萧王此次失踪 本就是他自己的安排 目标应该是之前在密林中失去踪迹的二十万大军 那二十几万人 可是萧王亲手训练出来的强兵猛将 即使他们在密林失去踪迹 不管东文还是北厉人 都知道他们绝不可能全军覆没 高层心里有数 就不会和普通士兵一样不安了 在高层将领的安抚下 东文军中虽然乱 可却没有闹出乱子 只是他们现在尽量避免与北厉开战 萧天耀在密林失踪的消息不是秘密 东文的副将并没有隐瞒的打算 如实上报 皇上比官方更快一步收到消息 得知萧天耀在密林失踪 皇上一点也不意外 这本就是预料中的事 不是吗 决定用萧天耀时 他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现在真的发生 他也没有什么好惊讶 皇上随手将折子放在桌上 太子找到了吗 太子一行人失踪了两天两夜 也不知是死是活 卑职无能 尚未找到 周密将头埋得极低 根本不敢看皇上失望的眼神 他尚未以来 好几件事都没有办好 实在愧对皇上的信任 谁动的手 卑职该死 没有查到 一连两个不知 真正惹恼了皇上 什么都不知 什么都查不到 朕要你何用 属下该死 请皇上责罚 周密重重的磕头 不敢起来 这行堂 领一百斤棍 皇上今天心情极糟 周密办事不力 无疑是撞到了枪口 皇上会轻饶他才有鬼 周密不敢有异议 惨白着一张脸下去领罚 周密走后 皇上独自做了许久 直到情绪平复才站起来 不想刚起身 就觉得眼前一黑 随即一头栽了下去 咚得一声巨响 把身后的太监吓坏了 太监忙上前抱住皇上 发现皇上已经晕了过去 当即大叫 太医 太医 快宣太医 收到消息的秦太医提着药箱 拼命往皇上请殿跑 这一次皇上昏过去的时间很长 等到醒来时已是深夜 秦太医一直在殿内守着 见皇上醒来 立刻上前请脉 皇上俯着头 似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你这是怎么了 皇上 您在御书房 晕倒了 朕好好的 怎么会晕倒 皇上此时已想起自己晕倒前的事 只是他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不适 眼眸一扫 看到秦太医一脸凝重的样子 皇上的心中闪过不好的预感 秦太医 这你这是怎么了 朗 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